黑星是谁的猎杀目标 狂刀脸色一变 满是诧异之色 其他人的表情也古怪起来 黑星是他们的阵营领袖 听到有人要对付他的消息 一行人莫名有点同仇敌忾的感觉 浩天眼神一闪 在频道里交流道 我们可能开启了一条新的人物线 明月 继续问 事事触发更多隐藏剧情 明月常中点点头 黑星是我们的团长 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会送到 但是我们想知道更多情报 你能告诉我们这份名单的细节吗 罗纳多沉声道 名单上的人物都是破碎星环各地大名鼎鼎的强者 不是一般的A级超能者 基本都是坐拥势力的大人物 或者以个人武力出名的独行者 那群人的目标 就是猎杀捕获这些实力强悍的强者 据我所知 名单上的一部分人已经失踪了 是什么人在追杀名单上的人物 明月常中顺着话头追问 那似乎是一个神秘的群体 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故且称为猎杀者 他们抓捕名单上的强者 我只和他们见过一次面 那时候我遭遇了两名猎杀者 极其强悍 可能有A家的水准 罗纳多眼神闪过凝重之色 补充道 我的双手就是被其中一人打断的 所以 你也是猎杀者的目标 不是 罗纳多摇头 明月常中一愣 神色疑惑 那你 这时 罗纳多打断了他的话 解释道 我是被牵连的局外人 所以我仅仅只是断了两只手 断了毒 他继续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天灾级 他才是名单上的目标 他在天行者星系 经营一个武装势力 与赫特文明关系匪浅 一年以前 我在他的总部做客 本来一切正常 可两名猎杀者突然出现 他们一路杀进总部 无人可挡 于是我和朋友一起出手迎敌 然而那两人具被压倒性的 我们竟然一败涂地 我在战斗使用手段 窃取了他们通讯器里的一部分资料 得到了这一份残缺的名单 那两人的目标是我的朋友 将他捕获带走 而我身受重伤倒在一边 好歹我也是A级超能者 我以为他们也会把我抓走 然而他们 却看也莫看我 大摇大摆离开 对于非目标人物 他们似乎莫不关心 罗纳多忽然苦笑起来 也可以说 他们莫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我才逃过一劫 众人一脸惊奇 猎杀者的目标是抓捕强者 但一个重伤失去反击能力的A级强者 都不顺手带走 这是目标明确 还是眼光太高 不管怎么说 这群神秘的猎杀者 似乎深不可测 这个隐藏剧情 一定不简单 狂刀在频道里说道 罗纳多继续道 虽然猎杀者很神秘 但名单上的人物 正在一个个失踪 这是隐藏不住的 代表猎杀者 还在不断行动 请务必 把名单转交给黑星 我虽不认识他 可既然黑星佣兵帮了我的忙 我不介意提醒你们的军团长 他也有小算盘 黑星背后是龙座 说不定能对付猎杀者 如果黑星成功了 自己就不用继续躲在这里 他之所以低调隐居 就是怕自己哪一天 上了猎杀者的名单 虽然只交过一次手 但他已经被猎杀者吓怕了 这时 玩家的面板有了动静 你触发隐藏任务 神秘猎杀名单 众人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破碎心环 某心系 一艘外壳有明显 破坏痕迹的飞船 正在全速移动 犹如一道流光 化过漆黑的宇宙 警报 警报 燃料储备 已降至警戒线 将在一分钟后 退出跃迁模式 人工智能发出提示 该死 那两个家伙会追上来的 碰 驾驶舱内 科尔尼德气急败坏 重重一圈 砸在操控面板上 神色焦急 他是一个肤色暗子的 类人种族 皮肤有着天生的纹路 他穿着一身特制符纹 装甲作战符 兼具了机械技术 与魔法技术 装甲内外 布满无数玄奥的附魔符纹 具备几十上百重魔法功能 乃是星际魔法师 常用的实战武装 然而 此时这套昂贵的符纹装甲 却破烂不堪 到处都是破损 布满科尔尼德的血迹 科尔尼德是某个星系级文明的官方第一强者 还是宙师的红袍影修会名誉会员 他是一名魔法师 绰号身子术士 在他主要活动的星系 享有很高的声望 可他此时正在亡命奔逃 从来没有这魔狼背过 一切都是因为那两个突兀出现的敌人 他本来在享受带星假期 在外面旅行 却遭遇两个陌生的神秘人 什么话也不说 直接朝他动手 稀里糊涂就打了起来 接着 科尔尼德恶然发现 自己竟然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很快受了重伤 幸好他有底牌 好不容易甩脱两人 登上飞船逃跑 那两个神秘敌人 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根本不敢停下 燃料迅速消耗 飞船速度渐渐慢下来 终于脱离了跃迁轨道 便回了常态飞行模式 糟糕了 科尔尼德满头大汗 猛地握紧拳头 话音刚落 魔法波动的 嗡嗡声透过一层层舱壁 被科尔尼德敏锐的感知捕获 让他脸色大变 这艘飞船的船附区域 亮起一圈盈盈发光的蓝色圆环 紧接着 圆环迅速扩大 变成一个传送门 两个人从中走了出来 两人穿着相同款式的白色大衣 看不到任何标识 衣服的材质似乎很奇特 光滑流转 隐隐闪过无数蝌蚪式的附魔名文 两人一男一女 都戴着特殊的合金面具 遮住了容貌 男人面具外观像是一个鸟头 女人面具外观 形似猫科动物 男人深周漂浮着十几本厚厚的古老书籍 全都是打开的状态 上面写满了魔法文字 正亮着五颜六色的法术光芒 能量化的金黄色明文 变成肌圈圆环 环绕着男人的身体 定位正确 男人语气淡然 手指一晃 其中一本书籍的纸张 突然翻动起来 身后的传送门 眨眼缩小成一个点 随之消失不现 赫然是一名 记忆精神的魔法大师 突然间 两人面前的舱壁猛然爆开 几十数带有弯曲弧度的绚烂紫光 从驾驶舱的克尔尼德手中喷发出来 洞穿一层层墙壁 习向这两名不速之客 他深知两名追杀者的实力 抢先攻击 哄 电光石火间 男人变了个手势 所有书籍同时翻动起来 一圈占蓝色的魔法圆罩 笼罩他和身旁的女人 将所有攻击隔绝在外 所有紫色弧光炸成漫天光线 无法动摇圆照分毫 克尔尼德飞速穿过洞口 符文装甲亮起重重叠叠的光影 无数魔法力量汇聚在他身上 犹如一道五彩斑斓的流光 重重撞在湛蓝魔法罩之上 他已经吃过苦头 与对方比拼远程魔法 完全是自取其辱 于是一见面就改用近战 所有力量都被克尔尼德凝聚在一点 能量没有溢散 控制立即其精湛 普通的A级超能者 若是面对这一击 基本都会选择B级锋芒 不敢硬碰硬 但是面对两名高深莫测的神秘敌人 他莫多少信心 动 声音犹如撞钟 湛蓝魔法照承受了这一击 直接爆开 化作无数玻璃扎斑的能量碎片 有效 克尔尼德大喜 信心顿时回来了 然而下一刻 他看现蹦开的光芒 照亮了男女二人的面具 眼神皆是淡定冷卧 似乎对他的权力 一击无动于衷 下一瞬间 漫天的魔法照碎片突然一毒 瞬间融合 化作一片灿烂的蓝白色光柱 沙纳尖轰在克尔尼德身上 叠加了刚才他攻击魔法照时 被抵消的威力 相当于他面临自己的攻击 克尔尼德剩余的攻势被打断 直接被崩飞了出去 压下伤上加伤的疼痛 惊恶问道 这是什么秘术 仅仅一个防护魔法 就能承受他这个滋身天灾级的权力一击 不仅施法者毫发无损 还能把所有威力反弹回来 听起来效果简单 但到了他们这个能及 越是粗暴简单的魔法越恐怖 不像那些叠加一层层魔法盾的亮变 这个魔法势制的强悍 自创的 男人眼瞼一该 却让克尔尼德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 就在这时 一旁的女人也出手 抬起右手 猛地握拳 咔咔咔 金属扭曲 整艘飞船发出刺耳的撕裂声 下一刻 飞船就像被一只大手 猛地捏成了纸团 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球体 轰隆隆 大量氧气泄漏 飞船的燃料舱 引擎 纷纷爆炸 火光四射 球体直接炸开 瞬间解体 各种零件奔飞出去 不过几秒 一艘飞船就化作了宇宙中 漂浮的太空垃圾 一个球形魔法罩 保护着男女二人 让他们悬浮在宇宙之中 不远处 克尔尼德的符纹装甲 也闪烁着明灭不定的护盾光芒 刚才的飞船爆炸 让克尔尼德的伤势再度加重 符纹装甲瀕临损坏 没了飞船 无路可逃 克尔尼德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充满氧气的魔法罩里 女人手臂一挥 周围所有金属垃圾 再度汇聚而来 直接把克尔尼德加在中央 再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彭腹每一寸面积都遭到了巨大的压力 不断向内挤压 金属球体缓缓缩小 不规则的形状 逐渐变得浑圆 密度越来越大 球体里一开始还有反抗的动静 渐渐挣扎越来越轻微 最后没了声音 身子术室 克尔尼德 补货完成 女人冷冷开口 男人拿出通讯器 打开一份名单 画掉了克尔尼德的名字 陈寅道 沙娜 我们下一个目标选谁 沙娜是这个女人的名字 她瞥了一眼 伸手点了一下 道 救她吧 黑心军团的军团长 嗯 她一年之前才加入名单 势力发展速度很快 要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未必会关注她 对了 这家伙有点特殊 有不灭之躯的绰号 似乎很难缠 如果要对付她 我们应该把她 引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她孤立无援 这需要足够的准备时间 我们还得把克尔尼德带回去 不如换一个目标吧 不需要 我们分开行动 你送人回去 我去对付黑心 沙娜淡淡道 资料显示 她在两三年前 才踏足天灾领域 况且 她是个机械师 解决她 我一个人足够了 男人炖了毒 笑道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的能力克制机械师 好 我回去交付任务 你顺路过去抓住她 看来我们这一趟收获很不错 至于黑心与龙座的关系 两人提都莫提一句 毫不在意 金门星 黑心军团总部 实战修行室 一场战斗正在进行 碰 流线型的漆黑机械 战兵撞飞五个蓝紫色机器战士 顶着十座地基炮 抬喷土的激光 一路冲到雷纳德面前 手臂纳米变形 化作八道高速旋转的螺旋尖刺 击中雷纳德的护盾 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雷纳德一脸严肃 抽身后退 在原地留下一个电磁陷阱 控制住漆黑机械战兵 同时是放刺眼的泄力闪电 使用了某种技能 增幅炮台威力 轰炸连绵不绝 咔咔咔 煞时间 漆黑机械战兵突然解体 化作树到漆黑的那米粒子洪流 迅速返回 来到不远处 一个人影身旁 那米粒子重组 再次变回人形机械战兵的模样 沉默拱卫此人身旁 你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突破到天灾集结位 只欲可待 这个人迎鼓起掌来 雨待赞赏 正是韩潇 比起两年前 韩潇依旧年轻英俊 身材高大了一些 气场更加深不可测 此时依然是一身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黑色风衣 没有穿戴机甲 这都多亏了您的教导 雷纳德语气认真 是你天赋出众 韩潇摆摆手 出于礼貌 商业互吹一波 雷纳德经过两年的学习 渐渐逼近A阶的能及 经常申请向韩潇切磋 两人都是机械师 自己人莫必要内耗 所以 每次切磋 都是这种小范围的攻防 测试单体机械的强度 与精度操控的能力 韩潇身边的漆黑机械战兵 是他在两年里研究的 新型号机械战士之一 强化纳米变形的能力 单体属性极为出众 性能超越手势者 妥妥的精英机械 属于韩潇装备 李天栽集武装的梯队 型号简称为 唤醒者 每次与黑星交手 雷纳德都被惊到 因为黑星总是能拿出 不同的强力机械 每一次切磋 都会拿它试验武器 雷纳德无法想象 黑星到底懂得多少机械图纸 即使到了雷纳德这个层次 学习一张图纸也不轻松 要是研究一个新的机械 那就更费精力了 可雷纳德根本无法揣测 黑星的境界 完全想不通 黑星的研究效率 为时模会如此恐怖 隔三差五 就能弄出新图纸 而且 每次切磋 雷纳德能感觉到 韩潇对付他越来越轻松 黑星都已经是天灾极强哲理 却彷復没有瓶颈 一直都在变强 这让雷纳德 骇然无比 越发觉得 韩潇深不可测 雷纳德一直自诩天赋过人 对自己充满信心 然而 他却被韩潇打击了 心里自愧不如 态度越发谦卑 黑星身上有太多东西能让他学习 雷纳德越发狂热 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用来跟踪韩潇 记录他的任何行为 收起机械 韩潇突然想起了什么 随口问道 现在军团的后勤储备怎么样了 一谈到工作 雷纳德表情更加认真 有条不稳道 各类资源仓储充足 总体状况良好 唯有17号 21号 24号基地物资储备告急 紧缺的资源主要是弹药 燃料 常规机械材料 四天前 我已经从最近的五个基地抽掉资源 按照行程 第一批物资支援 预计还有两天到达目的地 文言 韩潇点了点头 让雷纳德离开 自己留在房间里思考 两年来 黑星军团发展势头生猛 就像业内人士预料的一样 渐渐垄断了加顿星系的业务 在加顿星系几十个有文明的行星 建立了分基地 还在哥朵拉姆星也建造了办事处 上百万玩家为 黑星军团带来了庞大的利益 韩潇借机生诞 让黑星军团的口碑与声望不断提高 随着业务扩展 吸引更多自由佣兵加入黑星 如今 除去上百万炮 可 玩家 军团也有了十万正式佣兵 而培训营里的学员 是这个数字的三四倍 单凭NPC佣兵 黑星军团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型佣兵团 培训营学员 不再是未达标的自由佣兵 还有许多没有基础的普通人 每个分基地所处的星球 都有向往星空生涯 或者想要成为超能者 而签订合约成为佣兵壮男的年轻人 军团各级职位也体系化 正规化 结构清晰 管理更加高效 干部有了各自的职责 有些人成了区域主管 统筹数百个佣兵小队 有些人作为王牌佣兵 专攻高难度雇佣 有些人成了舰队指挥官 有些人是培训营总教官 有些人继续充当吉祥物 还有人成了军团长的女秘书 副团长之位依旧空悬 这个位置需要强横的实力才能服众 韩潇是军团里唯一一个天灾级 副团长也得这个层次才不会掉价 所有干部里 只有雷纳德最为接近天灾级 这两年 韩潇招募了上百个B级超能者 有些是主动来投靠的正常拥兵 有些则是他根据记忆找到的精英 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光环的主角型人物 补充了一波中层战力 在垄断加顿星系之后 韩潇进行扩张 业务范围以加顿星系为核心 向周边数个星系辐射 各自抢占了一部分市场 打铁还需自身硬 占据的市场越庞大 对自身阵营的能力要求就越大 作为深受基建狂魔价值观 熏陶的社会主义青年 韩潇把赚来的资金 不断投资进基地建设 舰队拓展之中 努力构建良性循环的利益链条 如今 黑星军团拥有26个编制舰队 分管战斗 后勤运输 快速支援等不同职责 战舰总数达到1600艘 事实证明 抢劫新道 可 除暴安良产生的收益很可观 基地数量也达到了34个 除了诺里欧斯和罗索斯之外 资助者又新增了三位 其中两个是正经的商业财团 还有一个 竟然是哥朵拉政府 不仅对韩潇放宽战略资源 还拿出火热的钞票投资 双方的PY关系更加紧密 阵营影响力 比势力范围辐射的更远 黑星军团已经济身于 科尔顿星团标志性私人势力的行列 这次反而是龙潭的地位 随之水涨船高 外勤武装部队的强悍 让龙潭本身的威慑力 不再来自于爱莫斯一人 但韩潇已经察觉到了阵营发展的瓶颈 作为雇佣兵团 黑星军团已经走到了顶尖行列 再往外扩张业务 效率会越来越慢 距离就是一个明显的限制 业务范围越大 对阵营能力的要求 会指数级上升 垄断加顿星系 已经是目前的极限 暂时莫能力垄断第二个星系 而阵营瓶颈的另一个因素 则是阵营性质 佣兵团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类型 想要进入更高的层次 就要进行产业转型 必须让雇佣业务退居二线 将阵营变成半私人武装势力 如同战争领域那样的性质 难度很大 现在时机不成熟 转型还未时尚早 但寒潇目光长远 知道 这是阵营升级的必经之路 是迟早要做的事情 唯一不需要操心 反而是我的实力 寒潇目光一闪 他此时是一百七十级 比起两年前 只提升了二十多级 正卡在 星海机械师满级后的转职任务 但这是因为 寒潇并没有一新升级 绝大多数经验 都被他存了起来 经验储备达到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 即使这个阶段的升级经验费用极高 他的经验储备 也足够支撑他 再升个几十级 不过 寒潇并没有这魔作 这两年并没有遇到多少强敌 不急着升级 于是投入不少经验升级技能 用来换取潜能点 同时赌出大量图纸 更重要的是 寒潇考虑到了版本更新的问题 这一次更新的间隔 足足是游戏内十年左右的时间 将近十年无法收割韭菜 经验储备就如同过冬的粮食 未雨绸缪越多越好 这都2.0版本后期了 等到打完职业联赛 版本更新也就快了 哎 十年啊 寒潇畅畅想了一番 不禁有些忧虑 呼出一口气 抓了抓头发 打开个人属性面板 浏览起来 总等级 170 主职业 机械系 种族 混沌观察者 人形态 力量254 敏捷634 耐力608 智力1956 神秘263 魅力105 幸运1 自由属性点 0 潜能点 31 生命值 93732 体力值 94180 气力 17580 LV11 LV11气力总加成 力量加111 敏捷加158 耐力加174 智力加204 神秘加129 体力上限 加2120 机械清合度正142% 能级 14780 阶位 A A级阶位加成 耐力加成额外加10 所有抗性正8% 最高属性正10% 其余属性正5% 额外获得30点自由属性点 额外获得5点潜能点 你已是一名资深的A级超能者 与你为敌的人 你会他们体验噩梦的滋味 与阵营发展相比 自身的实力反而没石磨瓶颈 如果遇到变态的转直 进阶任务 至少有任务结算卡这条后路 不过目前没有存货 只要经验储备跟得上 自己就能快速变强 这方面 含消不太操心 等级不是唯一的战斗力 这两年里 他还在到处搜集专长 虽然雷纳德的专长还 没有头绪 但含消不远万里 拿回了一个相同类型的 普通专长 初级屑感 总算有了个机械类的专长 终极强刃生命 也触发了数次强化提示 含消估摸着 再服用一些珍稀生物的 基因药剂 就能让这个 专长升级 可惜 母版专长十分少见 这两年拿到的都是普通专长 除了面板属性的变化 而实战方面的改变 更加明显 含消将机械军团 扩充了许多倍 完善强化了各个流派战术 增加了多重天灾级机械装备 家底丰厚 战斗模式越发全面 与两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含消觉得能够同时 吊锤五六个两年前的自己 吃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 西维亚站在门外 老师 找到你了 有机位拥兵想献你 说是有重要情报 两年前 西维亚还是一个 含苞待放的青色少女 现在发育得更好了 身材高挑 前凸后翘 玲珑浮屠 已经是一枚 年轻靓丽的美女 容光焕发 魅力四射 眼眸如灿星 清光流转 灵动活泼 而不是英气 她的职位是 含消的秘书 个人潜力 经过含消的不断开发 终于展露了出来 含消布置的功课 可以让两年前的西维亚 焦头烂额 可对现在的她 来说轻而易举 成长速度 一天比一天快 虽然由于修行时间太短 潜力还莫转化为实力 但她使用含消打造的 特制机械战衣 已经能发挥出 C加的战斗力 面对普通的 B级超能者也能切磋几个回合 慢慢有了前世机械女骑士的风采 含消上下打亮了西维亚一眼 仰了仰眼 这才开口 是谁想见我 这几个人 西维亚拿出资料 含消看了一眼 微微一愣 赫然是狂刀 浩天一群人 含消来到办公室 西维亚把狂刀等人带了过来 众人鱼贯而入 黑星 狂刀等人叫了一声 参差不齐 肉包也在其中 一脸兴奋 随着阵营发展 肉包莫办法跟着黑星到处跑 得知狂刀等人拜访韩消 顿时起了心思 为了节目素材 无所不用其极 抱着浩天的大腿 各种死缠烂打 硬是挤过来凑热闹 一进门就打开了录像 韩消目光扫过众人 随即定格在狂刀身上 夹在阵营领袖的表情管理包 汉首道 好久不见了 我的朋友们 众人文言 纷纷笑了起来 他们曾经都是高玩团的议员 黑星和他们的对话与众不同 他们觉得 这是特殊待遇 你们有什么重要情报要交给我 韩消好奇 玩家无力不起早 八成是 接受了谁的任务 听说这是一份猎杀名单 上面有你 狂刀解释了一遍他们的经历 随后拿出名单 递给韩消 罗纳多 没听过这个名字 猎杀者又是什么事件 韩消皱眉 翻看着名单 其中果然有自己的名字 有人盯上了我 会是什么人 韩消沉吟 名单上的人 唯一的相同点 都是破碎星环各个区域 有名有姓的天灾级强者 有些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他前世就听过 敢对这些人下手 无论猎杀者是什么目的 都能证明 他们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盯上我 是因为我的名气和实力吗 韩消思索 这两年 黑星军团迅速崛起 韩消亲自动手的机会不多 对方将他当作目标 代表也把他当作了破碎星环 有名有姓的厉害人物之一 那个罗纳多 还说了什么吗 狂刀摇头 没了 看来缺乏情报啊 无法证明这份名单的真实性 我会让菲利普 搜集一下名单成员最近的行踪 假设真有这样一群猎杀者 他给的信息太少了 我也不知道 这群人是什么来头 韩消无奈摇头 猎杀强者的类似事件并不少 换句话来说 天灾级强者 相当于宇宙的珍惜资源 数大招风 总会遭到一些 别有用心组织的针对 如今 破碎星环暗流涌动 3.0版本的赤潮 正在缓慢发生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可能出现 不止破碎星环如此 其他星域也是一样 赤色帝国重新开始扩张的影响 辐射到了整个星海 俗话说 天下大势 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三大宇宙籍文明 终于步入和平的疲倦期 就像夫妻间的七年之样 虽然还不至于离婚 但吵架撕逼 已经成了日常 闹玩小情绪 还能床头打架床尾和 但是间接造成的动荡 不会消失 前世 赤潮是一段纷乱的年代 许多原本隐藏在暗中的势力浮出水面 借着乱局浑水摸鱼 把锅甩给赤色帝国 玩家面临的局面 就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乱世 虽然含枭熟悉剧情 但在赤潮中 对强者下手的势力不止一个 有些前世曝光了 有些一直没有被发现 光靠狂刀等人带来的残缺情报 他还无法确定猎杀者的来头 王小了说 可能只是某个野心勃勃的私人势力前的 前世暗星就做过同样的事情 网大了说 可能是超能灾祸或者银色革命军的征兆 都说不准 不过 这份名单至少提醒了 我要注意安全 韩潮暗暗点头 虽然不清楚敌人的身份 但知道有人盯上了自己 可以保持警惕 根据情报 这群神秘猎杀者实力很强 碾压普通的天灾级 很可能有A家的水准 让韩潮稍微有点压力 应该找个时间搞定转职任务 我现在170级到180级的进阶 就是下一次种族升华 大幅度提升实力 就不用担心A家级超能者了 可惜 敌人的情报太少 自己只能被动预防 无法主动出击寻找敌人 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找时间回一趟龙毯 找一锁老头算上一挂 韩潮暗道 这时 众人当中与韩潮好感度最高的狂刀 再次开口 黑星 你知道破碎星环最近的变化吗 他们在罗纳多那里 得知了隐藏信息 认为与下个版本剧情有关 此时好不容易见到阵营领袖 一行人觉得 韩潮既然是任务目标 说不定也知道一部分信息 狂刀想尽量打听相关情报 最近的风波 你指什么 韩潮眉头一挑 罗纳多告诉我们 破碎星环最近乱象频发 说是背后有一个超然的势力 在推波助澜 狂刀旁敲侧击 小心试探 我知道啊 赤色帝国嘛 气氛突然安静 狂刀张了张嘴 浩天脸皮抽动 众人都是一副便秘般的复杂表情 就 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了 虽然得到了答案 但众人都有种古怪的落差感 他们本以为 这是几乎莫人知晓的大秘密 然而才问到第二个人 人家就随口说了出来 庞弗罗纳多极度重视 但不得其解地破碎星环内幕 在黑心口中 只是一个不需要保密的普通事件 过程也太轻松了 狂刀等人不禁怀疑 这个情报到底重不重要了 只有肉包最兴奋 眼神闪闪发亮 1.0版本的时候 黑心就暗示了2.0的异化之灾 现在黑心又暗示了下个版本的信息 一行人只觉韩潇越发高深莫测 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狂刀最早认识韩潇 也不禁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他这个人物 韩潇眼珠一转 画风一转 你们给我的情报确实有价值 我有个任务交给你们 说着他迅速编写了一个福利任务 颁布给玩家 奖励封后 赫然还有免费选取一件装备的奖励 狂刀等人面露惊喜 急忙接受任务 韩潇勉励了几句 顺手提高了五点好感度 他的好感度就相当于商品折扣 接着让西威亚送走了心满意足的狂刀 浩天 肉包一行人 众人离开后 韩潇往后一靠 翘起二郎腿 手指敲打着大腿 一脸沉思 玩家的动向 他一直都在关注 所有玩家都脱离了各自的新手新球 进入星际 而他的黑星军团 绝对是其中最好的引导阵营 远海蓝星的玩家 个个卑微的白白胖胖 第二届职业联赛就快开始 这次华夏俱乐部的表现 他也是颇为期待 大部分玩家都达到了九十级上限 能发挥出更多职业特色 战术多变 会比上一届更加精彩 华夏战队的成绩越好 越能提高阵营吸引力 以后等玩家 到了能够跨星域旅行的阶段 自家的阵营 能一定程度吸引其他区域的玩家 韩潇永远不嫌韭菜多 那些积压的基因药剂 可以大卖一笔 韩潇绽放笑容 榨前了无数星道 仓库里不知道存下了多少药剂 看了一会论坛 韩潇正要起身 准备去机械改装室 陪小可爱们玩耍 西威亚突然推门而入 老师 有一件重要邀请 邀请 科尔顿星团的主宰文明 紫禁文明想要指名雇佣你 星团及文明 韩潇目光一亮 黑星军团的业务范围局限于星系及文明 还没有机会接触星团及文明 韩潇虽然在霸者聚会上得到紫禁文明一名官员的联系方式 但是星团及文明发放的雇佣都是指定人手的 还轮不到黑星军团 现在 终于得到星团及文明的指定雇佣 紫禁文明是科尔顿的掌控者 主动邀请他 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事件 完成一个星团及文明的雇佣 军团履历会大大增色 几年前 韩潇没有与星团及文明接触 是因为实力不足 而如今 他已经有了资格 并且 星团及文明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这两年 韩潇差不多学起了高端知识 需要谋求下一阶段的尖端知识 而星团及文明是获取尖端知识的重要途径 这是个机会 韩潇心神一定 让菲利普把通讯转接过来 顺便加密通话频道 画面一闪 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容 正是在霸者聚会上认识的紫禁文明代表 莱福 黑星 有段时间没限了 莱福主动开口 颇为热络 韩潇与他联络了一番感情 这才谈到正事 你们要指明雇佣我 没错 你的军团口碑良好 是我们的首要人选之一 具体是什么任务 这是一次歼灭行动 目标是一支舰队 他们伪装成旅行者 实际来历不简单 我们准备灭了这支舰队 给他们背后的人一个警告 莱福说的比较模糊 没有说明具体细节 韩潇不由猜测紫禁文明要警告的是什么势力 心念微动 他有了大致的思路 紫禁找佣兵解决这件事 而不是亲自出手 显然不会因为他们没能力 而是因为敌人的身份比较敏感 导致紫禁不想使用官方力量 是克伦特人 韩潇放低语调 紫禁与克伦特看似关系好 实则是表面兄弟 暗中给对方下黑手 前世紫禁就和克伦特撕逼过 莱福笑了一声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话锋一转 自顾自倒 最近破碎星环局势动荡 那些试探的 捣乱的势力越来越过分 必须要用雷霆手段整治一下了 寒潇摸了摸下巴 目光闪动 两年过去 赤潮的影响逐步发酵 很多势力想要浑水摸鱼 许多组织如雨后春笋接连冒头 乱象正在扩散 赤色帝国掀起的波澜 让紫禁文明这种保持中立的文明 烦躁不已 科尔顿星团怪事频发 领土的治安问题 越发严峻 紫禁终于忍无可忍 准备杀鸡锦猴 敲山震虎 怎么样黑星 愿意接受我们的雇佣吗 先谈谈报酬的问题 当然 你想要什么 机械系尖端知识 含消炎简易改 来福文言 面露难色 这恐怕不行 尖端知识很宝贵 上面的人不会同意 我只能给钱 来福顿了毒 突然道 不过 你是龙坦的干部 我们尊敬爱莫斯 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尖端知识也不是不可能 果然没这么容易得到尖端知识 含消早有预料 也不失望 来福的前台词是 这次雇佣是黑星军团的投名状 如果他完成了 以后紫禁就会有更多的雇佣任务找他 做出足够的贡献 紫禁就愿意提供尖端知识 还是要走阵营好感度的路子 尖端知识很珍贵 在这个阶段 才能研究反物质能 优能 含消倒不觉得紫禁的做法有问题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需要尖端知识 紫禁则需要厉害的非官方武装部队 为他们私下里做事 一切都是交易 含消沉思了一会 点头道 好 我可以试试 他好了 来福一笑 等会我给你发一个集结位置 这次雇佣还有其他参与者 任务详细内容也会发给你 行 含消没有意义 这种联合雇佣 他不是第一次做了 集结地点 在在科尔顿的另一个星系 距离加顿很远 含消驾驶着瑞斯达的身体 来到集结的行星 这是一个编号的无人行星 黑光潜伏者来到坐标地点 地面上已经停着不少飞船了 黑压压的人群在这里待命 纷纷抬起头 看向心来的人 飞船降落停问 含消走出舱门 目光随意一扫 只见场中有两人的生命强度达到A级阶位 似乎是两名头领 但不怎么眼熟 各自绿领一拨人 总共是两个势力 加顿星系的黑星 我听说过他 这家伙也来了 他没带那群不死拥兵 在场中人盯着含消 面露差异 议论纷纷 一名紫禁文明的人员走出飞船 来到含消面前 严肃道 欢迎你的到来 黑星 我是本次行动的负责人 密琴锁第四机关 三级外务史 多特尔 你好 含消点了点头 好奇道 来福呢 多特尔脸色一正 来福阁下级别很高 我是他属下的属下 这次行动并不需要他亲自负责 来福在紫禁文明官嫌不低 含消却不知道 这次联合行动的合作者中 只有他受到了来福的亲自邀请 其他合作者接触的只是多特尔 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是因为含消曾经参与过霸者聚会 在来福眼里 黑星是上层圈子的一员 所以他才会亲自过问这一件 不需要他管理的小型行动 表达重视 这次是三方联合的行动 我给你介绍一下 另外两位合作者 多特尔带着含消 挨个介绍另外两个合作势力的首领 这位是杰恩 一名强悍的异能者 别人都叫他海震 这位是加德利 绰号白转炮 与你一样是机械系 他是一名枪械师 两人上下打量含消 李洁信握了握手 杰恩与加德利装备精良 特别是加德利 身上的战斗服 是超纳迷产物 含消一眼就看出 有强大的变形功能 这家伙是个枪械师 说不定把王牌枪械 变形成战斗服 穿在身上 含消没听过两人的名头 让菲利普摆度了一下 发现这两人并非注册佣兵 而是小型私人武装势力 几年前才组建起来 规模挺小 说起来 黑心军团也建立末几年 然而崛起速度及其惊人 完全不可复制 新海中 这种类型的组织数量 仅次于佣兵团 建立原因五花八门 主要能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私军 有自己的组织目标 不接受雇佣 第二种则类似佣兵 但又不像正经的佣兵 接受公开雇佣 他们只接受私下的大订单 或者寻找一个长期合作者 并不属于佣兵行业 对组织成员约束力远高于佣兵团 逼格更高 战争领域 就是这种类型 一般来说 只要组织者有钱有实力 很容易就能拉起一支私人武装 首领的实力 是私人武装的天花板 天灾级建立的武装势力 才有雄聚一方的资格 杰恩宇佳得力 就是这种势力 他们主要在比较遥远的星系活动 名头莫传到韩潇耳中 反而他们都听过韩潇的名字 高下立判 这时 杰恩突然开口 语气疑惑 你是一个人来的 我一个人就够了 韩潇笑了笑 因为是突发任务 他没有浪费时间召集人手 杰恩宇佳得力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暗喜之色 他们是新兴势力 这次联合行动 是接触紫金文明的好机会 在两人眼里 这还是一场竞争 争取与紫金文明 长期合作的机会 彼此是竞争者 所以 必须要表现亮眼 原本看见黑星的时候 两人心里咯噔了一下 如果黑星戴上麾下的不灭军团 他们两人没有丝毫竞争力 但黑星独自前来 他们不由松了一口气 觉得有表现的机会了 介绍了一遍 互相都认识了 多特尔拿出星图 讲解行动步骤 我们正位于千光星系第三星区 目标则在第七星区 按照对方的移动轨迹 我们可以在第九星区 截住目标 我们有三名天灾级超能者 以及44艘战舰 目标有65艘战舰 但其中一部分是 用来伪装的民用飞船 所以 敌人的实际战斗力会更低 而对方的人员战力 则不清楚 他们从荒无宇宙 带进入科尔顿星团 没有接受身份检查 迄今为止 还莫停靠补给 众人点了点头 紫禁文明的情报网 覆盖全星团 他们只需要满过去就完事了 这边有三个天灾级 敌人区区20艘战舰的兵力优势 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一支小规模舰队 含笑眉头一挑 他本以为会是高难度任务 原来只是清除一波杂鱼 这点小事 竟然请动鸡鸣天灾出手 他觉得紫禁文明的主要目标 可能是筛选一些新生的私人武装势力 进行合作 叮 面板弹出新提示 你触发任务 紫禁文明的警告 含笑随意扫了一眼 直接掠过经验奖励 百多万一那儿的酬劳 对如今的自己来说 只是小意思 唯一能让他觉得有价值的奖励 是紫禁文明的阵营贡献度 奖励三百三十点 越高级的阵营 好感度就越难刷 不过因为含笑的一堆新系传说度头衔 目前紫禁文明的关系 倒不是初始的冷淡 而是中立 初始四百五十点阵营好感 想要尖端之时 刷阵营好感 是可行性最高的途径 这时多特尔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还有一件事 管辖千光星系的星系级文明 在一段时间前 向我们紫禁申请援助 他们一名顶级战力失踪了 请求我们帮忙寻找 失踪者叫做科尔尼德 绰号身子术士 这是他的长相 如果你们偶然发现线索 记得告诉我 含笑一愣 觉得有点耳熟 科尔尼德 好像是猎杀名单的名字啊 心里一动 含笑暗暗记住这件事 千光星系 第九星区 联合行动的目标 伪装成星际旅行者的舰队 正在宇宙坚缓缓行驶着 主舰的指挥室中 舰长布莱特正在记录着数据 航行日志K003015 进入科尔顿星团 已经134天 目前一切正常 正在进行第六次的情报采集 目前的侦查区域 为千光星系 文明发展 殖民新生态 驻军情况等数据 已经打包传输完毕 下一站准备前往科尔顿星团的核心区域白顶星系 探查紫金文明的情报 航行日志发送出去之后 系统进行彻底的数据销毁 布莱特揉了揉眼睛 缓解疲劳 警报 警报 不明舰队正在逼近 就在这时 房间灯光变成刺眼的红色 飞船智能的警报响起 立马让布莱特回过神来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雷达屏幕之前 只见一支陌生舰队 直奔他们而来 即将进入视野范围 向对方发送信息 询问对方身份 说我们只是星际旅行者 布莱特大喝 然而发出的消息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应 很快 袭击的舰队出现 二话不说 朝着布莱特的舰队开火 战斗轰然爆发 敌人不是星道 我们被盯上了 布莱特脸色一沉 他经验丰富 一下便明白 这次凶多吉少 布莱特当机立断 一边喊着反击 一边录下影像传回组织 让总不知道 敌人是谁 这支前来袭击的舰队 正是韩潇一行人 杰恩宇家得力指挥舰队 与敌人厮杀 各色光芒闪耀 黑光潜伏者在一旁滑水 驾驶舱内 韩潇注视着战场 瞇了瞇眼 虽然敌人没视魔危险 不过倒是个试验机会 测试一下我的新武器 说着 韩潇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 来到仓夫的投射口 狂元机甲附身 直接跳进了宇宙空间 机甲隔绝了宇宙环境 韩潇的体型与战舰相比 就像蚂蚁与大象的区别 但下一刻 卸力闪电亮起 无数机械构建 从狂元机甲内部延展开来 一颗磕压缩球展开 眨眼间 一个三四十米高的巨兵机甲 赫然成型 体型部署于小型突击舰 庞大的能量波动 让交战双方为之侧目 惊讶之色浮上脸颊 巨兵 破剑者 三代改良版 两年里 韩潇补足了高端之时 终于反推出了飞船的图纸 学会了制造战舰 基于这种技术 他改良了凯洛书给他的破剑者图纸 强化了两次 更新了多重技术 比起初代 第三代破剑者的外观美化了许多 从统式身材 变成了人的形状 四肢健全 还有个头部 聚兵机甲 是专门用于星际战斗的机械武装 性能极其强悍 还有韩潇的泄力加成 威力十分恐怖 除了虚拟入侵 韩潇有了更生猛的星际作战手段 三代破剑者体内的驾驶舱 韩潇完成了神经链接 巨人般的机甲 如必指使 一点点的精神附和对他这个极数的强者 来说 不值一提 韩潇不禁有些怀念 真是好久没有驾驶大型机甲了 不知道生疏了没有 布莱特猛地瞪大眼睛 语调都破音了 是聚兵机甲 急火打爆他 每一个合格的指挥官都清楚 聚兵在星际战的威慑力 比起笨重的飞船战舰 聚兵机甲的灵活程度 是一支舰队的噩梦 一旦星际战斗中出现聚兵 必然会成为急火的对象 无数光炮暂射过来 在视野中迅速扩大 韩潇脸上浮现战役 念头一动 三代破剑者的三维机动体系激活 动若脱兔 反向冲入檀木 惊险躲开一发发光炮 高级能量护盾挡住灵星的榴弹 韩大技师的驾驶技术经过无数次实战磨练 只有聚兵机甲 才能让他展现真正的技术 庞大的机身犹如鬼魅般移动 迅速逼近敌方舰队 这时 三代破剑者后背 伸展出两个巨大连装炮管 搭在两边肩膀上 射出一束束粗大的炽热能量炮 引起一艘艘敌舰护盾的震动 紧接着 四个巨型浮游 护卫出现 环绕在三代破剑者身边 进行防守与反击 韩潇寄出聚兵机甲的瞬间 整个战场的焦点 就来到了他身上 辗转腾挪间 三代破剑者 终于接近边缘一艘敌舰 飞船护盾将它挡在外面 就在这时 三代破剑者身边的空间 发生了视觉上的扭曲 韩潇启动了反护盾向位冲销波段 面前这艘敌舰的护盾 突然变得暗淡 闪烁不定 防御力大减 这两年 韩潇可没有虚度时光 花了大量 经验赌图纸 造出了无数好东西 三代破剑者身上 凝聚了许多技术精华 下一刻 三代破剑者 一手甩出热熔炼锯刀 斜斜一批 就像切豆腐一样 将面前的敌剑切成了两半 断口泛着炽热的红光 时间彷復凝固了一瞬 下一瞬间 变成两半的敌剑爆炸 炸成了一团烟花 如果不是真空环境 爆炸的动静肯定震耳欲聋 火光刺眼 杰恩与加德利忍不住脸皮一抽 这还竞争个屁啊 风头还是被黑星抢过去了 他们的表现 怎么可能比这一身巨兵机甲耀眼 黑星不带任何部队 还真是一个人就够了 这一身巨兵要花多少钱啊 杰恩难难道 加德利羡慕得咬牙切齿 极度使他面目全非 有钱真好 歼灭战没有任何悬念 以布莱特的部队被全灭告终 炮火交错的战场变得死寂一片 金属垃圾到处漂浮 韩潇配合杰恩与加德利的部队 驾驶三代破剑者在敌剑群之中砍瓜切菜 敌方舰队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他现在有两个星际作战手段 虚拟入侵时骚操作 而驾驶聚兵则简单粗暴 就这磨点杂鱼 哪还需要侵入阵膜麻烦 直接一刀刀劈了最爽快 韩潇前世 好歹见识过成千上万艘战舰队轰的场面 甚至还亲自参战 比起那种大规模星战的炮火密度 这次的小规模作战完全给不了他压力 他操控机甲闪躲起来 莫觉得有什么难度 三代破剑者的性能也是一个原因 韩潇耗费了许多心血 完善这一套聚兵机甲的图纸 不知道搭载了多少功能载舰 在这种小型星战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打造三代破剑者 足足花费了350多万一纳尔 这比一些高级型号的小型战舰 都要昂贵多了 放在两年前 这笔钱能让他略微肉疼 不过现在嘛 顶多是中等一纳 黑心军团的吸睛能力 甚至可以吊打龙毯 韩潇依稀记得 上次检查账户余额的时候 流动资金好像还剩八千多万 固定资产则是该数字的几倍 虽说这份家底远远比不上商业财团 但也是年轻有为的韭菜学者 恶不对 是势力领袖 本来杰恩与加德利的部队 才是主攻手 韩潇一参战 立马抢走了他们的位置 主宰了战局 他们只能帮助韩潇牵制敌人 全程围观下来 他们对韩潇操纵聚兵的风格 有了深刻的印象 概括起来就是 风骚 奢华 调皮 三代破剑者也有些微的损伤 短短的战斗就烧掉了大量燃料 韩潇收回三代破剑者 回到瑞斯达体内 与杰恩与加德利两人会合 三人默契离开作案现场 前往最近的一颗无人行星进行修整 你们签得很好 多特尔联系三人 赞赏了一番 酬劳转到众人账户 韩潇的任务随之完成 紫禁文明的阵营好感略微上升 各位心里应该都有猜测 是的 这是一次简单的测试 我们准备选拔一些可靠的非官方武装进行合作 你们都展示了自身的实力 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 杰恩与加德利顿时一喜 他们以为风头都被黑心给出了 合作机会轮不到他们 此时倒是惊喜了起来 多特尔向激人解释 近两年破碎星环的乱象 诸位都深有体会 未来局势会更加复杂险恶 我们正在暗中大肆扩张武装力量 寻求更多像你们一样的合作者 一起暗中维护科尔顿星团的安全 具体细节我不能告诉你们 但是可以透露一点消息 上面的人正准备组建一个崭新的秘密势力 你们都是候选者 组建秘密势力 韩潇登时来了精神 他知道这是哪一块剧情了 在3.0赤潮 由于群魔乱舞 暴团成了一种风气 不止紫金文明 不少星团级文明 为了守护领土治安 暗中网络领土里的武装势力 组建守护者般的秘密机构 像是3.0版本的破碎星环 佣兵联合集团 就是雇佣兵报团的产物 这些报团联合势力 正是前世玩家可以选择的3.0阵营 选项很多 韩潇记得紫金文明组建的机构 代号叫做零号机关 寓意为紫金文明隐藏的机关部门 成员都是来自科尔顿各个星系的强者与组织 接受紫金军团的长期雇佣 成为合作势力 获得资源扶持 换言之 杰恩和加德利 以后是自己的队友 这种好事 韩潇不会拒绝 且不论尖端知识 还要着落在紫金文明头上 单单是成为零号机关的一员 本身就有好处 正是与新团级文明搭上线的机会 长期刷阵营关系 前世 玩家进入3.0版本 这些联合势力 早就组建完毕了 玩家看到的 是已经成型的结果 而此时摆在韩潇面前 却是联合势力早期筹备的雏形阶段 无疑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甚至 不用他毛遂自荐 紫金文明就看上了他 如今的地位 离不开他的苦心经营 与玩家的甘利 若是能够成为零号机关的主力 等于在破碎新环打响名气 名气与地位会大幅上涨 成为科尔顿星团的一流势力 这是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捷径 如果酬劳到位 我很乐意 韩潇达道 杰恩与加德利也回过神来 纷纷回应 表示自己很乐意加入紫金文明 即将组建的秘密机构 酬劳不会让你们失望 目前组织还在选拔中 等到正式成立 我们会有大量任务 多特尔说道 紫金文明此举相当于世界征兵 本来 紫金文明也有一些固定的合作势力 可近两年 克伦特很不安分 紫金文明已经预感到 他们和克伦特帝帮的冲突将愈演愈烈 很大几率会爆发一场秘密战争 所谓的秘密战争 就是官方的军队不停喊着你过来 可就是死活不开战 暗中则动用合作者互相厮杀 减出对方的羽翼 这是和平条约制约下的撕逼方式 打生打死的都是合作势力 当然 新团集文明深谙 要想马儿跑 必须让马儿吃草的道理 出手很慷慨 给合作势力极大限度的资源扶持 可以说 只要能熬过秘密战争 充当棋子的合作势力 就能摇身一变 亦飞冲天 韩肖明白紫金文明的想法 想要往高处发展 不承受风险是不可能的 他虽然有了不错的势力 但膨胀是不可能膨胀的 韩肖懂得随时摆正自己的地位 除非爱莫斯成为紫金的合作者 否则自己面对新团集文明筹码还不够多 并没有达到 能和紫金文明讨价还价的地步 紫金文明不至于哭着喊着求他加入 反而对自己来说 这是一个发展机会 本质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只要酬劳足够 他不介意为紫金文明而战 现在不是以前实力不够的时候 若小时从心 如今有了实力 可以大胆进去了 不像杰恩与加德利一脸喜悦 韩肖已经习惯性 开始推演自己的选择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秘密战争啊 韩肖摸了摸下巴 这倒是3.0版本的主要剧情之一 如果忽略赤潮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其实3.0版本的主题概括起来 那就是乱斗 各个联合势力互掐 零号机关将会与克伦特地帮的众多合作者交手 肯定绕不开战争领域 只要霸着不出手 一切都好说 他一点也不怕其他的肌肉棒子 护刚还莫怕过同级的对手 咻 正在这时 天际忽然传来飞船驶过的声音 韩肖与其他人停下交流 抬头望去 只见一艘小巧精致的单人飞船 不知何时来到了这颗星球 偶然路过采集资源的吗 杰恩说道 不清楚 加德里摇头 单人飞船舱门打开 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女人 悬浮在半空 脸上戴着银白色猫面具 俯视地面上的一行人 目光冷清淡然 你是什么人 加德里赫问 望着这名不速之客 感受到白衣女人体内强大的气力波动 他忍不住心生警惕 这是一名天灾级强者 沙纳不理他 目光扫了一圈 定格在韩肖身上 淡淡问道 黑星 韩肖眯了眯眼 没有回答 他隐隐觉得 来者不善 不回答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逃不了 沙纳扫了一眼 自言自语道 三个天灾 有点难度 咔咔咔 下一刻 沙纳直接动手 从他现身到出手 全程还不到十秒 简直雷厉风行 目中无人 他伸手一握 停在地表的几十艘飞船 其中一半瞬间崩解成金属碎片 发生剧烈的爆炸 无数碎片化作金属风暴 只一瞬间 就将杰恩与加德利的一部分下属化作肉末 加德利大怒 身上的战斗符 如同水波般流动 那米粒子汇聚到手中 化作一柄体型惊人的巨型枪械 几十个炮管朝着沙纳同时开火 瞬间爆发力极强 打出去的光炮赤裂无比 全都融入了他的泄力 咚咚咚 突如其来的激战瞬间发生 沙纳手指一挑 深周浮现无形的磁场罩 防御力极强 爆炸的火光遮掩了他的身体 然而全都被磁场罩阻隔在外 毫发无伤 紧接着沙纳五指一握 碰 加德利手中的巨炮 瞬间扁了下去 猛然崩碎开来 变成满地的那米粒子 宛如一滩沙子 金属操控和磁场操控 韩潇脸色灯石一凝 这个不速之客 显然冲自己来的 能力十分克制机械师 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这场袭击来得毫无预兆 他猛然见灵光一闪 想到了那份猎杀名单 不会吧 难道这么巧 韩潇讶异 他疑惑的是 这个敌人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自己独自行动 能泄露情报的 除了紫金文明 就只有杰恩与加德利两个队友 不对 还有一个可能 韩潇猛地想起 刚才歼灭的舰队 被消灭前 肯定把情报传了回去 莫非 这群猎杀者 与克伦特有关 呼呼 巨大的金属碎块 朝着自己呼啸撞来 眼下不是思考的时候 韩潇正想使用狂元 却想到对方的异能 眉头一皱 只好打消动用机甲的想法 凭借自身属性闪躲 远远跳开 金属碎块砰的一声 在原地砸出大坑 碎石四箭 沙娜单挑所有人 一心多用 不过轻松点了几下手指 就破坏掉了加德利身上的武装 一甩手 直接把加德利崩飞了老远 杰恩见状大惊失色 这个不速之客的战斗力 超出他的预料 韩潇有些头疼 面对这样的对手 机械系必然束手束脚 他的很多手段 都会被对方举手投足 兼化解 大比大比亏钱 这是迄今为止 遇到过能力最克制他的敌人 操控金属是机械系的克星 这个女人的能力强度 恐怕有A加的水准 这样下去 情况可不太妙啊 任何职业 都会遇到自己的克星 异能系最为特殊 可能被其他四个体系克制 也可能克制其他四系 一切都是因为 异能觉醒的随机性 在五大超能体系之中 异能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 战斗力取决于 各自不同的异能 职业之时数 也是万金油势的结构 增加异能强度 操控力 能力范围 使用方式等等 优势很明显 异能在单一方面 可以大放一彩 而弱点也同样明显 缺乏其他方面的能力 能力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例如瞬移 短板自然是防御力 例如高速再生 甚至不死 显然没石膜战斗力 例如预言 这个就不用鞭尸了 当然 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异能 但也说明异能的优缺点突出 对于玩家来说 得到一个特殊的异能 游戏乐趣当然大幅度增加 课金购买异能基因觉醒剂的 土豪数不胜数 除了那些欧皇以外 一些非洲酋长土豪 为了得到一个心仪的异能 不停换星号 使用基因觉醒剂 直到成功为止 职业联赛的团战中 合理配置人员 针对对手的异能者 这也是一个战术重点 磁场金属操控的异能者 面对武道戏 魔法戏 自然神涌不起来 但恰好是机械系的克星 韩潇说 不但疼是不可能的 虽然身为机械师 自己也有磁属性的气力 然而语爵醒了异能基因的敌人相比 在磁场操控方面的能力强度 天差地远 磁力的用途 更多是增强机械 磁场操控只是附带能力 顶多阻碍对方的异能 想要完全中和对方的磁场 必须要借助特殊的机械 适才交手的瞬间 韩潇看了战斗信息 知道对方叫做沙纳 等级竟然是问号 要知道 他现在已经170级 沙纳即使不是A加 那也差不远了 能力强度的巨大差异 很难弥补 瑞斯达 你先远离战场 韩潇闪避着金属碎块的撞击 朝着瑞斯达下令 要是黑光潜伏者被拆了 他可就亏大了 黑光潜伏者迅速升空 就要加速离开战场 沙纳见状 不以为意 伸手遥遥对准 黑光潜伏者 就要猛地握拳 准备像捏碎其他飞船一样 对付韩潇的坐驾 碰 就在下一瞬间 一道白色的人影撞来 犹如流星 拖着闪电般的尾焰 突破阴障 扩散冲击波 狠狠撞在沙纳的磁场护照上 无形的磁场照凹了下去 彭扶具备弹性一样 将白色人影弹飞出去 沙纳没有受伤 但被反作用力崩飞了一小段距离 他迅速操控身上的金属 让自己在空中稳住身形 面无表情 低头俯视白色人影 只见含潇 换上了一身古白色的机甲 正式退居 二线的虚龙机甲 这人的异能克制我 只能拿出非金属材料的武器 银笛 含销暗道 虚龙机甲的金属含量很小 虽然属性已经跟不上天灾级的战斗 但至少没有狂元纳魔兽克制 勉强能用 它的大部分机械都使用合金材质 非金属机械可能只占总数的10%左右 很多机械对材料的性质 有着严格的要求 能替代各式合金的高密度非金属材料 比较难以合成 根据材料的不同 机械的属性也会有波动 在遇到金属操控的敌人之前 合金的性价比自然是最高的 如果不用星际级的合金材料 碳奈米管倒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 自己上一个对手是灰烬 即使要打造针对的机械 那也是战斗结束之后的事 此时韩潇的军团流 以及大量主战机械 自然无法使用 除非它不顾损失 在他看来 此时的局面远远没到那个地步 先试探一下它的极限 韩潇眯起眼睛 趁着沙纳被纠缠的空隙 瑞斯达一个加速 成功撤离战场 免出了被拆成废铁的命运 剩下的所有飞船 全被沙纳捏爆成碎片 组成金属风暴 横扫过来 除了韩潇三明天灾 其他人全部死绝 毫无还手之力 一些穿着金属战斗服的C级战士 直接享受了杀暴送葬的待遇 羞羞羞 韩潇穿梭在金属风暴间 灵活躲避 掌心炮朝着沙纳连连开火 一束束虚空喷射 打不穿沙纳的磁场罩 防御力惊人 就在这时 旁边的杰恩一咬牙 爆和出声 哼 他的上衣崩碎 露出肌肉囚结的身躯 身体呈现高频率的微小震动 周遭的空气发出震动之声 震动之力传入脚下的大地 地面均裂的面积迅速扩大 紧接着 杰恩摇摇一掌拍 向半空中的沙纳 动 一团无形的巨大震动波直奔沙纳而去 锁过之处 空气扭曲波动 勾勒出一个椭圆形的轮廓 声势惊人 沙纳眉头微醋 空中横移 迅速躲开 全场只有杰恩不受克制 寒潇看了过去 只见杰恩光着上身 胸毛凛凛 抖得张扬洒脱 好一口昂藏大汗糊心毛 就在这时 面板突然弹出一个突发任务 你触发隐藏A 即连环任务 猎物 人物简介 你被一个可怕的组织视作猎物 他们将一次次捕猎你 直到成功 不要抱着逃跑的希望 他们的来头超乎你的想象 你别无选择 尽力挣扎吧 以战养战 或许你还有一丝希望 第一环 击退沙纳 奖励 3700W经验 抽取沙纳一项技能或专长 可怕的组织 有意思 韩潇看到任务介绍 心里一动 他记得前世的剧情 不过沙纳似乎没能与记忆里 任何势力对号入座 看来有可能是前世 玩家莫接触过的隐秘势力 他们的猎杀目标 都是大名鼎鼎的A级 确实很难与玩家发生交集 念头一闪而过 眼下还在战斗之中 三人围攻沙纳 杰恩与加德利 都是天灾籍 不需要言语 就能默契配合韩潇 既然有帮手 韩潇自然不用白不用 他承担起正面作战的职责 顶着金属风暴 一次次攻击沙纳的磁场照 杰恩在旁担任主攻守 他的震动攻击 威胁不星号星号星号的沙纳连连闪躲 至于加德利 他被打飞后 莫在靠近 跑到几十公里外 枪械式的强项是远程 在远处疯狂输出 几十公里的射程 对A级枪械式来说不算什么 命中率依然精准 只要威力不衰减 他还能射得更远 他的绰号白转炮 正是说明他的攻击频率 连绵不断的远程攻击 让沙纳颇为难受 他有心去针对加德利 但却被韩潇牵制住了 轰轰轰 机缘混战成一团 天灾级的攻击 威力强悍 大地军裂 爆炸连连 双方僵持住了 沙纳有些烦躁 被韩潇三人打爆的布莱特 其实是依附于战争领域的 一个情报组织的成员 背后得到克伦特的授意 来科尔顿侦查情报 恰好 沙纳所在的势力 与克伦特有特殊的关系 在捕捉完克尔尼德之后 他恰好 就在这片区域 布莱特遇袭后 所在的情报组织 通知附近的沙纳 其实是为了求援 然而沙纳来迟了 但因此 发现了黑星的踪迹 于是转换目标 直接朝着黑星下手 在他看来 黑星是自己送上门 让他不用专门跑去 加顿星系对付他 沙纳抱着十拿九稳的信心 前来对付黑星 没想到自己陷入了苦战 布莱特的情报中 并没有杰恩与加德利的信息 因为寒潇操纵三代破剑者 迅速解决了舰队 这两人无奈之下没有出手 现在却成了意外的援兵 游戏结束了 沙纳不想再浪费时间 冷冷一鹤 突然双手朝向地表 全力催动一能 隆隆隆 大地猛地震动起来 下一刻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方圆几十公里内 轰然他陷一个个地洞 近百条金属威力组成的巨蛇 破开地面 足足有十多米粗 长度更是没有尽头 大地瞬间千疮百孔 地龙翻身 下一秒 上百条金属巨蛇 腾空而起 轰然撞向三人 引动行星磁场 使用地底的金属元素 真是可怕的能力强度 寒霄灯时感到棘手 磁场金属操控异能者 肯定需要金属才能发挥实力 如果只有那些飞船碎片 沙纳的威胁力并不高 然而 他的能力强度 足以引动星球磁场 相当于整个行星 都是沙纳的武器库 这是当之无愧的真天才 加德利双目圆凳 急忙想要拉开距离 然而被两条金属巨蛇碾上 金属巨蛇一口 将加德利吞了进去 紧接着两条巨蛇融合 变成一个直径数百米的金属球体 重重砸在地上 咔咔咔 球体不断挤压内部 提高密度 将加德利困在里面 这是沙纳屡试不爽的招式 捷恩剑状大吉 双拳猛砸地面 显然是用了什么技能 一圈振动冲击 波阔散而出 哄 振动频率 引发了硬力的连锁反应 大地的振动幅度 猛然间暴涨 恐怖的地震席席卷这片区域 犹如天崩地裂 无数金属巨蛇 直接被震碎成漫天的铁砂 这一击的动静极大 更远处 地面出现巨大的裂骨 彭扶星球张开了大嘴 砰 振动波击中困住加德利的金属球体 下一刻球体被震成碎块 加德利急忙脱困而出 灰头土脸 韩肖为之侧目 捷恩的破坏力让他惊了一下 海震 绰号名副其实 能到A级的异能者 几乎没一个弱者 要知道 异能潜力达不到A级 个人实力绝对到不了A级 砰砰砰 沙纳与杰恩两人 彻底放开了火力 战场不断转移 数百公里的区域 变得一片狼藉 塌陷无数 巨蛇穿行 彭扶一场灾难 韩肖宇家德利 在旁掠阵 然而 动静虽然惊人 可沙纳毕竟悬浮在空中 地震对她几乎没石膜影响 她占据绝对的上风 瞥了一眼四处躲避的寒霄 沙纳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摇了摇头 虽然黑星才是名单上的目标 但几乎没有存在感 表现比杰恩差远了 反而杰恩更有资格成为猎杀目标 沙纳有些失望 传言说黑星很厉害 她感觉也不过如此 名不负实 转念一想 自己克制黑星 黑星没有还手之力 也是正常的 要是没有这两个援兵 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沙纳促眉 只要搞定杰恩和加德利 黑星便手到擎来 不过她有了新的想法 杰恩的实力很不错 迟早能成为名单的一员 干脆就在这里 把黑星与杰恩一起抓了 至于那个枪械师 她觉得实力一般 没有捕捉的价值 就在这时 杰恩的防守暴露了一丝缝隙 沙纳敏锐 抓住机会 金属巨蛇直接裹住杰恩 变成球体 杰恩在里面不断震动 想要打碎牢笼 然而 沙纳把大部分精力 都放在了她的身上 操控数十条金属巨蛇 争先孔后重叠在球体上 巨大的球体不断缩小 密度不断上升 抗震能力暴涨 内部的震动幅度越来越小 杰恩挣扎不动了 解决了 沙纳眼神一亮 控制住杰恩 在她看来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黑星没了强缘 随手就能捉住 沙纳转头 视线穿过漫天灰尘 钉在寒霄身上 淡淡道 你的帮手没了 接下来 轮到你了 寒霄骤然停了下来 与沙纳摇摇对立 正当沙纳以为 寒霄放弃抵抗的时候 寒霄突然笑了起来 你说的没错 到我了 嗡 下一秒 高空传来连绵不断的轰鸣声 沙纳猛然抬头 五十颗星辰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从她的头顶坠落 这些星辰 全都是神威之眼的轨道打击炮 一束能量炮的直径 差不多有七八米 沙纳瞳孔皱缩 她只来得及凝聚磁场照 下一瞬间 五十发位新能量炮 轰然落下 轰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席卷四方 连绵不绝的裂风冲击波 将周围一切全部吹飞出去 迦得力被震飞老远 包裹捷恩的金属锯球 直接凌空飞射 深深嵌入十多公里外一座山脉之中 耀眼的火焰蘑菇云 冲天而起 视野白茫茫一片 几乎什么都看不现 无数石块化为灰烬 金属锯蛇直接融化成铁水 这一幕 犹如毁天灭地 即使在外层空间 也能看见星球地表 升起了一朵赤红色的蘑菇 韩潇看似一直在划水 实际上 他在指挥脱离战局的瑞斯达 在外层空间 投放仓库里的武师门神威之眼 天机卫星炮 一轮轨道打击骑射 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敌人展现了强悍的控制技能 自己光是能扛 也很难击退对方 强悍的火力才能奠定胜局 韩潇双手插腰 默然一笑 真以为我拿你莫办法吗 战略之源流了解一下 我为流氓代言 战略之源流 以强大的场外火力著称 韩潇特别青睐这种流氓打法 两年的时间 他补足了卫星轨道炮的数量 时刻放在黑光潜伏者的仓库里 可谓是居家旅行 杀人越货 必备武器 炽热的蘑菇云还在 不断膨胀生腾 声势惊人 地面炸出了一个天坑 韩潇没有耽搁 机甲的推进器猛的一喷 他一马荡先 冲进爆炸区域 直奔天坑底部 战斗信息提示了这一轮骑射造成的伤害 沙娜不断加固磁场照 抵消了大量伤害 再加上他的装备 防御力与个人抗性 这一下还不足以重创他 而且几十门轨道打击骑射 攻击力自然不够凝聚 浪费了许多威力 这一击的最大作用 是短暂逆转了局势 打断了对方掌控的局面 韩潇不准备给沙娜喘息之机 立即追击进去 直线沙娜与他的护照 被轰进了土里 天坑底部 露出半球形的磁场照 在漫天火焰与灰尘中 十分显眼 哄 就在这时 沙娜猛地抬起头 面具已经炸碎 露出一张表情扭曲的脸蛋 一缕鲜血顺着额头流下 眼中满是杀意 似乎早已料到 韩潇会追击过来 手掌按在地面 韩潇的下方地面 轰然喷出一道金属威力喷泉 抓向韩潇 A级超能者战斗经验都很丰富 在遭到轨道打击的瞬间 沙娜就猜到韩潇接下来的行动 抵抗攻击的时候 顺便布置了一个陷阱 将金属威力凝聚到周围的地底 就是为了抓住像苍蝇一样 飞来飞去的黑星 然而下一刻 韩潇的身影突然消失不现 呼 不到一米的背后 忽然传来一阵风声 敏锐的感知告诉他 此场照理 已经多了一个人 种族天赋 高等虚空穿梭 他怎么突破磁场护盾进来的 沙娜脸色大变 来不及回头 后脑勺就被一只包裹在 古白色机甲中的大手抓住 无法抵御的力道爆发 砰的一声 他直接被面朝下摁在土里 下一秒 虚空能量的 灰光从虚龙机甲内部溢出 汹涌奔腾 汇聚到手臂上 满功率的虚空喷射 轰轰轰 虚空喷射可以无视冷却连续攻击 代价是 能量消耗不断递增 含消没有半点手软 几乎打光了虚龙机甲剩余的所有能量 在第一发的时候 他就启动了机甲内的注射模块 注射了一支基因药剂 两年来 他抓了不计其数的心道 私人监狱已经改名成心道的温暖小屋 他搜集了大量基因药剂 能适应任何状况 这一支药剂赋予的临时人物能力 使连击更容易造成晕眩 连环的虚空喷射 直接触发了这个效果 沙纳进入晕眩状态 大脑一片混沌 毫无反抗之力 所以只能乖乖承受 寒消狂风咒语般的进攻 任其失为 被炸得浑身颤动不止 最后一发射完 沙纳依旧处于晕眩状态 无法动用能力 寒消二话不说 直接换上狂源 进入电闪雷鸣的狂暴过载状态 手臂高举 刺眼的闪电能量汇聚双拳 下一瞬 双拳猛然砸下 砰 猪网般的闪电炸开 天坑底部再度布满军裂痕迹 爆发出轰然巨响 这一击寒消全力以赴 狂源的威能爆破 自身的基因解放 再加上沙纳晕眩状态下 偶然触发的暴击 足足十几倍的伤害倍数 杀伤力极其恐怖 咔嚓 饶势撞击声震耳欲聋 寒消也清楚听见 身下的沙纳传来骨头断折的声音 寒消一脸冷静 毫不手段 抓起沙纳的脖子 脚下踩了个弓布 猛的扭伸 犹如投射垒球一般 一个甩手将沙纳置了出去 脱手的一沙纳 空气都炸开了一圈 环形冲击波 狂暴投掷 呼 沙纳犹如炮弹般 笔直飞了出去 瞬间飞出了 蘑菇云的笼罩区域 距离越拉越远 几乎消失在视野之中 然而 这一套连招还没有结束 沙纳飞出老远 即将从晕眩状态中恢复 这时 天际又亮起了数十颗星光 第二轮轨道骑射 轰隆 第二朵蘑菇云 冉冉升起 冲击波如期而至 韩潇双腿机甲纳米变形 化作一片地基 牢牢稳固身体 没有被先飞出去 韩潇一甩手 脚边出现一柄方形 巨大枪线 旁扶一个大盒子 足足有两米高 盒子顶端 有密密麻麻 二十多个喷口 这是一个爆弹喷射器 它单肩扛起来 朝着远处第二朵蘑菇云的中心区域开炮 通通通 密密麻麻的特制流导弹 拖着尾燕从盒子里射出 划过抛物线 跨越长长的距离 集中目标地点 爆发接连不断的剧烈爆炸 发射的流导弹 全是小当量 河流弹与空间扭曲炸弹 迅速打空了弹霞 远处 加德利好不容易 把杰恩从金鼠球里救了出来 两人看着这一幕 齐齐咽了一口唾沫 太凶残了 简直是蹂躏啊 弹霞打空 这一套连招 打出了成敦的输出 然而依然没有跳出击杀提示 证明沙纳还活着 近乎A家的超能者 抗击打能力也很强悍 韩霄再度换上虚荣 消耗气力 恢复机甲一部分能量 他正要趁胜追击 这时 沙纳的身影 猛地冲出蘑菇云 腾空而起 高速冲向天际 所有金属锯蛇紧随其后 融合在一起 犹如拔地而起的孤风 他要逃 不对 他是要去拆掉我的卫星轨道炮 韩霄眼神一凝 启动喷射器 追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直奔外层空间而去 该死的 沙纳瞥了一眼下方追击的韩霄 咬牙切齿 他承受了一套爆发连招 晕眩状态遭到的伤害最大 此时受伤颇重 左臂软绵绵搭拉着 臂骨已经碎成了抽象派艺术品 左腿也成不正常的扭曲 左半边身子被韩霄摧残严重 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剩肌跟肋骨是连着的 胸背火辣辣的疼 状态急拆 已经很久很久 他没有受过这种重伤了 此刻又惊又怒 惊的是 黑心突然爆发的火力 怒的是 自己竟然受到了重创 要是艾雷特在这里 沙纳不可避免想起了自己那个法师搭档 安安后悔自己的单独行动 这次真是拖大了 虽然身受重创 沙纳愤怒之下 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 他准备去外层空间 把黑心的火力支援全部拆除 这样一来 战斗还有得打 在韩霄的视野中 地表飞速缩小 两人一路冲向高空 他操控所有神威之眼 瞄准沙纳 轮流射击 想要阻击他的飞行速度 然而 沙纳有了防范 飞行轨迹没有规律 从不走直线 同时还用庞大的金属巨蛇做盾牌 一发发轨道能量炮 全被他挡下 或者闪开 看样子拦不住他 韩霄冷静判断 一点也不犹豫 启动所有卫星炮的回收系统 神威之眼接连飞回黑光潜伏者仓库 他准备 让瑞斯达带着武器 再次脱离战场 以黑光潜伏者的机动性 沙纳是束手无策的 两人终于逼近大气圈边缘 眼前是漆黑的宇宙环境 黑光潜伏者 已经回收了所有卫星炮 正在起步远离这颗星球 沙纳咬牙 勉强抬起右臂 就要催动一能 寒霄的高等虚空穿梭 还没冷却好 正准备给沙纳 再来一发虚空喷射 突然间 一道带着弧度的光炮 从地表射来 精准命中沙纳 这次他毫无准备 被崩飞出去 在天上翻滚 地面上 加德利双手 操作着一门超巨型轨道狙击炮 这一枪就是他打出来的 作为枪械师 他携带着适应各种情况的枪械 这门巨型枪械 专门用来轨道狙击 加德利是A级枪械师 虽然因为能力克制 被沙纳一顿痛揍 然而 他不是没有闪光点 在星球上 狙击外层空间的目标 还要考虑自转速度之类的参数 然而以他的级别 这属于常规操作 只要枪械本身性能足够 他的狙击射成极高 这一下打断了沙纳的能力 黑光潜伏者一个加速溜了 脱离了沙纳的能力范围 沙纳勉强稳住身体 漂浮在空中 死死盯着寒霄 觉得局面变得无比棘手 以他现在的状态 想要捉住击溃黑心 在内的三明天灾 几率已经极其渺茫了 沙纳立时起了退役 明显没把握的事情 沙纳不想赌命 没有这个必要 即使失手了 下次带着同伴杀回来也一样 这次的失败 顶多是打草惊蛇 但是在他看来 就算黑心有了警惕 那也没用 他没有透露任何情报 黑心根本不了解 是谁盯上了他 下次只要带上强大的伙伴 在碾压的战斗力下 无论黑心是否做好了准备 一样都是被击败的下场 念及于此 沙纳怒火消退 恢复了冷静 恨恨吃下了这个亏 他不想再纠缠下去 一仰手 金属大蛇直扑寒霄 接着他召唤来单人飞船 迅速坐进驾驶舱 寒霄被金属大蛇纠缠着 不好追击 他也没想着追击 虚龙机甲跑不过飞船 狂源又会被克制 自己确实很难留下沙纳 最重要的是 虽然沙纳是难得一遇的劲敌 但寒霄并不想在这里干掉沙纳 沙纳的飞船迅速远离 在进入月迁之前 寒霄给沙纳甩了个观察标记 金属大蛇没了沙纳的操控 瞬间崩散 掉向地面 如雨而落 寒霄悬浮在空中 望着沙纳飞船留下的流光轨迹 嘴角一撇 把我当成猎物 可没这么容易 沙纳所属的神秘组织盯上了自己 即使干掉了沙纳 以后还会有强敌过来追杀自己 治标不治本 目前 寒霄对这个神秘组织一无所知 急需情报 观察标记 就是窃取情报的绝佳能力 放走沙纳 寒霄是想放长陷掉大鱼 弄清楚这个神秘组织的 来投与势力规模 找到他们的基地 才是关键任务 毕竟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寒霄可不想每天提心吊胆 随时会被人偷袭 这个神秘组织 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想要一劳永逸解决隐患 这是效率最高的做法 虽然这样以后 还要面对克制自己的沙纳 但寒霄决定这段时间 改变机械制造的重心 开始大规模打造非金属材质的机械 以及制造能够针对磁场操控的特殊机械 最大程度降低沙纳对自己的能力克制 只要给机械系准备时间 任何克制的手段都能打造出来 不过 这个女人真有点厉害 要是没有两个帮手 我会打得很辛苦 寒霄呼出一口气 单挑的话 自己有血栏转换 战斗会变成消耗战 沙纳操翻自己的几率极低 但是光靠着肉毒 会被打得很难受 幸好有杰恩和加德利两个帮手分担火力 才没有让他全程落在下风 击退了沙纳 隐藏A级连环任务 猎物 弹出了第一环完成的提示 三千多万经验到手 寒霄没有立即抽取沙纳的能力 福丁不在身边 他心里磨底 还是回基地再抽吧 寒霄无奈摇头 自己千辛万苦 也追不到幸运女神 而福丁能让幸运女神主动张开双腿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他也很绝望啊 寒霄低头瞧了一眼 从高空俯瞰 适才战斗区域的地表 大地军裂 就像一块被踩碎的饼前 还有两个巨大的天坑 以及未散的爆炸烟尘 慢悠悠飞回地面 寒霄收起虚拢 恢复本来的装束 杰恩和加德莉迎了上来 两人皆是灰头土脸 特别是杰恩 身上满是伤痕 杂乱的胸毛 还在舞动青春 黑星 你干掉那个女人了吗 杰恩语气急躁 没有 被他给溜了 寒霄摇头 他的目标是你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不清楚 我也是第一次被他袭击 寒霄知道沙娜的名字 但莫必要告诉两人 两人心里很气愤 他们纯粹遇到了无望之灾 手下全灭 好不容易攒下的舰队也没了 元气大伤 然而怪罪黑星也不行 黑星也是一头雾水 没有坑他们的意思 况且 黑星的战斗力与地位 也不是他们能比的 两人只能自认倒霉 郁闷不已 杰恩语家得力虽然心情糟糕 但都惊叹沙娜的战斗力 三名天灾都留不住对方 要不是黑星关键时刻的一轮爆发 光凭他们两人恐怕真打不过敌人 三人战后休整 交流了一番 多特尔才终于发来通讯 急忙询问情形 你们怎么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疑似A家的陌生异能者 突然袭击我 来历不明 韩潇解释了一遍 心里一动 顺口请紫荆文明的 人帮他查一下 没问题 我们会彻查对方的身份 如果有结果 我会通知你的 多特尔严肃答应下来 接着又对三人说道 组建联合势力的事情 我们还在筹备 大概今年内会有新的动向 到时会召集所有合作者 请你们时刻做好准备 三人没有异议 又谈了一会 这才结束多特尔的通讯 韩潇收起通讯器 看向两人 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两人一脸苦笑 我们也太倒霉了 家得利叹气 杰恩无奈道 回去招募人手 购买战舰 希望能补回这次的损失 文言 韩潇顿时起了心思 这两人都是实力强悍的 A级超能者 视力又遭到重创 或许自己可以试试招募 其实 你们可以来我的黑心军团 以你们的实力 坐上副团长的位置 没有任何问题 我诚挚邀请你们的加盟 韩潇微微一笑 发出了邀请 两人一愣 对视了一眼 面露思索之色 过了一会 才给出答复 谢谢你的邀请 不过 我暂时没有加入其他实力的打算 杰恩婉拒 我还是喜欢自己组建事力 抱歉了 加德里摇头 没事 我的邀请长期有效 等你们有兴趣 随时可以详谈 韩潇孝不以为意 倒也没太失落 招募天灾级强者 难度远超于招募B级 每一个A级超能者 都有雄聚一方的资格 实力往往与野心成正比 杰恩宇佳得利 更想自己打造势力 成为一方霸主 不愿意屈居人下 他并不意外 毕竟 即便是超A级强者 招募天灾级强者 也有可能遭到拒绝 作为星海高端层次的个体战力 在这个方面 还是很矜持的 就像黄花大闺女一样 对了 黑星 我们想要麻烦你一件事 杰恩有点不好意思 抖了抖胸毛 有事尽管说 韩潇尽量让自己的目光 不被杰恩个性十足的胸毛吸引过去 呃 我们的飞船都被打爆了 所以 韩潇失笑 拍了拍杰恩的肩膀 放心 我们好歹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坐我的飞船吧 我把你们送到最近的港口行星 哈哈 麻烦你了 现黑星这魔好说话 杰恩高兴地捋了捋自己的胸毛 他的种族以胸毛为美 一口精心打理柔顺丝滑的护心毛 就是俊男的代名词 长得就像官二爷的胡子 韩潇尔头绷起青筋 抢笑道 你先穿上衣服 别把毛掉在我的船上 沙纳的单人飞船 化作一抹流光 穿梭在宇宙中 驾驶舱里 沙纳给自己打了一支预和剂 配合自身的恢复力 让碎骨粘合起来 勉强恢复了正常行动 这才向同伴发出通讯 艾雷特的投影出现在屏幕上 他是沙纳的法师同伴 他们通常是两个人一组行动 通讯一接通 艾雷特便开口了 沙纳 你抓住黑心了吗 咦 你脸色好难看 发生什么了 我失手了 沙纳面沉如水 简单解释了一遍过程 哈哈哈哈 你好惨啊 艾雷特不仅没有同仇敌忾 反而一脸心灾乐祸 大笑不止 沙纳脸色难看 恨恨道 我迟早有一天宰了你 笑了一会 艾雷特才收敛笑容 淡淡道 这次你莽撞失手了 会让我们有暴露的嫌疑 我们所有人都要低调一段时间了 沙纳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不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 却也不觉得惭愧 失手就失手 对他来说 没石磨大不了的 黑心的战斗力被低估了 虽然你没有透露我们的情报 但让他有了警惕 捕获难度更高了 我们最好暂时把他放在一边 先去对付其他目标 艾雷特缓缓道 总之 你先回总部休养 与我会合 到时再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记得甩脱所有眼线 别暴露我们的位置 不用你强调 沙纳语气冷然 挂断通讯 启动隐秘装置 掉头前往大本营的方向 他不知道 一个大眼珠子 在虚空中默默注视着他 送走未来零号机关的队友 杰恩与加德利两人 韩潇一路不停 回到加顿星系 停在金门新主基地 附近的佣兵都看到了降落的飞船 认得这是韩潇的座驾 知道团长不知道在哪里浪玩回来了 行了一回注目里 黑光潜伏者 直接停入韩潇的私人机库 他从全线狗通道 直达基地核心区域 二话不说 直接找上福丁 一般来说 福丁都在基地天台锻炼念力 韩潇来到天台 一眼便看到盘腿浮空 而做的福丁 连一般的念力波动连绵不绝 福丁闭着眼睛 唱着歌谣 他的念力技巧 与沉心一脉相成 以歌唱的方式使用念力 嘴唇微起 天类般的歌谣 宛若风中的精灵 抚慰着疲劳与伤痛 韩潇的心情也不禁平和下来 他的歌声 可以包围整个基地 拥有增幅的效果 玩家会得到一层 临时的正面buff 这是金门新主基地的特色 来这里有buff吃 福丁就相当于人体广播 BGM 福丁随身携带老姐姐 继承了沉心的所有知识 自身天赋也是极强 实力成长飞快 两年前 他就已经能独立压制沉心了 但没有离开 而是留在黑心军团默默修行 偶尔跟着佣兵走南闯北 生活多姿多彩 有时他也会独自出门 去别的地方旅游 不过最后 都会回到黑心军团修整 韩潇很乐意充当他的后盾 只要给摸就行 给摸满分 不给摸零分 不过 福丁的个人人物还没有完成 自从福丁履行承诺 把沉心的上千万存款 交给韩潇之后 他与沉心的关系 就从暧昧期变成了冷战期 韩潇估计等 他们两人敞开心扉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正是他们是喜欢神交的变态以后 才能变成热恋期 让自己完成任务 天台角落 还有另一个人 阿罗西亚坐在一旁听歌 两年前 韩潇向玩家分享了 寻找记忆地点的任务 这两年效果斐然 人物进度累积很快 即将完成 阿罗西亚喜欢听福丁唱歌 能刺激他回想起更多记忆片段 此时看见韩潇 阿罗西亚手臂化作能量 丝带般轻轻缠绕在韩潇身上 当作打了个招呼 察觉到韩潇的脚步声 福丁停下歌唱 转过身来 笑道 黑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啥 你唱你的 我就来蹭蹭运气 韩潇上前 摸了福丁一通 接着毫不留恋 转身就走 福丁摸了摸鼻子 无奈苦笑 他总觉得 黑星对他有什么误会 自己运气好吗 他怎么不知道 韩潇摸了个爽 离开天台 路上打开面板 趁着欧气未散 急忙结算 猎物得第一环奖励 抽取沙纳的一项能力 第一环完成 你获得奖励 抽取沙纳一项能力 技能 专长 提示 沙纳为特殊异能者 部分可抽取技能 以根据你的职业 自动调整效果 正在随机抽取 抽取完毕 请从以下五项能力中 选择一项作为奖励 一 磁场视野 专长 你对磁场有敏锐的洞察力 机械轻和度正12% 卸力加成范围正6% 二 磁力 窝卷 技能 控制技能 释放一股磁力 牵引外界庞大磁场 有机率对一定区域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混乱状态 机率取决于智力属性与外界环境 消耗167厘 冷却46S 三 电磁 乱速星 技能 远程技能 对多个物体叠加电磁加速力 积蓄庞大的动能射击出去 单个物体造成210至742伤害 数值取决于物体体积与电磁力累积时间 消耗75气力 冷却12S 四 强磁场罩 技能 防御技能 强化类实战泄力技巧 在自身三米范围内形成一个磁场护盾 护盾值无限 维持护盾需持续 消耗气力 一秒内承受伤害数值超过临界点 磁场护盾会短暂破碎 冷却2.5S 破碎临界点 取决于每秒消耗的气力 临界点承受伤害 最高不超过22000 且护盾每次承受伤害 会额外消耗气力 5 超电磁感应 专长 你的磁属性气力得到强化 每一层气力加成数值 将大幅变化 这些技能 都是调整过后的结果 含消并不意外 因为沙纳的所有技能 基本都来自于它自身的异能 自己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异能 大部分增加磁场金属操控异能强度的技能 在它身上起不到效果 所幸 磁场金属操控 与机泄系很契合 许多技能调整之后 对机泄系也很有用处 扫了一眼 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能力 但也没有特别坑 含消觉得 这次抽取终归终矩 如果不摸一下福丁 恐怕我会抽到一些坑货 看来福丁的运气中合了我的霉运 含消心里进行富有阿Q精神的自我麻醉 三个技能中 强词场照 无疑最厉害 如果给了玩家 可以算是半个神技 缺点是 气力消耗十分恐怖 不过对含消而言 这点消耗还承受得起 可惜 它不是很想再来一个肉盾技能 自身已精肉的上天了 再肉下去 就要生鲜了 强词场照 与血缆转换有冲突 自己身体承受伤害才能被吸收 转变成气力 打在护盾上却不行 连篮也回不了 这个技能虽然不错 但它并不是特别需要 另外两个技能名字略中二 效果倒还不错 可以作为不用机械时的攻击手段 不过它不用机械的时候太少了 使用度不会很高 最后一个专长 超电磁感应 介绍很简略 含销前世间过类式的专长 强化气力的基本属性 气力加成的数值会暴涨 这种专长是比较稀有的 不止机械系 其他四系也有强化气力属性的专长 刹那的异能属性 恰好与鸡血系契合 此属性与血力有关 如果选这个 机械轻合度大幅增加 起码是第一个专长的好机倍 而且以后获得新一层的气力加成 这个专长依旧在发挥作用 相当于提高了自身的成长潜力 这算是一个难得的机械系高级专长 具有成长性 则 只能选一个 好想全都要 含销苦恼地抓了抓头发 出了第一个选项 其他四个他都想要 思前想后 他更看重长期潜力 做出了选择 你获得超电磁感应 你的磁属性气力得到强化 你的气力加成已改变 含销打开个人属性 丑了一眼 灯石笑了起来 每一层气力加成中 机械轻合度都有了显著提高 目前是LV11的气力境界 原本总共增加142% 机械轻合度 有了这个专长 总加成暴涨到262% 足足增长120% 机械轻合度 近乎翻了两倍 成了 这就算不亏了 含销颇为满意 120%的额外清合度 直接让他的泻力加成度破千 这个专长还有长期的潜力可以挖掘 会随着等级越来越强 虽然比不上雷纳德开挂般的完美泻感 但也很不错了 加上自身的初级泻感 总算有两个机械系专长了 这才有点机械尸的样子嘛 含销嘿嘿一笑 不过另外三个技能也挺好的 莫能全部选上 他有点遗憾 这才是第一环任务 沙娜还活着 如果每一环的奖励 都有抽取能力的话 含销眼神一亮 忍不住幻想 顿时生出心动的感觉 恨不得多碰到沙娜几次 沙娜是个技能宝库啊 他瞧了一眼 猎物的第二环任务 此时还没刷新出来 估计敌人再度袭击的时候 第二环任务才会生成 狄在暗我在明 还好我插了他一个眼 不然还真防不了他们的突袭 还真是和任务名字一样 他们是伺机而动的猎人 我是被盯上的猎物 要是我在其他任务的关键时刻 被袭击了 损失就大了 这群猎杀者 真是嚼屎棍 韩潇暗自庆幸 回来的路上 韩潇通过观察标记 窥视到了沙娜和艾雷特的对话 知道那个旅人 正在前往总部 如果能确定这个神秘势力总部的位置 说不定能拽着艾莫斯 一起杀上高地 一龙坦杂下去 别说水晶 敌人泉水都不一定存在了 耐心是偷窥的基本素质 急也没用 过段时间观察标记 才会有收获 韩潇去修行室 测试了一会新的专长 接着给西威亚和雷娜得上了一课 再让西威亚会报军团的事务 处理完琐事之后 他便一头扎进机械改装饰 开始闭关 沙娜的袭击给了他一些压力 如果他的同伴都具备A加左右的实力 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劲敌 韩潇准备闭关打造一批非金属材质的机械 以及制造磁场逆转装置 可以中和刹那的磁场操控异能 经验储备充裕 韩潇不关心开销 堵了一大批图纸出来 从中找到不少有用的图纸 加上图纸 他的技能数量已经破迁 研究理论专长的效果 已经累积到增加300多额外智力 打造非金属机械是增强实力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 韩潇觉得该提升自己的等级了 如今他170级 卡在《星海机械师》的转职人物 如果完成转职 个人实力又有大幅度的提升 能获得下一阶段的机械系重要技能 转职要求很直接 只要学会一门尖端之时 然而 对韩潇来说 确难度不低 在前世 玩家在这个等级的时候 版本已经比较靠后了 玩了很久 经历了众多主线剧情 早就刷好了许多阵营的关系 可以直接兑换尖端之时 可韩潇太过超前 受限于版本 还没有机会刷爆新团级文明的阵营关系 于是 这个前世挺简单的转职要求 反而把他给挡住了 难倒是不难 但是很干 韩潇早就用完了累积下来的随机奖励 继承了脸黑的酋长血脉 莫抽到任务结算卡 任务结算卡 其实很廉价 不是珍惜的道具 他抽到的东西 价值基本都高于任务结算卡 比如珍贵的一能潜力强化液 他竟然连续两次抽到 加上很早以前积累的一份 现在已经有三份了 他总觉得 摸完福丁 再去抽任务结算卡 好像是在坑自己 尖端之时是必学的 韩潇便懒得赌人务结算卡了 他现在只盼着紫金文明赶紧把零号机关组建起来 他二话 不说就是刷爆 在 赤潮中 最不缺的 就是阵营任务 紫金文明母星外层空间轨道 代号弯道的驻军卫星站 环绕着母星 这是新建的空间站 乃是一个新编制机构的办事处 该机构的成员 从密琴所数个机关中抽调而出 都是精英 此时此刻 弯道驻军卫星站内部 最高长官办公室 一排外务使队长正惊危坐 齐齐盯着该机构的最高长官来福 来福翻看着众人的工作报告 听着这些队长解释情况 合作势力的候选名单已经整理完毕 一共173个新势力入选 全部接触过了 都有与我们合作的意向 请您过目 数量太少了 来福语气淡淡 在下属面前 他十分威严 以全新团的范围来看 数量确实不多 但173个候选势力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结果 组织里全都有天灾极强者 这是硬性要求 他们分布于科尔顿的各个星系 在当地都有着很高的地位与名气 例如 塞福利的湖光组织 天行者的英雄组 瑞恩的新费兰一军 这几家规模宏大 是候选者中最厉害的组织 还是不够 这些非官方武装势力的实力 远远比不上克伦特人联合的势力 来福不满意摇头 克尔顿的私人势力发展太混乱 一盘散沙 而克伦特有战争领域 一个就能顶我们全部合作势力 克伦特这两年 帮助盟友战争领域扩张 整合了他们领土里一半左右的私人组织 克伦特要以战争领域为核心 组建联合势力 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我们找来的这些合作势力 毫无抵抗之力 如果对方想要展开秘密战争 我们没有丝毫胜胜 确实 敌人有战争领域 如果我们不出动官方军队 末人能拦得驻霸者 但是超A级强者 不会轻易出手 他们代表着威慑力 我们克尔顿 也不是没有超A级 龙座也在这里 然而龙座埃莫斯恪守中立 他不是我们的盟友 来福皱眉 合作势力的名单中 有黑心军团 虽然比不上我们老牌合作势力 与当才提到的 几个最强大的候选者 但实力也能排在名单的 第二梯队属于中游前列 他们的背景 就是龙坛武装部队 也许可以通过他 利用龙座的力量 我认识黑心 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家伙 不要想着利用他接近 埃莫斯 况且 埃莫斯未必是霸者 赫博尔的对手 来福摇摇头 顿了毒 他继续敲打下手道 目前克伦特 还有所克制 但未来会越来越猖獗 迟早会打响秘密战争 上面的人发话了 不能被敌人逼出官方部队 否则可能真的爆发大战 克伦特想要抢夺 克尔顿的部分领土 即使三大文明来阻止战争 赤色帝国是克伦特的靠山 我们在政治层面很吃亏 可能会被逼签订不平等条约 我不满意现在的名单 我们这个机构建立的意义 就是应对克伦特的野心扩张 你们必须拉拢更多武装势力 明白 还有上面的审批已经发下来了 机构有了正式的代号 到时候你们通知候选者 这就是所有合作势力 联合起来的组织名称 代号是什么 来俯首指点了点桌子 语气沉宁 密请所 零号机关 索尔星团 克伦特地帮领土 战争领域总部 赫伯尔星 赫伯尔的宫殿中 来自克伦特的使者与霸者会面 传达高层的意思 紫晶文明 打掉了我们 派去科尔顿的侦察部队 这是他们的警告 根据传回来的情报 攻击侦察部队的人员 都是盘踞科尔顿星团的私人势力 证明紫晶正在组建联合势力 我们也要做出下一步反应了 你们需要我的帮助 是的 这两年来 克伦特旗帜先名为你撑腰 帮助你整合了许多索尔星团的私人武装势力 战争领域的规模 比两年前庞大了许多倍 我们准备以你为核心 组建一支联合势力 暗中入侵科尔顿星团 与紫晶文明展开秘密战争 可以 赫伯尔言简易改 龙作艾莫斯虽然在科尔顿 但基本保持中立 可他麾下的黑星军团 似乎站在了紫晶的那一边 如果艾莫斯介入 我们希望请您对付他 必要时候 我会动手 赫伯尔摇头 曾经的聚会上 龙作与黑星病 没有明确拒绝赤色帝国的招揽 后来便没有消息了 可即使龙坛也投靠了赤色帝国 他们依旧不是自己人 双方利益诉求不同 各站在两个队里的新团级文明阵营 赤色帝国不在乎棋子互相争斗 局势越乱越好 这样才好浑水 没于趁火打劫 克伦特甘愿做马前卒 贯彻赤色帝国的宗旨 把只要浪不死 就往死里浪的精神发扬光大 有了强硬的靠山 克伦特这两年形势 越发大胆跋扈 特别对于紫晶这种 不投靠任何一个三大宇宙文明的中立文明 更是基于许久 克伦特掌控的索尔星团 面积在破碎星环倒数第二 与克尔顿是邻居 克伦特野心勃勃 目标不仅仅是分享闪耀世界的利益 还对克尔顿星团有染指的意图 表面虽然保持着与紫晶的良好关系 暗地里却想从紫晶手里夺积个星系 放在以前 当然是不行的 然而赤色帝国要搞事 和平条约的限制力 一下子变小了 强者有制定规则的资格 新海间的秩序平衡 在常人看来坚不可摧 可在经历过探索栗战争的三大文明眼中 秩序其实很脆弱 其他文明 不过是必须遵守他们游戏规则的玩家 饶式赫伯尔 也觉得克伦特人很贪婪 但这正合他的心意 他需要野心勃勃的盟友 而不是没有进取之心的盟友 越贪婪的人 就越会倚仗他 赫伯尔站起身 小山般的身影 笼罩克伦特使者 你们克伦特的意思 我了解了 回去告诉你的上司 这次战争 由我来接手 他们不需要担心任何事 克伦特使者点头 面露胜券在握的笑容 战争领域 相比于紫金星团灵时 起义组建的联合势力 两者区别 就像一只铁拳羽一盘散沙 为了这场秘密战争 克伦特两年前就开始准备 有心算无心 紫金仓促应对 战争还未开始 便落在下风 有霸者赫伯尔压镇 打爆紫金的联合势力 指日可待 战争领域所向披靡 还从未让克伦特失望过 沙纳回到总部 位置十分偏僻 竟然位于破碎星环边缘 一条荒芜宇宙带之中 秒无人烟 是真正的无人区 所有星域都存在着荒芜宇宙带 很少有人踏足 特征概括起来 便是星球密度稀疏 资源贫瘠 无生命 倒是一些受到通缉 或者保持神秘的势力 偶尔会选择荒芜宇宙带作为大本营的地址 沙纳进入总部 同伴都等在这里 除了艾雷特以外 还有另外四人 戴着不同款式的面具 或坐或站 气势都是深不可测 齐齐看向沙纳 其中一名矮小男人开口说话 与气沙雅含混 庞扶行将旧目的老人 缓缓道 你失手了 还暴露了长相 接下来纪念 你代替亚德里安镇首总部 他和艾雷特出去执行任务 哼 沙纳脸色不好看 但也莫反驳 这是他们内部的规则 为了不被人盯上 一旦有人在外失手 就要替换出外执勤的人选 这个组织是秘密接涉 成员极少 全都是精英 亚德里安是个魁梧壮实的雄性生物 有着兽人的特征 文言掏出一个手掌大小的金属圆盘 扔给沙纳 问声问气道 轮到你看守总部了 好好享受你 接下来的无聊生活 这个金属圆盘 是总部监狱的特制钥匙之一 共分成四份 所有被捕捉的名单目标 都会关押在总部监狱 一般情况下 四人镇守总部 两人出去捕捉名单目标 这是他们的常规行动方式 艾雷特怂怂肩 看来不能和你搭档了 可惜 我一直觉得 我们很默契 亚德里安文言 指了指自己 我才是你的老搭档 艾雷特无奈 除了阿尔伯特先生 你们都和我搭档过 矮小老者便是阿尔伯特 他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一直镇守总部 艾雷特在外从未失守 只有他没被替换过 轮换的永远是他的伙伴 沙娜 亚德里安四人 都和他有过搭档的经历 接下来 谈谈黑星的问题 阿尔伯特盯着沙娜 缓缓道 因为你的失守 导致我们有暴露的风险 黑星有了警惕 他会主动寻找我们的行踪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进行冷处理 不管黑星 等风波平息下去再行动 二是尽快捕捉他 扼杀暴露的风险 接着我们低调一段时间 让他留着是一个隐患 我查了查他的资料 曾经加顿星系的暗星组织 一开始没有重视黑星 最后被他所毁灭 这个人很危险 不能放任他不管 沙娜忽然插嘴 阿尔伯特点头 有道理 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艾雷特 亚德里安 你们这次任务的唯一目标 就是黑星 务必捉住他 实在无法活捉的话 我允许你们除掉他 好吧 艾雷特只好点头 阿尔伯特先生 我和黑星交过手 莫能逼他展现出 不灭之躯的特征 他应该还隐藏着 更强的能力 两个人不保险 我的能力正好克制他 请让我一起行动 沙娜沉声道 阿尔伯特想了想 觉得确实有道理 便让沙娜把钥匙交上来 嘱咐道 好 这次破例 你们三人一起行动 别莽撞 确认有百分百的把握在动手 沙娜这次点了点头 她坚持参与行动 一血前耻 只是一部分原因 更多事就是论事 她虽然败了 但记得战斗过程 黑星被自己克制 自己确实适合对付黑星 最近克伦特那边有行动 似乎要和紫禁文明打起来了 黑星应该会参与其中 我们有的是机会 艾雷特微微一笑 自己一个A家超能者 还有沙娜和亚德里安两个近乎A家的帮手 对手仅仅是黑星一人 她觉得稳了 与此同时 黑星军团一号基地 哦哟 出动三个人对付我 这磨吓人的吗 韩潇透过观察标记 如同看电影一般 将沙娜等人的交流 尽收眼底 守株带吐了好些天 韩潇终于从观察标记中 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 让她吓了一跳 沙娜疑似A家级 另外两人应该不会比她弱 三人一起对付自己 我这是绝了你们家祖坟吗 有这磨不共戴天吗 至于派出这磨奢华的阵容吗 不过 韩潇一点也不慌 毕竟问题很大 慌也没有用 以我的实力 对付这三个人 迎面微乎其微 即使我很肉 不一定会被干掉 可八成会被抓住 如果这六个人实力差不多 可以说超A级以下 只要是他们想抓的人 几乎没有抓不到的 被这群人盯上 韩潇不由感到沉重的压力 这群人抓捕强者 似乎只是听命行事 韩潇有重感觉 此时见到的六人 恐怕只是这个神秘组织的冰山一角 不过压力归压力 韩潇不紧不慌 甚至还有点想笑 本来嘛 局面是敌案我明 要是沙娜不参与行动 她也无法防范敌人的突袭 然而 沙娜偏偏参与行动 反而成了活动的眼位 让韩潇随时能监视到他们的动向 好队友啊 这眼插得可太直了 韩潇忍不住庆幸这群人的谨慎 要是他们忙过来 自己的处境还真挺麻烦的 不怕心机怪 就怕铁头娃 嗯 让我想想 该怎么接待他们 韩潇妈撒着下巴 一脸沉吟 现在情况很明朗 三个人在外活动 准备袭击自己 三个人蹲在大本营手家 而眼位只有一个 一个问题摆在韩潇面前 该怎样 才能让利益最大化 他思考的是 如何将敌人一网打尽 同时尽量多做机环 猎物 任务 这种能抽取能力的隐藏 A级任务难得一线 运气好的话 能让自己的实力 有巨大的提升 敌人似乎只有六个 需要想一个办法 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 干翻他们全部人 韩潇思索 局面已经倒转过来 成了敌民我案 这是最大的优势 需要好好利用 自己应该先对付 杀那三人 还是先去打敌人的大本营啊 我能动用的底牌 分别有黑心军团 拥兵界的人脉 艾莫斯的支持 以及那份名单目标 背后的各个势力 如果敌人捕捉的强者 都关在大本营 我能轻松说服那些 势力同仇敌忾联手 对付敌人 而敌人单体实力强悍 优势是机动力强 跑掉了任何一个 都是麻烦 韩潇摇了摇头 觉得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去打大本营 再怎么说 留守的三人 也有一丝A加的战斗力 即使自己请出龙座 敌人通知队友的时间还是有的 一旦打草惊蛇 在外航洞的三人知道泉水没了 很可能分散逃跑 届时自己顶多抓个沙纳 抓不住另外两人 他想了想 也否决了兵分两路的方案 操作难度更大 不确定因素更多 若是兵分两路 怎么配置两边的战力 是个大问题 毕竟 敌人也不是任人揉腻的弱者 保不起有什么诡异的逃跑能力 干脆这样吧 韩潇眼神一亮 要进攻大本营 至少要让敌人所有成员 都聚集在一起 这样才好一网打尽 如果拿下沙纳三人 眼位也就没了 如果捉住任何一个人 对方都会担心暴露 可能会紧盛起 渐转一大本营 一旦跑进荒芜宇宙带深处 想追就很难了 韩潇想了想 准备止击退沙纳三人 让他们再度失手 对方必然会回家 到时候 六个人就齐活了 自己早点集结部队 一波推高地 一个也跑不了 还能把敌人捉住的 A机枪者都救出来 为了保密起线 韩潇决定守株待兔 等待沙纳三人上门 主动出机会暴露自己 能锁定他们位置的情况 他感觉猎人和猎物的角色反转了 自己就像一个在丛林里耐心捕猎的猎人 等到猎物踩进陷阱 不过 我得先找些帮手 韩潇打开通讯路 无数势力领袖的名字密密麻麻 看不到头 紫金文明母星 弯刀驻军卫星 零号机关的官方办事处 来福聚精会神盯着通讯器 眉头紧皱 庞福正在纠结于什么难题 秘书不敢打扰他 实际上通讯器播放着星际娱乐节目 他正在上班摸鱼 莫办法 外出拉拢私人势力的任务 都是外务史的工作 就算组建联合势力迫在眉睫 他也只能等待外务史的结果 现在战争还莫打起来 急也没有用 这时 通讯器突然弹出通讯申请 打断了节目 来福面不改色 接通了来电 是韩潇的通讯 黑星 很少见你主动找我 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通知 现在零号机关有多少人 不久前 紫金向所有合作者 发布了联合势力的名称 统称为零号机关 韩潇也同样接到了消息 不过这个组织此时还是个雏形 没有完全确立阵容 互相不知道自己的队友名单 面板还没有弹出零号机关 这个新阵营的提示 零号机关的成员 暂时是机密 等到正式成立 我们会集结所有合作者 到时你就知道了 前世 玩家陷到的3.0联合势力阵营 都是在版本更新期间完善的组织 而这一次 自己从创建阶段就参与其中 韩潇默然一笑 他大概记得零号机关最后都有哪些势力 但他觉得 这次应该有更改剧情的机会 我有个办法 能让零号机关招募到更多强者 来福眼睛一亮 很感兴趣 说来听听 光伏文明 这是管辖千光星系的掌权者 在科尔顿星团多个星系级文明之中 光伏文明一直是紫禁文明的坚定支持者 文明级别超过普通的星系级文明 与紫禁保持着盟约关系 最近 光伏文明星系国土防御部的负责人克马斯 很烦恼 这一切都是因为光伏文明官方 最强者克尔尼德在度假期间失踪 上头震怒 则令他找出克尔尼德的下落 克马斯承受了上头的压力 自然想找回克尔尼德 原因不仅如此 克尔尼德还是他一个母胎里生出来的亲生兄弟 要是没有克尔尼德 他也坐不稳这个位置 种种因素 让克马斯比其他人更焦急迫切 然而迄今为止 依然没找到任何线索 克马斯甚至申请了紫禁文明的援助 依旧毫无收获 他最近愁的体毛都要脱落了 嘟嘟 这时 办公室的内部通讯线路亮起 秘书发来一则通话申请 克马斯阁下 有一条外部线路 想要申请与您通话 他是什么人 克马斯压下烦躁的心情 秘书负责筛选通话申请 现在来请求他 代表这个来店的家伙很有来头 秘书不敢自己做主 他是黑星军团的领袖 加顿星系的黑星 哦 原来是他 克马斯听过这号人物 似乎在哥朵拉那边混得风生水起 他有些疑惑 黑星找他做什么 不过他也不好怠慢 整了整头发 让秘书把通讯转过来 虚拟屏幕升起 出现韩潇的脸 克马斯 我没找错人吧 是我 黑星 有什么事找我 韩潇摸了摸下巴 前段时间 我从紫禁那里听说 你们在寻找一个叫 克尔尼德的家伙 是的 克马斯不清楚 韩潇葫芦里卖什么药 保持着面无表情 回答简短 如果我说 我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你们愿意与我合作吗 话音刚落 克马斯 豁然色变 呼吸粗重起来 庞扶发情了一般 星兽组织是一支特殊的武装势力 盘踞在另一个星团 乃是该星团的星团及文明盟友之一 这个组织在破碎星环很出名 特点是能够驾驭各种危险的星际野兽 他们不喜欢扩张 大多数时候保持中立友善 但从不贩卖或出租自己的野兽 只提供给结盟的星团及文明 一切都来自于领袖高比例的异能 他具备恐怖的野兽清河 能够奴役各类野兽 并且效果能持续很久 长期笼罩在异能光环之下 还有几率刺激野兽进化 变异 然而这段时间 星兽组织一片绸云惨物 他们的领袖失踪了 副首领派出无数人寻找 然而破碎星环乱象频发 混淆视听 他始终找不到线索 都快丑死了 领袖要是没了 他们可就拉闸了 星兽组织上下贼委屈 他们不就是喜欢洋宠物吗 宅在家里从来不招惹敌人 竟然还有人对他们动手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一筹莫展的时候 副首领接到了寒潇的讯息 我是科尔顿星团的黑星 也许你听过我的名字 也许没有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可能知道你们领袖的下落 有兴趣与我合作吗 同样的一幕 在破碎星环各处上演 韩潇照着名单上的目标 挨个打过去 联系那些失踪强者背后的势力 他有庞大的人脉 找到这些势力的通讯方式很简单 他的一连串电话 让众多势力同时行动了起来 至于名单上还没被抓的那部分人 他只能说打扰了 在他暗中召集帮手的时候 沙纳三人也乘坐着隐秘的飞船 前往黑星军团的大本营加顿星系 船上 三人在商量战术 这次黑星可能有所防范 我还是觉得 我们不应该立即处理他 艾雷特摇头 他本来主张冷处理 但是阿尔伯特发话了 他只能照做 其实不一定 我没有透露多少情报 黑星可能以为我只是寻仇的 像他那种地位的势力领袖 遇到这种事很常见 沙纳摇头 他认为自己失守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 在他看来 黑星对他的来历 肯定也是一头雾水 无论如何 小心为上 艾雷特想了想 传闻说黑星近乎不死之躯 他的手下也都是不死者 消耗战是他的优势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战术 快速解决战斗 我们要等到他落单时才出手吗 也许不用 飞星有了上次被袭击的经历 落单的时候 肯定加倍小心 我们应该出其不意 怎么做 嗯 有了 他不认识 我和亚德里安 我使用隐蔽气息 和伪装容貌的法术 混进他们的拥兵之中 近距离袭击 我们两人控制住他 沙纳你在出手 将他囚禁起来 然后立马撤退 我们三人联手 应该可以很快 解决战斗 这魔术 我们可以在他的基地里动手 对 这样他反而没有防备 基地里的佣兵拦不住我们 他不会像上次一样 有天灾级的帮手 亚德里安问声问气 明白了 雷霆一击 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艾雷特点头 沙纳想了一会 觉得确实是不错的战术 便没有意义 他想不出 黑星有什么机会 逃出他们的手心 另一边正在前往龙毯的黑光潜伏者上 哦 原来是这样 韩潇恍然 韩潇召集了一大群帮手 最关键的人物 还是爱 长腿 莫斯 他这两年很少回龙毯 只偶尔与爱莫斯通讯聊天 爱莫斯给予他高度信任 任由他在外面自由活动 从不怀疑 飞船降落在码头 韩潇走出舱门 韩潇德在外面接机 每一次韩潇回来都会看到他 极为热情 环视了一圈 却没有看到珍妮这道风景线 韩潇有些惊奇 珍妮怎么莫来 我还以为他会来给我几枪呢 他很忙 莫空 韩潇德咧嘴 看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嘛 韩潇打了个哈哈 韩潇德翻了个白眼 人家敬业还不都是你逼的 打了声招呼 韩潇直奔行宫 这两年 爱莫斯宅在龙毯 专心培养海拉两姐妹 得知韩潇到访 三人都挺高兴 爱莫斯起身离开宝座 飘到韩潇面前 面带微笑 有段时间没见 我有点想你 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回来看看嘛 韩潇笑了笑 不过这次确实需要你的帮助 说吧 韩潇解释了一番 倒不是让爱莫斯 出手对付沙纳三人 这样不好把沙纳三人放回去 他需要的是 爱莫斯在进攻敌人大本营时压阵 保证百分百的把握 同时 这还是一个机会 他召集了破碎星 还许多个有头有脸的势力 在一处隐秘的地方集结 等到他击退沙纳三人后 将联手 进攻这个神秘势力的大本营 解救各家的强者 这摩多势力齐聚 艾莫斯若是压阵 能以超A级的名义 暂时统领这些势力 韩潇叫来这摩多势力 单单对付六个A级强者 纯粹是杀鸡用牛刀 他更大的目标 是让这件事 变成一件轰动的新闻 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摩多大势力 以龙毯为首 进行合作 能扭转许多人对龙毯的印象 龙毯将会 从一个与世无争的中立势力 变成一个一呼百应的强大阵营 即使是误会 那也是有用的 一直以来 破碎新环四大超A级里 艾莫斯的势力 是公认最弱 这次能刷新一波认知 很有好处 硬势力 无法快速提高 但影响力和人脉 是一条捷径 龙毯越强 就越能反补自己 而且 并肩作战后 如果救出了 这些势力的强者 他们都要成自己的人情 以龙毯的名义 与他们形成良好关系 这些势力虽然有地位 但显然 也会给超A级面子 他就能通过龙毯 将这些势力 转化为自己的人脉 韩潇一直很重视势力 毕竟宇宙这么大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哪怕超A级 也需要帮手 个体战力与势力规模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版本更新迟早要来 玩家会消失十年左右 想在这期间 保持阵营不缩水 甚至更进一步 需要更多外力支持 听完韩潇的解释 艾莫斯没有迟疑 答应了下来 他百分百支持韩潇 而且 他摘了这磨酒 确实想出去活动筋骨 让海拉与欧若拉两人 出去见识一番 韩潇望向一旁 海拉与欧若拉 一直没有插话 经过两年的培养 气质都有了变化 艾莫斯教导两人 开发异能 海拉气场变得越发冰冷 欧若拉则相反 显得温暖阳光 生命力旺盛 实力方面 海拉进步神速 它本来就有C级的实力 自身天赋又很强 经过艾莫斯的开发 没有走弯路 已经正式迈进B级的门槛 欧若拉的定位 是个超级奶妈 阶位不高 能力却是变强了许多 海拉的外貌变化不大 只是进阶后 生命升华 变得更高调美艳了 欧若拉身高 莫怎磨长 身材却是成了真正的奶妈 作战俘称的鼓鼓囊囊 她的异能 赋予自身恐怖的生命力 加上一日三餐营养丰富 规模比她姐都差不了多少 韩潇看了看欧若拉的胸脯 一脸感叹 你们的训练太辛苦了 瞧瞧 好好一个女孩子 硬生生被打肿了 欧若拉听得出来 韩潇在打去 顿时长红了脸 她也不想尝这磨大 可这是一能附带能力 她也没有办法 每天晃得肩膀酸痛 要是能摘下来揣兜里 就好了 两年不限 海拉此时虽然面无表情 心里其实还有点小激动 可一听到这话 顿时就黑了脸 一语不发 用刀子般锋利的眼神 刮着韩潇的脸皮 结果当然是无法寸进 直接被韩潇无视了 韩潇又提起零号机关的问题 表示自己会为紫金文明 打工一段时间 爱莫斯也没什么意见 甩手掌柜当得十分嗨皮 珍妮对此 只有满腹的MMP 韩潇暗中集结帮手 准备妥当之后 他找了一座不太重要的黑心基地 逗留于此 准备等待敌人 一脚踩进坑里 这座基地 位于哥朵拉一颗之明星 不少玩家经常会在这里落脚 选择这里作为战场 是韩潇经过深思熟虑的 同时也是为了在玩家面前 刷一波形象 面子工程很重要 如今 黑心军团已经完成了 引导阵营的功能 韩潇接下来的目标 韩潇就是留住玩家 始终以黑心军团为主阵营 下一版本 可选择的阵营将会暴增 很多都是联合势力 福利很高 还有大型主线 玩家会受到诱惑 韩潇的保持阵营吸引力 自己作为阵营领袖 必须要不断提升 玩家对他的印象分 等了好些天 沙娜三人终于行动了 实际上 他们早早就到了加顿星系 一直在观察韩潇的动向 韩潇也一直在观察他们 猎武任务谈出了第二环任务 要求是击退三人的袭击 除了高额的经验奖励 还能随机抽取一项来自 艾雷特三人的能力 韩潇推断这个高难度系列任务 每一环可能都有抽取一项 能力的特殊奖励 只要运气好 就能赚到爆 因为这是一颗 割朵拉制明星 沙娜三人不想闹出太大动静 依旧决定用潜入战术 禁距离袭击 速战速决搞定黑星 然后迅速撤离 艾雷特施展高级的隐秘术与伪装术 虽然基地有门禁 但在A级强者面前 形同虚设 不惊动菲利普 他和亚德里安清松前入基地内部 沙娜则在外面接应 伪装术让两人的外观 变成了常见的佣兵形象 艾雷特对自己的法术很有信心 自认为不可能被识破 两人大摇大摆行动 宛如在自家后花园闲逛一般 然而才走了一小会 两人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们所过之处 几乎所有黑星佣兵 都会去刷刷看向他们 表情十分古怪 彷扶他们两人格格不入 我觉得情况不对 亚德里安小声道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不可能 我的法术怎么会被这魔多人识破 艾雷特不敢置信 他的伪装术其实有效果 至少周围的玩家 看不到他们任何信息 连名字都是问号 然而 艾雷特两人的问号 却是明晃晃的红色 两个红命敌人在家里走来走去 玩家们都惊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 波瑞克虽然是暗星的人 但好歹是个卧底 暗星都翘辫子了 他没加入黑星之前 也不过是个黄明 然而 艾雷特两人是敌对关系 红明简直是玩家眼里 最靓丽的风景线 砰砰砰 一名玩家突然朝两人开炮 周围的玩家纷纷效仿 弹幕笼罩了两人 发生剧烈爆炸 他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过反正都是红明 说不定有可触发任务 忙一下铁定不亏 瓮 魔法护盾张开 挡住所有攻击 我们暴露了 艾雷特惊讶不已 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群不过C级水准的佣兵 怎么全都能看破他天衣无缝的伪装术 这时 早就准备好的寒霄 立即现身 漂浮在上空 俯视着两人 标起演技 假装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上次被人袭击 我就觉得不对劲 果然有人要针对我 还真被我等到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艾雷特不回答 陈赫一声 各式法术纷纷使出 亚德里安更是浑身气焰暴涨 外面的沙纳 知道队友暴露 立即出手 撕裂基地外墙 准备一起围攻韩霄 虽然潜入失败了 几方三名近乎A家的超能者 硬碰硬 也绝对碾压黑心 一样可以速战速决 韩霄轻松避开攻势 黑燃道 你们以为我没有一点准备吗 话音刚落 基地四周抱起数条冲天气势 纳戈金与另外两名戈朵拉A 集之刑官 纷纷从藏身之处杀了出来 韩霄召集的那些势力 是为了进攻敌人大本营而准备的 此时他的目标仅仅是逼退沙纳三人 特意选择戈朵拉制明星为战场 便是与戈朵拉达成了协议 找他们出手帮忙 实力不会太过碾压 可以自然而然地放水 让沙纳三人成功逃走 黑心军团与戈朵拉深度合作 这点小要求 不过是韩霄一个电话的事情 纳戈金很乐意帮忙 艾雷特皱眉 对手一共是四名A级强者 他们三人倒是不怕 但无法速战速决 这里是戈朵拉制明星 一旦被拖住 戈朵拉的舰队 可以给他们造成不小的麻烦 三人对视一眼 都有了共识 黑心警惕心太降了 仅仅预袭一次 在不清楚他们底细的情况下 就不惜小提大做引蛇出洞 在他们看来 十分谨慎果断 三人倒也没有怀疑 他们行踪泄漏 韩霄假装自己用笨办法守住戴兔 莫让他们升起怀疑 他们自信行动很隐秘 而且 要是黑心知道 他们是三人一起来 就不会只埋伏区区三名天灾籍了 韩霄继续他的表演 沉声道 你们无路可逃 不管你们是谁 我会逼问出你们的来历 你自信太早了 能拦住我们 你就试试 艾雷特赤然 四名天灾籍对手 他还不放在眼里 也许就黑心一人难缠一点 三人并不慌乱 他们对自身实力很有自信 黑心埋伏的这点人 还留不住他们 想走就走 双方悍然动手 七个天灾籍碰撞出的鱼波 犹如石破天惊 冲击波崩碎了小半个基地 四周的街道变得破烂不堪 众多玩家被吹飞出去 他们目前最高九十级 在这种层次的战斗作用很小 光是鱼波 AOE扫掉不少人一小管血 无奈打起了酱油 这就是强者的事件吗 轰隆隆 七名天灾混战 饶势韩潇与纳哥金等人 控制着威力 破坏也不小 基地严重损坏 韩潇倒不怎么心疼 只有地表建筑受损而已 重建很便宜 而且他如今已经到了 我对钱没有兴趣的阶级 为了勾引三人上钩 这点小代价 不放在心上 这是与沙纳第二次交手 韩潇打造了一群 非金属材质的机械战兵 以精英为主 在他的泄力加成下 神勇无比 沙纳难以克制他 只能规规矩矩 硬碰硬护钢 艾雷特与亚德里安是主力 前者是强悍的魔法师 各种高阶法术 不要钱斑泼洒出来 魔法光辉五彩斑斓 闪耀不止 显得游刃有余 亚德里安 则是一个典型的肌肉棒子 担任肉盾 一己之力 缠住纳戈金三名武道家 好一顿肉体摩擦 三人配合默契 纳戈金等人 被打得没脾气 韩潇在旁边操纵着 机械战兵麦力进攻 似乎与沙纳打得难解难分 纳戈金与两名同事 都是武道家 硬实力方面 远逊于对面三人 光是亚德里安一人 就能牵制住他们三个 顿时落入下风 但艾雷特三人 本就无心恋战 且战且退 战场迅速转移 黑星有埋伏 无法速战速决 这里是哥朵拉直明星 驻守着舰队 艾雷特三人 不想被驻军围攻 他们准备尽快撤退 对此有十足的把握 因为艾雷特 懂得传送法术 逃跑一流 黑星想捉住他们 注定是做梦 所以艾雷特觉得特别好笑 他不知道黑星的自信 是哪来的 呼呼 这时 天际传来飞船行驶的声音 一支助手舰队 迅速做出反应 上百艘战舰 正在赶过来支援 没必要与哥朵拉舰队交战 走吧 艾雷特让亚德里安 挡住那戈金三人 随后念了一段咒语 手指一画 身后顿时出现一圈能量漩涡 扩大变成传送门 糟糕 他会传送 纳哥金摆出一副夸张的震惊表情 含笑瞥了一眼 忍不住为 他的演技点了个赞 表情传神 眼神细腻 这演技 也是妥妥的A级水平 艾雷特又换了个法术 巨大的魔法防御罩 隔开了所有敌人 把自己和两名同伴保护在里面 魔法罩挡住所有攻击 震动不已 亚德里安和沙纳进入传送门 消失不见 两名同伴撤离 艾雷特看向韩潇 细写道 哼 我说了 你自信太早了 想抓住我们 凭这种级别的埋伏可不行 我们想走 你拦得住吗 韩潇文言 让脸色阴沉下来 故意一语不发 加大了攻击的威力 打在魔法罩子上 喷喷作响 装的和真的一样 在艾雷特眼里 黑星这样的表现 明显是恼羞成怒 他心里顿时舒坦了 行动失败的郁闷 消失了不少 艾雷特眯了眯眼 突然不怀好一道 等着吧 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不可能永远都有人帮你 说吧 艾雷特才转身走进传送门 紧接着传送门消失了 三人成功撤离 显得来去自如 总算赶跑了 韩潇这才放松了 蹦颈的面部肌肉 卸载生气 JPG表情包 交手虽然短暂 周围街道已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 敌人展现的实力 让纳歌金感受到了 巨大的压力 呼 黑星 这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实力太强劲了 他们盯上了你 你可得小心点 纳歌金认真道 放心 他们跑不了 接下来就等他们回家了 韩潇没说出后半句 露出了笑容 这次交手 还有额外收获 让艾雷特暴露了传送法术 这是逃跑神迹 要是没有心理准备 说不定进攻大本营的时候 会让敌人跑了 现在有了情报 自己就可以想办法针对 想到艾雷特三人 自以为成功逃跑了 韩潇几乎想要仰天大笑三声 这波不亏 赚到 联络了工程队来修理基地 并且打发了一大群 想来尝试触发任务的玩家以后 韩潇便使用观察标记 窥视三人的动向 艾雷特仓促间使用的传送门 范围不会太远 传送门连接着三人的飞船 正停在殖民星外层空间 一回到船上 三人便启动飞船远离殖民星 激活逆踪模式防止被驻军舰队追击 逃跑成功 三人根本没有怀疑 韩潇想放跑他们 他们凭借艾雷特的能力撤出来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只当是黑星错过了他们的实力 埋伏力量不足 让黑星的埋伏落空了 三人莫放在心上 觉得这是正常操作 这次行动已经失败了 我们要不要继续找机会 莎娜问道 黑星很警惕 遇到第一次袭击 他仅仅因为怀疑 就布置了陷阱 现在遭遇了第二次袭击 已经笃定 我们是他的敌人了 提防程度只会更高 短期内不能再对他出手 艾雷特摇头 经过这次事件 也只能不管黑星了 他故意在临走前威胁 不过是虚晃一枪 让黑星一直提防他们 小心翼翼 担惊受怕 最后才发现是白费功夫 艾雷特就是想百寒消一道 莎娜皱眉 一脸烦躁 也只能这样了 嗯 我会向阿尔伯特建议 把黑星放入缓处理名单 艾雷特说道 他们其实有两份猎杀名单 一份是待定目标 而另一份 则是缓处理名单 后者都是第一次捕捉失败的对象 已经引起了警惕 短期内不会再对这些人出手 起码要过几年 等目标松懈下来 他们才会再次出手 黑星现在就成了这样的目标 艾雷特五年内 不想对黑星动手 他相信 阿尔伯特 也是这样的想法 你之前说的没错 我们早就 该冷处理这件事 沙纳亨道 他也是莫想到 黑星这么谨慎 现在也不晚 虽然暴露了敌意 让黑星知道 有我们三个强者盯上了他 可他对我们的来历一无所知 再怎么查 也都是徒劳 顶多让我们折服低调一段时间 他注定一无所获 不会知道 是谁盯上了他 艾雷特一笑 而我们隐藏在暗中 占据主动 他不可能永远小心 先回去吧 估计接下来几年 我们都要停止行动了 许多人目击了黑星遭遇偷袭的事件 消息传了出去 然而 如今破碎星环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 大势频发 黑星虽然在科尔顿星团 有不小的名气 但放在整个破碎星环 这点名气还不够看 他预袭的消息 在诸多新闻当中 犹如一滴水 融入了大海 毫不起眼 莫引起多少注意 十多天后 韩潇已经马不停蹄 赶到临近荒芜宇宙带的一颗无人星球 这颗荒凉了无数年的行星 现在却是无比热闹 此前联系的所有势力 全都集结在这里 地表停着漫山遍野的飞船 这些势力 都想找回失踪的强者 遵循韩潇的要求 来到这颗星球 本来都以为只有自己一家 然而过来一看 各个势力都吓了一跳 莫想到 韩潇叫来了这么多人 这里不少势力 在破碎星环大名鼎鼎 互相认了出来 略意交流 都知道了 大家来的原因都一样 纷纷震惊了 他们所有势力失踪的强者 难道都有关联 韩潇到底是 发现了什么线索 飞船一靠近 就被众人注意到了 韩潇降落后 众人都围了上来 这些人全都是势力的高级干部 放在外面 各个都是盘踞一方的大人物 平常人陷都陷不到 此时却是扎堆了 要是赫博尔在这里 说不定以为有人 在模仿 他的霸者聚会 黑星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敌人到底在哪里 你别再隐瞒了 众人七嘴八舌 韩潇联系他们的时候 并没有说出所有情报 只是让他们在这里待命 不少人对此不满 然而 艾莫斯也在这里 镇住场子 黑星是龙座的干部 在场众人虽然背景很大 但也不敢造次 时机到了 我们联手进攻敌人的总部 你们失踪的伙伴 就被关押在那里 韩潇解释了一番 他通过观察标记 确认沙纳三人回到大本营 一网打尽的机会终于来了 现在不比以前 曾经与萌芽暗星纠缠了多年 那是因为实力还不够 而现在 黑星军团逐渐崛起 自己也成了破碎星环的一号人物 实力已经天差地别 他不愿意与一群强敌长期为敌 一旦有机会 就能直接弄死 不留任何隐患 这么多势力派出精锐部队 联手的力量 足以让破碎星环任何文明 组织骇然色变 光是带队的天灾级强者 就有几十位 来自不同地区的势力 对付六名敌人 完全是欺负人 韩大技师的拍力无与伦比 人脉团启示浪得虚名 众人文言大喜 为了同一个目标 这些势力都愿意暂时听从韩潇的调遣 TTKANC0 在韩潇与众人交涉的时候 他带来的一群玩家 在后面好奇观察 他用任务让一些玩家跟着自己 此行不求他们战斗 韩潇只需要他们充当记者 把录像发到论坛上 这才是他计划好刷印象分的地方 让玩家看到他的号召力 提高个人魅力 与阵营魅力 与此同时 艾雷特三人回到荒芜宇宙带的隐秘基地 阿尔伯特迎接三人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别管黑星了 我们低调一段时间 所有人都待在基地里 不要外出行动 众人点点头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折服一段时间才会重新开始猎杀任务 黑星的问题 他们直接抛在脑后 这件事 在他们看来 已经告一段落了 他们不知道 一场灭顶之灾 正在悄然逼近 克尔尼德悠悠睁开双眼 眼前是一片透明光幕 外面是一片类似监狱的空间 分布着一个个半透明单人牢房 几乎每间牢房 都有一名住户 他也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士沙纳等人的总部监狱 用来关押捕捉到的名单目标 所有囚犯手腕和脚腕 都有特制的机械环 用来限制这些A级强者的能力 牵在了手脚上 手腕的机械环 用纳米级的探针 顺着手脚的血管 链接到囚犯的心脏 大脑等要害 脚腕的机械环 则是超能基因抑制器 削弱他们的恢复速度 脖子上也带着项圈 铭刻了强力的沉默 虚弱附魔 附魔者的实力 显然远超于他们 能产生持久的效果 每天囚犯们都像肾虚一样 除此之外 他们还被注射了多种药剂 抑制体内的细胞生成气力 五花八门的禁锢手段 使这群A级强者极其虚弱 能力被大幅度抑制 第一天被囚禁的时候 克尔尼德便惊讶发现 玉友都是一群地位 不在他之下的人物 其中不少名字 曾经如雷贯耳 竟然全都被抓到这里来了 他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克尔尼德试过逃跑 然而失败了 这魔多厉害的玉友 都没逃出去 他也不例外 而且 就算逃出监狱 外面还有镇守的强敌 这一切 让他十分绝望 关了好多天 他已经放弃了 凭自己逃不出去 只能暗暗祈祷 有人来救他 然而那些有权有势的玉友 都默人来救 他不禁觉得 脱困的希望渺茫 很是悲观 不过说起悲观 他比邻居差远了 旁边的单人牢房 关着一个雄性宇宙人类 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一副表情 垮他的苦瓜脸 气质不只是忧郁 简直是抑郁 他名叫垃圾 是一个独行的天灾级强者 听他自己说 在这里已经关了快十年了 资格最老 关押的日子很无聊 唯一的消遣 就是玉友们苦中作乐 互相吹逼 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在玉友们吹逼吹嗨了的时候 只要垃圾开口 必定成为气氛终结者 传说中的冷场怪 众人曾经都是大人物 沦落到现在的境地 每个人都很悲观 然而在悲观这个方面 克尔尼德觉得与垃圾相比 他们全都是垃圾 这时 监狱大门打开了 阿尔伯特 沙纳 艾雷特三人走了进来 正在发呆的囚犯 纷纷闹了起来 放我出去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招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你们将会付出代价 你们到底有什么企图 不少人愤怒开口 每次看守者进来巡逻 他们都会威胁一番 三人视若无睹 今天 不是例行查看囚犯的状况 由于黑心带给他们两次失利 阿尔伯特谨慎起见 决定低调几年 不再行动 所以 现在准备清点囚犯人数 把这批人转移走 他们捕捉这些目标 肯定不会是 为了极油 自然有别的意图 这里并不是这些囚犯的最终去处 叫骂声不绝于耳 三人并不理睬 分头清点人数 沙纳很快便清点到了 克尔尼德的牢房 克尔尼德重重锤打光幕屏障 怒道 我记得你 就是你抓了我 你等着 光复闻明 一定会救我出去 沙纳闻言 轻声冷笑 还没放弃 真以为有人会来救你 这时 旁边牢房的垃圾开口了 缓缓道 你放心 我相信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我们死定了 克尔尼德顿时没脾气了 单手捂着脸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沙纳也是无语 这家伙被关了快十年 怕是关出了毛病 清点完毕 三人正准备离开 众人还在叫骂不停 阿尔伯特顿了毒 回头朝着所有人开口 我知道 你们觉得自己是大人物 实际上 你们在破碎星环的地位 在我眼里 根本不值一提 过几天 我就会冷冻你们 送出破碎星环 你们将永远失踪 你们的势力 家人离你们而去 命运在等着你们 所有囚犯安静下来 又是愤怒又是不甘 如果真像阿尔伯特说的这样 他们这些破碎星环的强者 是真的在了 不少人感到绝望 纷纷升起对未来的惶恐不安 莫人知道 这个势力到底有什么目的 拉鸡叹气道 唉 我猜是要把我们当作实验材料 研究我们的身体 等我们失去利用价值 再把我们全部解剖了 拆开我们的骨头 肌肉 器官 泡在容器里当标本 说不定还会贴上我们的名字 与生平经历 收藏起来给人升官 看 这就是天灾强者 科尔尼德发达的小脑之类的 众人顿时一阵恶寒 科尔尼德一脸子人问号 干嘛不说你自己 阿尔伯特沉默了一会 想了想 还是不解释了 淡淡道 总之 享受最后几天清醒的日子吧 下一次醒来 你们已经在另一片陌生的心域了 话音刚落 轰隆 一声巨响 整座监狱忽然震动起来 庞扶地动山摇 阿尔伯特亮呛了一下 差点咬到了舌头 惊道 怎么回事 上面好像有情况 艾雷特诧一道 三人急忙离开监狱 关上了大门 终于有面面相去 莫非有人来救我们了 众人顿时精神大振 燃起了希望 拉起一副苦瓜脸 缓缓道 就算来了救兵 也可能不是敌人的对手 他们会被秒杀 全军覆没 战舰破碎 里面的人全被炸成粉末 说不定 里面就有你们的战友 下属和家人 最后还要逼你们吃下去 先崩溃你的意志 再解剖你的身体 你闭嘴 震动还在持续 阿尔伯特三人 回到总部大厅 与另外三名同伴碰头 怎么回事 有敌人 阿尔伯特顿时脸色一沉 带着几名同伴走出总部 发现大地在撕裂 一股伟力正在将他们的总部 从地里挖出来 天上漂浮着两个人影 看清楚两人的身影 阿尔伯特等人脸色骤变 心神大乱 黑星 龙座 艾莫斯正在释放异能 撕裂陆地 硬生生把寄人的大本营 从地里拽出来 他怎么会在这里 阿尔伯特瞪大眼睛 惊骇欲绝 刚刚袭击黑星末多久 对方就找上门来 他们的位置很隐秘 黑星是怎么找到的 艾雷特一脸难以置信 他根本没想到 黑星会出现 他当时浮现一个念头 自己前脚刚回来 黑星后脚就打上门 莫非是自己 在什么方面暴露了 上一次袭击对方 黑星只能守住带兔 然而在他失败之后 黑星却能打上门来 即使他不明白 黑星用了什么办法 这个锅也只能是他的 没有别的解释 难道放任自己逃跑 也在黑星的计划之中吗 艾雷特心神大阵 顿时升起被算计的耻辱感 回想自己从黑星埋伏中逃脱的场面 现在他只觉得 自己是个蠢货 竟然莫看出不对劲 使黑星再放长线掉大鱼 莎娜心情极度糟糕 他觉得 这一切的源头 是他第一次袭击的失败 如果自己 没有单独行动 而是耐着性子 与同伴合作 第一次袭击 就能拿下对方 黑星早就是他们的阶下囚了 阿尔伯特强自镇定下来 他知道 黑星是个危险人物 但莫想到 黑星的雷霆反击会这么快 给他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危机 龙座显然是黑星的帮手 面对一个超A级 他没有任何把握 但他还没有绝望 不要慌 对手虽然是超A级 但是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我们虽然不是龙座的对手 但至少能纠缠一会 艾雷特 我们能不能逃走 就靠你了 我们会给你制造施法的机会 阿尔伯特咬牙道 这个关头 他管不了囚犯了 自己都危在旦夕 只能忍痛放弃这摩多年来的收获 先保住自己 以后再向上面的人交代 艾雷特如临大敌 我明白 就在这时 韩潇深吸一口气 沉深开口 所有人 都过来 嗡 下一刻 无数道流光滑破天际 悬浮在了韩潇的头顶 密密麻麻的舰队遮天蔽日 无数炮管纷纷对其六人 所有带队的天灾及强者降临 封闭了所有路线 包围了阿尔伯特六人 阿尔伯特等人呆若目击 眼中全是不可思议之色 黑心怎么会带来了这么多人 动手 韩潇二话不说 招呼众人并肩子上 反派死于话多 他默兴去和敌人说话 把对方全部拿下之后 有的是时间好好交流 逃 阿尔伯特凄厉大叫 看到这么多敌人 他的最后一丝幻想顿时破灭了 只剩下绝望 艾雷特满头大汗 急忙要施展传送法术 然而才弄出了个空间漩涡 屡试不爽的传送门突然变得不稳定 法力结构错乱 还未成形的传送门顿时消散 不远处 一名穿着红袍的A级魔法师 双眼亮着湛蓝色的魔法光芒 手中的法杖熠熠生辉 法术反制 这一刻 艾雷特 沙娜 阿尔伯特六人 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完蛋了 混战一触即发 阿尔伯特六人陷入重围 没有束手待毙 拼死突围 他们个人实力很出色 然而几十名天灾级的人数 抹平了差距 六人显向还生 这种局面 只有超A级能应付 他们虽然更强 但依旧是A级枪者 还没到质变的程度 轰隆隆 几十名天灾级枪者打成一团 场面异常火爆 战场绵延树百里 大地军裂 地洞山摇 瓜地三百米 各种能力层出不穷 地形大幅度改变 分布着岩石融融厚的岩浆 冻成碎渣的石粉 烧出晶体的泥土等等 根据韩肖的情报 几名魔法系时刻盯着艾雷特 一旦他有任何释放传送法术的迹象 立即用法术反制 元素扰乱等技巧阻止 艾雷特被死死缠住 金木交加 无处可逃 他不久前用传送术 逃脱韩肖的埋伏 现在追悔莫及 自己显然是被针对了 六人之中 阿尔伯特最为强悍 是一名念力师 澎湃的精神波动 是覆盖全场的 AOE 以一己之力 拖住了许多人 想为艾雷特制造施法机会 然而全都失败了 黑心调动的人手 远超他的想象 阿尔伯特 心里满是绝望 单单是几十名天灾级 就足够他们喝一壶了 天上还有成千上万艘战舰 旁边有超A级的龙作掠阵 这种阵势都足以向新团级文明的 正规军团发器挑战了呀 他知道 黑心是个危险人物 没想到会阵魔恐怖如斯 飞船上 韩肖带来的玩家十分兴奋 酱油打得贼带劲 几十个A级人物群殴 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场面 他们从未见过 震撼力只有上个版本龙作杂母舰的 副本视频能与之相比 要论精彩程度 眼前的这一幕更加好看 玩家是俯瞰视角 地表的战斗一览无遗 迫不及待录像 兴奋的膀胱发紧 都觉得这段录像 很有可能成为论坛上最震撼的视频 再来的路上 这群玩家都得知 是韩肖导演了这一幕 阵营领袖又有了大动向 他们有重看版本剧情过场动画的感觉 韩肖在一旁冷眼旁观 有着魔多帮手 自己莫必要参与战斗 打坏了机械还要修 不需要他出手 也是碾压的局面 第二环的人物奖励 他本想留着摸完福丁以后再结算 不过他觉得 进攻大本营 有可能成为第三环任务 所以早早结算了第二环奖励 想刷新下一环任务 但是第三环并没有出现 依旧是为刷新状态 进攻大本营并 没有成为任务要求 韩肖对此并不意外 任务要求不是他能决定的 即使这不是任务 他也一样会进攻大本营 第三环未出现 证明还有更长远的敌人 必须弄清楚 这个势力的真正来历 没有蹭福丁的运气 第二环抽取的能力很一般 韩肖最后选了亚德里安的一项 普通专长 刚鼓 效果为 力量加30 耐力加20 这已经是抽到的五个能力中 最实用的了 血量上涨了3000多点 砰砰砰 混战从头到尾都是碾压 持续了一会便结束了 阿尔伯特六人的反抗是徒劳 完全逃不了 被一顿暴打抓了起来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制服六人后 这些势力纷纷派人前往监狱 找寻失踪的高层干部 阿尔伯特六人遍体鳞伤 被带到韩肖面前 全都脱下了面具 露出一张张愤怒不甘的脸 眼中 还残留着还未消失的震惊 庞伏依旧不敢相信 他们这魔轻易栽在了黑心手里 黑心翻手间 就把他们一行人全部灭了 雷霆反击 直接端了他们的总部 这让六人难以接受 心乱如麻 韩肖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总算把这群人一网打尽 没有敌人逃走 他的目标达到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阿尔伯特默不作声 死死盯着韩肖 不回答 那我换个问法 韩肖拿出猎杀名单 冷冷道 是什么人指使你们 在破碎心环 到处捕获强者 这份名单到底来自哪里 阿尔伯特一惊 满脸诧异 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份名单 你真当我毫不知情 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存在了 你们的幕后主使 到底是谁 沙纳眼中浮现难以置信之色 他本以为是自己的失败 导致打草惊蛇 原来黑心早就知道了他们 他的情报 究竟从哪里来的 阿尔伯特沉默不语 似乎打定主意 不出卖背后的人 韩肖环逼而战 哼道 落到我的手里 你以为想不说就能不说吗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在韩肖身后 站着各个势力的天灾极强者 虎视眈眈 他们不会放过幕后之人 绝不善罢甘休 阿尔伯特等人若是不说 显然将会遭到很惨烈的折磨 这些势力会想方设法 从他们嘴里挖出情报 阿尔伯特扫了这些人眼 缓缓开口了 反正都是死 说不说没有区别 除非你能让我们活下来 你们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韩肖黑然道 我只能保证你们会少受折磨 好 我告诉你 阿尔伯特彭扶下定了决心 沉声道 克伦特帝帮只是我们这么做 韩肖顿时皱眉 我要证据 我可以证明 我们与克伦特的关系 我们的情报 来自战争领域下属的 一个情报组织 保存着记录 猎杀名单 是克伦特高层暗中给我们的 他们想让破碎心环更加混乱 所以雇佣我们铲除一几 捕捉将者 阿尔伯特缓缓道 不对 不是克伦特 韩肖眉头皱得更紧 听起来似乎没毛病 事情都能联系起来 但任务介绍已经提醒过了 真相肯定没这么简单 他觉得 克伦特八成不是这个神秘势力的幕后主使 做法与动机都有矛盾之处 阿尔伯特可能故意嫁祸给克伦特 阿尔伯特栽了 不得不透露出一些情报 很可能是想混淆视听 包庇真正的幕后主使 用谎言代替真相 让克伦特被锅 至于为时魔选克伦特 也许克伦特与这只神秘势力 真有一些关系 也有可能 是因为克伦特是破碎心环 目前最好用的被锅侠 韩肖盯着阿尔伯特的双眼 然而看不出什么 只有一片坦然 他眯了眯眼却没有追问下去 突然一笑 原来是这样 克伦特就是幕后主使 我相信你 没错 你想要任何证据 我都能提供 希望你遵守承诺 不要折磨我 阿尔伯特咬定是克伦特 旁边各个势力的使者文言 对克伦特生出巨大的敌意 怒不可遏 克伦特疯了吗 竟敢做这种事 他把我们当成好欺负的吗 克伦特投靠赤色帝国之后 形势便越来越跋扈 而且不少势力都知道 克伦特的野心很大 对阿尔伯特所说的真相 醒了七八分 紫禁文明的使者目光一亮 暗暗窃喜起来 如果能让克伦特背锅 不管这是不是真相 他们都愿意相信 这样会把在场这些势力 推到克伦特的对立面 敌人的敌人 就是盟友 阿尔伯特等人 显然要隐瞒真正的幕后主使 韩肖不准被揭穿 默许他们的嫁祸 因克伦特一手 真相自己可以私下里寻找 反正这群人落到他手里 想怎么摆弄都行 先让克伦特背锅 最符合当下的利益 这样能间接增加盟友 分担秘密战争的压力 这摩托势力 得知这个真相 消息必定会传到整个破碎心环 到时候 克伦特的声望会大受影响 谣言传久了会变成真相 黄尼扒掉裤裆 这口锅脱不下来 韩肖本来只想让这些势力欠他人情 建立起合作关系 此时让克伦特背锅 完全是意外之喜 责任还赖不到他的头上 这时 前去寻人的队伍 把监狱里关押的囚犯 全部带了回来 这些倒霉 但在同伴的帮助下 脱掉了全身的禁锢 总算不是软脚瞎了 哈哈 果然有人来救我们 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克尔尼德等人恍如隔世 一脸惊喜 扫视了一圈 不少人看到自家势力 纷纷回归 与同伴攀谈 很快 他们便得知 是黑心提供情报 救了他们 众人接连来到韩肖面前道谢 一脸激动 表示感谢 要不是你 我们就完蛋了 多谢了 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提 黑心 以后你就是我兄弟了 韩肖挨个回应 态度友善 面板不断弹出提示 这些势力的关系暴涨 直接一跃到了友善 像克尔尼德这些被搭救的人 好感长得最多 他表达了保持合作的意思 众人自然不会拒绝 不提这份人情 黑心军团本身就是 值得结交的势力 龙座埃莫斯更是个厉害人物 这次事件成了合作的纽带 救出这群倒霉蛋 韩肖的人脉大幅增长 增加了许多潜在助力 紫荆文明的使者也得尝所愿 一部分势力表示 愿意加入零号机关 帮助紫荆对抗克伦特 同仇敌忾 这是韩肖的功劳 他在紫荆的好感度 一下增长了两千点 距离换取尖端之时 更近了一步 韩肖还有另一个目的 一部分被抓的人 是独行的天灾极强者 将他们救出来 提升好感之后 有机会招募 问了一圈 绝大多数独行A 级超能者拒绝了 表示没有加入势力的意图 只有一个人 愿意加入黑心军团 让韩肖大喜过望 能招募到一个人就不亏了 军团目前只有自己一个A级 多一个人就等于翻了一倍 层次一下子就能提上去 这还是他招募到的第一个A级人物 接受邀请的家伙 看上去很颓废忧郁 正是拉基 拉基接受邀请食病 没有犹豫 被关了十年 他没有什么地方想去 韩肖救了他 他愿意跟着韩肖走 反正在他看来 去哪都是慢慢腐烂老去 提不起进来 韩肖伸出手与他一握 热情道 欢迎加入黑心军团 待遇一定会让你满意 以后我们就是同伴了 你叫什么名字 拉基握着韩肖的手 叹气道 我是拉基 别吧兄弟 太谦虚了 拉基表情更抑郁了 皱纹深邃的 犹如刀砍斧凿 脸上庞扶刻着一个大大的苦字 韩肖反应过来 嘴角一抽 抱歉我误会了 你的名字挺 挺好的 遗憾的是 我父亲也这么觉得 拉基叹息 这人说话咋 这么客气呢 韩肖一脸尴尬 几乎按捺不住肚子里的吐槽能量 怪不得这人悲观 和别人介绍自己 一开口 就是我是拉基 这还怎么微笑面对生活 换谁都得抑郁 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啊 没事 我习惯了 拉基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不往心里去 男男道 反正我们最后都会被微生物分解成尘埃 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下来 我将带着我的名字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记得我 韩肖一脑门黑线 这人的负能量 简直要溢出来了 拉基是一个A级魔法师 除了研究魔法 他也没有别的事情想做 彭扶是一条没有志向的咸鱼 他接受韩肖的招募 一是因为欠韩肖一个人情 他没什么地方想去 所以跟着走 二是因为加入一个势力 可以报销研究魔法的经费 不用到处赚钱 轻松多了 黑心军团有了第一个A级高级战力 虽然拉基个性古怪 但韩肖还是挺高兴的 准备多了解一下这个新同伴 不过拉基不是很喜欢说话 问及他的经历 总是NNO敷衍过去 聊了一会 韩肖对他过往的经历 还是一片空白 你没有任何朋友或亲人吗 韩肖忍不住问道 拉基叹气 气质忧郁 依附我有故事你墨久的表情 缓缓道 你就当我没有吧 韩肖翻了个白眼 要是再给拉基配上唏嘘的胡茶 和燃了一半的香烟 这画风就齐活了 话说这人这副鸟样 都能成为A级 到底是经历了打击 导致性情大变 还是一直这抹咸鱼 如果是后者 韩肖不敢想象拉基的天赋 我该不会捡到了一个主角型人物吧 韩肖抬了抬巴掌 犹豫着 要不要给拉基一耳光 看看他的属性 这时 在场的势力处理完了回归干部的事情 大部队准备启程离开 在离开之前 纷纷向韩肖道别 经过这次并肩作战 韩肖与他们达成了良好的关系 个人的影响力 朝科尔顿星团之外扩散 盟友 合作者也是势力发展的一环 韩肖的目标 是让自己的朋友遍布全心域 在哪里拉屎 都有人送纸 现在朝着这个目标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其中新兽组织很感激韩肖 就出了他们的领袖高比例 他们本来不与外人进行交易 此时愿意与黑心军团 进行商业合作 到了3.0版本 新兽组织才开始雇佣外人 玩家可以做阵营任务刷好感 在这里购买许多稀有生物的基因药剂 甚至可以买宠物和坐骑 虽然有了飞船 坐骑的作用只剩下提高时髦值 韩肖想要购买一些极其稀有的星际生物素材 用来让模板专长终极强刃生命升级 上次服用虚空大军的核心 证实这个想法可行 韩肖需要符合条件的稀有生物素材 新兽组织在这方面是专家 一口硬承下来 表示会完成要求 到时会通知他 被解救的人之中 还有不少独行侠 虽然拒绝了韩肖的招募 但都留下了联系方式 承诺说 以后黑心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们亦不容辞 韩肖将其视为潜在助力 A级强者的信誉 还是靠谱的 派一波绝对不亏 阿尔伯特六人成了韩肖的俘虏 拆走阿尔伯特等人的总部后 爱莫斯也与韩肖一起离开 几天后 韩肖导演的大规模行动事件传了出去 这次不但没有淹没在诸多新闻当中 还在破碎星环掀起了轩然大波 包括七大星团及文明在内 破碎星环无数势力 被韩肖弄出来的动静吓了一跳 天南海北众多势力响应黑心 组成一支足以让星团及文明都不敢小觑的部队 听从黑心的调遣 这让无数人感到震惊讶异 黑心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了 爱莫斯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这让许多人浮想连篇 一直以来 龙座的势力给破碎星环的印象是中立 若是 咸鱼 黑心军团的出现 稍微提升了龙坦的威慑力 但还不足以改变 许多人心中龙坦的固有形象 然而这一次却让许多人误会这是龙坦的手笔 故意展现拳头 不由大为惊奇 不知不觉见 龙坦已经与这魔多势力结盟 七大星团及文明不得不重新评估龙坦的地位 作为超A级强者 爱莫斯一直表现得与世无争 但近些年越来越活跃 这一切都是从黑心加入龙坦之后开始的 黑心彭扶催化剂 让龙坦脱胎换骨 短短几年间便帮助龙坦快速崛起 经过这次事件 龙坦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一些私人组织不禁有了想法 有超A级坐镇的阵营 前途远大 只要镇臂一呼 就能吸引很多人主动加入 含消制造的新闻起了效果 如果能为龙坦吸引更多盟友 他也会因此得意 这次行动还造成了另一个影响 阿尔伯特透露的真相 让克伦特倒了大霉 所有被针对的势力都捅一口径 指责克伦特的行为 其实大多数文明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大家都有默契 然而一旦曝光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克伦特地帮很难受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吃瓜群众当得好好的 突然就躺枪了 官方发言人自然是坚决否定 可惜莫多大用处 当然 克伦特毕竟是强大的新团级文明 所有受害势力顶多谴责一番 潜在影响却不小 更多势力对克伦特生出提防之心 在乱世降临的关头 每个势力都很警惕 实际上 阿尔伯特确实与克伦特有合作关系 但克伦特仅仅只是为他们提供情报 阿尔伯特等人来自其他新域 克伦特并非他们的主子 一次偶然的接触下 克伦特看上了他们的实力 决定提供情报 确实抱着借刀杀人搅混水的意图 还真不算冤枉了克伦特 在针对紫荆的关头 爆出这种事件 相当于间接增加了紫荆的助力 让对方获得了更多在秘密战争中的筹码 克伦特人吃了个哑巴亏 对此很是恼怒 黑星的行动 给克伦特加大了难度 打乱了既定的计划 战争领域不得不微调战略 开战时间延期 黑光潜伏者正在前往加顿星系 船上 韩肖抽取阿尔伯特六人的超能基因 抽出几十管基因药剂 让六人变得虚弱 开始在牢房里审问 猎物 任务还末完成 第三环末刷新出来 幕后主使也会是敌人 能使唤六个A级强者 而且还是近乎A家的实力 背后的视力 肯定不简单 我说过了 是克伦特指使我们 阿尔伯特语气虚弱 韩肖摇头 我没阻止你嫁祸克伦特 因为这也符合我的利益 不代表我真的相信了 我知道 折磨未必对你们有用 幸好我带了专业人士 话音刚落 伊索走了进来 他也跟着艾莫斯过来凑热闹 一直待在飞船上 他的异能适合探查情报 即使阿尔伯特六人不招供也没用 伊索不介意帮韩肖这个小忙 交给你了 老头 韩肖让开了位置 伊索哼了一手 摸了摸六人 闭上眼睛使用异能 过了好一会 才睁开眼睛 脸色有些不对劲 老头 有收获吗 没想到是他们 伊索自言自语 语气变得凝重 黑心 这次你真的招惹到不得了的家伙了 韩肖眼睛一眯 我可没招惹他们 而是他们盯上了我 你说的没错 树大招风啊 只能怪你自己倒霉 伊索叹了口气 难难道 我以为再也不会与这帮人有所交集 一切与他们扯上关系的事情 都会变得很麻烦 别卖关子了 他们到底是谁 你听说过古老者吗 韩肖脸色骤然一变 严肃了起来 他当然知道 这个有名的组织 即使在前世 古老者也是玩家眼中 大名鼎鼎的势力 瑞斯达提到的 谢国 麦尼逊 就是古老者的一员 这个组织很特别 成员稀少 位于不同星域 都是星海的顶级大人物 基本都有着悠长的寿命 活了很多年 最远可以追溯到探索历末年 其中不乏超A级强者 组织结构松散 可以理解为 一个最顶级的交际圈子 在宇宙里地位尊崇 连三大文明都要客气对待 在 超能灾祸的版本中 古老者的多个超A级成员 都自成阵营 麦尼逊就是其中之一 伊索曾经是古老者的一员 后来退出了 你说古老者是幕后主使 韩潇素然 古老者确实是自己 目前惹不起的势力 我不清楚 我并没有预知出具体的细节 我只看到了这件事 明明中与古老者有关联 伊索解释 文言 韩潇望向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一脸平静 并没有因为伊索提到 古老者而表现异常 彭腹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也不知道是不是演的 想了想 韩潇蹲下身 直视阿尔伯特的双眼 问道 古老者是你们真正的主人吗 不是 阿尔伯特皱眉 我不止一次 说过是克伦特 不管你信不信 韩潇眉头一挑 如果真与古老者没关系 以你的作风 我觉得 你会很乐意 让我招惹到他们 阿尔伯特突然沉默 不再说话 虽然顶了他一句 但韩潇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古老者就是 猎物 指向的最终敌人 而且 古老者是个松散的组织 这可能只是古老者 其中一名成员的计划 真是巧了 我这是第二次 与古老者产生交集 先是阿罗西亚 现在是这群人 韩潇一脸思索 这也太巧合了 不管是不是古老者 我现在都没办法应付他们 至少目前不行 不达到超A级 连自保都难 韩潇心情有些沉重 敌人已经盯上了他 阿尔伯特等人栽了 必然还会有新的强敌出现 自己却连敌人的真实身份 都还莫发现 这种危机感 让他压力山大 不过 担心不能改变任何事 韩潇整理了一下心情 此时有个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要怎么处理这六个俘虏 留在家里榨汁 不是一个好选择 他们不是那些菜鸡丢人心道 如果侥幸脱困 自己压不住他们 在六人身上 估计也逼问不出太多的情报了 让他们活着 是夜长梦多 艾雷特察觉到韩潇的杀意 身子一颤 韩潇先是回了一趟龙毯 宋爱莫斯和伊索回去 接着果断宰掉了阿尔伯特六人 在前往龙毯的路上 他在六人身上 抽了许多基因药剂 他不准备把六人 关进心道的快乐小屋 不想冒风险 对待敌人 他从来不手软 干掉六人 韩潇得到一大波经验 还爆出了几张长期的人物卡 阿尔伯特等人面对死亡 显得很坦然 只有艾雷特恐慌不甘 但都始终没有说出幕后者的真实身份 这不影响韩潇下手 只是六人对主使者的忠诚 让他感到惊奇与凝重 能让A家极强者忠心耿耿的家伙 必然很可怕 只可能是超A极强者 无论幕后是哪一位古老者组织的成员 都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 干掉了敌人的得力手下 梁子是接下了 韩潇也没有别的选择 敌人主动盯上他 他总不能束手待毙 结仇是必然的 猎物跌第三环还莫刷新 下一波袭击 也不知道 敌人会派出怎样的力量对付他 唯一的好消息是 至少超A级 不会随便跑到其他星域出手 自己不会正面与超A级对战 不过他心里 还是有沉甸甸的压力 为此 伊索专门给他算了一挂 模糊欲知道 猎杀者的事件告一段落 短期内不会再起波澜 这让韩潇松了口气 也对 星域与星域之间 隔着很长的荒芜宇宙带 跨星域的旅行或消息传递都不容易 阿尔伯特等人翘辫子了 敌人暂时对付不了他 如今 韩潇在龙坦的地位与日俱增 是埃莫斯最佳的辅佐者 伊索对他颇为重视 一路上向他提起了不少古老者组织的秘星 帮韩潇猜测幕后敌人 古老者并非一条心 每位成员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组成势力 是为了结合众成员的影响力为一体 在宇宙里 获得更尊崇的地位 从而让所有成员获以 平时则很少以组织的名义行事 伊索认为 阿尔伯特背后的主人 只是其中一名古老者成员 起码比对上整个古老者好多了 铲除了阿尔伯特等人 事情告一段落 韩潇带着拉基 回归加顿星系的一号基地总部 拉基是黑心军团唯一的A级干部 韩潇向其他干部介绍拉基 让众人知道添了新人 拉基刚刚脱困 还比较自闭 没有与其他同僚交流 自顾自熟悉环境去了 韩潇暂时没有让拉基担任职务 A级实力 足以成为副团长 不过拉基才加入 韩潇觉得 需要与他深入交流之后 才能对他为以重任 克伦特与紫禁的秘密战争 一时半会还打不起来 想刷阵营关系也不行 韩潇手头没有紧急的事 又闲了下来 正好 在他出去搞事的这段时间 有一件大事 吸引了玩家的注意力 第二届职业联赛 即将开始了 有玩家上传了几十名天灾混战的精彩录像 展现了黑心人卖团的能力 肉包的新视频 还提到了下个版本的信息 正是含潇透露 与赤色帝国有关 这些帖子 都给他刷了一波存在感 然而 在职业联赛的热度面前 所有事情都要靠边站 他也抢不走职业联赛的风头 如今已经是2.0版本的后期 经过一个版本的运营 星海的玩家人数不断增多 虽然还没到前世爆炸式增长的阶段 但数量也很可观 第一届颇为成功 第二届职业联赛的关注人数暴增 星海时报 连续几期都是职业联赛专场 为职业联赛预热 韩潇回到房间 拿出一瓶帅宅快乐水 蹲蹲蹲灌了一口 接着打开最新的 星海时报 这是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期 进行最后的动员 为这次盛会 添上最后一把火 两名主持秀了一通冷笑话能力 进入正题 强调第二届联赛的规则 2.0版本 增加了几个新手新球 不过大部分玩家 都已经离开新手新球 正式进入星际 于是赛区的划分 不再以新手新球为单位 做出了调整 以每一个有新手新球的新域 作为赛区 因为有一些新手新球 位于同一片新域 所以合并了几个赛区 上一赛季有13个分赛区 现在变为9大赛区 意味着一些国家的战队 会在分区赛就碰上 强强对碰 争夺出现资格 即使本届放宽了出现名额 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分赛区场地 不再是新手新球 而是每个赛区 选定几个距离很近的 无人新球 以整颗新球作为场地 已经进入星际的玩家 自然能够来到赛场 赛制方面变化不大 依旧分为战队赛 与个人赛两大赛程 上一赛季 只有三种对战形式 分别是类台赛 团体对战 个人对战 这一届增加了第四种 名为生存赛 顾名思义就是大逃杀模式 将会出现在积分制的分区常规赛和国际常规赛中 同时应用于战队赛与个人赛 按照新海时报的介绍 战队生存赛是四支战队混战 唯一的胜利者获得大量积分 第二三名获得一定分数 最后一名不得分 个人生存赛则是16名个人赛玩家混战 赛程方面 第一阶段依然是分区预选赛与次级联赛 所有玩家都能报名预选赛 杀个天昏地暗 次级联赛则是给一些俱乐部的二线战队准备的跳板 两者总共决出战队40强与个人赛64强 然后打一段磨合用的季前赛 接着进入分区常规赛 分区常规赛采用循环对战 积分制最后战队积分前8名与个人赛前16名进入分区决赛 打完分区常规赛 每个赛区的积分冠军将参加表演性质的国际明星赛 分区决赛5局3胜 捉队厮杀 角逐出分区冠亚军 这一届由于赛区减少 所以放宽了进入国际赛的名额 每个赛区的战队4强与个人赛8强都可以进入国际常规赛 这次国际赛与分区赛的间隙大大缩短 赛程比上一届更加紧密 国际常规赛也是积分制 各个赛区最精英的选手进行较量 战队积分前8与个人积分前16进入最终的国际总决赛 角逐出世界冠军 韩潇看着论坛视频 暗暗点头 赛制与他前世一样 变得是参赛的人 接着节目重点介绍华夏方面的种子选手 来到采访阶段 请来了华夏四大豪门俱乐部的队长 还有上一届在国际个人赛中名列前茅的狂刀木剑 两名主持采访了机人 问了些备战的问题 众人正常的交流互动 氛围轻松 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两位主持问及每个战队本赛季的目标 以及个人的展望 四大豪门的回答 让无数华夏观众精神一振 皇朝的王侯将向懒懒笑道 本赛季 我们皇朝只有一个目标 拿下战队赛的大满贯 分区冠军与世界冠军 我们势在必得 神殿的离格语气很正实 我们会尽力争取每一场比赛 发挥出我们全部的实力 希望能在国际赛上有所掌获 不让所有神殿的支持者失望 鱼香茄子的太阳茄子面无表情 上一赛季 我们错失国际赛的资格 本赛季我们要一雪前耻 争取成为最后的赢家 长空的浩天正经危坐 语气认真 我们的目标只有世界冠军 四大豪门都发出了夺冠宣言 显得信心十足 让华夏玩家新潮澎湃 上次皇朝得到亚军 虽然表现不差 不至于被喷 但与冠军失之交臂 华夏玩家还是颇为遗憾 因为接近了顶峰 才更加执着于追求最终的胜利 四大豪门的宣言很提示起 这次国际赛的资格是分区四强 如果我们的四大豪门包办前四 全部进入国际赛 那可就好玩了 嘿嘿 这可不一定 四大豪门虽然厉害 但其他一线战队也不差 江雨洛的暴雨战队 艳然的狂徒战队都不是好惹的 还有天宫 九门 龙虎那些强队也很有竞争力 我看好江城战队 狂刀怒见上一届是国际个人赛16强 江城以他为核心 重组了战队 说不定会是一匹黑马 不少观众用视频谈目讨论 节目上的狂刀 则没有四大豪门的队长纳摩霸气 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带队 尽全力打进国际赛 不敢说夺冠宣言 其他国家的俱乐部颇有压力 海兰星是华夏玩家的大本营 比他们提早了一两年进入星际 导致华夏战队的平均水平很高 全都是不好对付的强队 没有一个弱手 即使是上届冠军法国队 也不敢小看 表示尽全力未免 韩霄颇为期待 在自己的影响下 华夏这次能拿到什么名字 前世第二届联赛 皇朝和神殿分别拿下世界季军和国际八强 而这一次 华夏的总体实力占据显著优势 不只是装备 技能 经验 职业选手早早参与星际层次的战斗 操作水平也得到了充足的磨练 第二届联赛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届只是试水 第二届的宣传力度更高 影响力是第一届的许多倍 直接导致了3.0版本大量新人涌入 玩家数量爆炸时上升 华夏战绩越好 曝光率就越高 对我的阵营也有益 寒潇暗想 目前 飞行军团旗下的上百万玩家 都是最早的远古玩家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新人涌入 3.0的海量新玩家 是扩充军团规模的第二次机会 没有了引导阵营的优势 自己要与3.0版本的诸多阵营竞争 联赛则是一个提高吸引力的渠道 除了长期利益以外 每次联赛还是商机 玩家赚钱就是为了转化为战力 联赛期间 玩家对装备的需求量将会短暂飙升 仓库里的海量基因药剂将会非常有销路 他只怕存货不够 职业联赛 刺激了玩家的消费需求 玩家很乐意掏空自己的钱包 这是大赚一笔的机会 比赛场地是加顿星系的几颗无人星球 韩潇准备召集舰队去现场卖装备 成为所有参赛玩家的后勤保障处 无论是修装备 卖道具 还是学技能 玩家当场就能花钱 该有多快乐 反正 不管玩家快不快乐 韩潇很快乐 还有10天 联赛就要开始了 是时候动身了 韩潇眼神闪亮 距离联赛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 几乎所有玩家云集到了比赛星球 即使不做参赛者 也可以作为现场观众参与盛会 这是全民参与的大型活动 爱热闹的玩家不会错过 被当作场地的无人星球热闹了起来 飞船来来往往 一整颗星球作为战场 面积辽阔 官方玩家与志愿玩家搭建起了许多擂台 场景进行调度 延续了上一届的风格 让玩家参与场地建设 增强代入感 不少选择当观众的玩家 闲着也是闲着 乐意帮忙 休闲玩家在比赛星球 如火如荼筹备着场地 参赛玩家则趁着最后的时间增强自身 强化装备和升级技能 韩潇带了一支舰队 以一艘旗舰为核心 运在仓库的各种物资存货 来到比赛星球 黑星军团舰队现身的时候 比赛星球的玩家压抑不已 他们不知道军团舰队为时魔会出现 舰队抵达之后 停留在外层空间 众多玩家好奇 进入旗舰 发现韩潇也在这里 有玩家询问 韩潇解释很简洁 情报显示 军团的大量佣兵 无故聚集在一颗无人星球 这让我很困惑 还以为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所以过来看看 这个理由既合理又意外 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许多玩家觉得很有意思 玩家已经习惯了NPC的真实反馈 自己一切行为都会影响NPC的判断 影响星海的演变 这种强互动感的反馈机制 常常让玩家沉迷其中 作为黑星军团的一员 几十万人集结 惊动了阵营领袖过来视察 这对玩家来说 是兴起有趣的体验 在人物的互动方面 有玩家喜欢角色扮演 按照游戏的方式 与NPC交流 让自己不出戏 也有玩家则喜欢直来直去 大大咧咧 直接向韩潇坦诚 他们要打比赛的事 既然如此 我也想看一看 我的佣兵成长 到了什么地步 正好我暂时没别的事情 韩潇以一种自然的口吻 说出逗留的借口 装作无视玩家口中的 职业联赛之类的词汇 言语间暗示自己 将其当作了一场 大型切磋活动 大部分玩家不宜有它 他们没想到 职业联赛还会出现 NPC观众 觉得更加好玩 发现舰队 还有提供补给 维修装备 采购药剂各项服务后 玩家更是喜出望外 旁边就有个补给站 让所有人都方便 最开心的莫过于俱乐部玩家 他们才大气粗 黑心的不给站 能让他们灵活掉整战术 不用跑到其他星球 去购买装备 节省了大量赶路的时间 韩潇来职业联赛 现场凑热闹 自然不怕玩家怀疑 只要他不提醒 正常人不会往那个方向想 且不论玩家怀疑 NPC的可能性有多低 就算真有人怀疑也没用 自己浪了这魔酒 都风平浪静 要出问题早出了 他不直接插手职业联赛 保持着尺度 所以半点也不慌 三天后 万众主目的第二届联赛正式召开 预选赛是第一阶段 这是正餐之前的小菜 无数玩票的或有实力的参赛者 在联赛工作人员的调度下 组队进行淘汰厮杀 争取常规赛的资格 因为场地大了很多 比起第一届联赛 预选赛的赛程大大缩短了 论坛上 联赛官方放出了各个赛区的预选赛精彩激景 第二届联赛的话题彻底涂版 发布其他内容的帖子 都会被迅速刷到后面 各国上千万玩家热烈讨论着 各自赛区的豪门强队 种子选手 黑马 华夏方面 四大豪门的主队 都有份屈长规赛的战队直通票 没有参加预选赛 最受到关注的 便是其他一线战队 暴雨 狂徒等等 狂刀的江城战队 也被受瞩目 淘汰一支又一支预选赛队伍 一路披荆斩棘 势如破竹 个人赛方面 打晋国季赛的王侯江相 狂刀击人 才有常规赛直通权 不用参加竞争最为激烈的 个人预选赛 因为战队预选赛 还要凑齐队友 而个人预选赛谁 都能报名 绝大多数玩家都想试一试 报名人数是最多的 近乎全民参战 比起1.0版本 玩家的实力更降了 各种流派 战斗风格更加丰富 打起来花样更多 更加激烈 精彩分成 各种能力层出不穷 让人目不暇接 进入星际以来 玩家也接触到了魔法系语念利系 一些新人 或者玩新号的老玩家 选择了这两系 所有分赛区 都一样凑齐了五种超能者职业 只是比例有差别 2.0才接触到的职业 玩家比例自然最少 然而与前世相比 情况却有了变化 原本机械系玩家的比例是 倒数第二 甚至被魔法系后来居上 而现在 机械系玩家的数量 却成了正数第二 仅次于五道系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 便是寒潇在1.0忽悠了大量玩家 转值机械系 寒潇另一个直观的感受 便是发现 这片分赛区的华夏玩家 平均实力超过前世 他让海澜星早了一两年进入星际 无论是经验 金钱还是战斗经历 破碎新环分赛区 都比前世更有优势 丰富的资源 给战队的战术选择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凡是能较得上号的战队 全都有水准线以上的战斗力 第二届联赛盛况空前 整颗比赛星球都是战场 预选赛与次集联赛如火如荼进行 赛程比第一届更短 所以更加激烈 十多天后 预选赛终于 在一片狂欢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各个分赛区的常规赛名单火热出炉 其他分赛区的名单与前世莫多少差别 但是破碎新环赛区 常规赛名单却有明显的变化 强队问题不大 都和前世一样出现了 变化的 是一些靠后的名额 涌现了不少新队伍 新选手 有一个人让韩潇有点意外 本该第三届才参加联赛的封月 不仅参加了这一届 甚至还打进了个人赛64人大名单 成了黑马之一 韩潇看了封月的预选赛视频 他和狂刀 浩天两个高丸混在一起 水平提升很快 是金子都会发光 他本来就有打职业的潜力 要不然 前世也不会混出头来 但是比起前世 封月的操作水平 还有着一定差距 他打进个人赛名单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 他用从韩潇这里买来的图纸 造出了穷人版的虚龙机甲 本来到了第三届联赛 机械系才开始拥有版本优势 开始崛起 如今机械系虽然不弱势 但和强势站不上边 一身在这个等级能算作神装的机甲装备 虽然远不能碾压一线玩家 可也提升了封月对战士的容错率 俗话说得好 一代版本一代神 2.0阶段的机械系依旧不降 但有了韩潇这位大导师 机械系玩家少走了许多弯路 至少在破碎星环赛区 机械系的版本劣势 没有那么明显 个人赛名单中 机械系玩家 比前世多了近十人 战队方面 机械系也是绝大多数队伍 都需要的战术成员 韩潇在预选赛捞了一大笔 装备贩卖不用说 几乎所有玩家用的 都是黑心系的机械装备 基因药剂也进账颇风 俱乐部战队大批量采购 基因药剂具备良好的战术作用 可以成为对战中的X因素 要不是库存充足 估计俱乐部可以买空他的药剂存货 借着联赛的商机 韩潇的存款数字 突破了一个小目标 预选赛全民参与 常规赛才是正参 韩潇不久前的大规模型动营 想还未消退 许多势力还在关注 黑心军团的一举一动 大量黑心拥兵聚集比赛星球 这个异常动向 引起了诸多势力的关注 私下里猜测韩潇的目的 一些拥兵行业的同常得知消息 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这个事件间接展示了 黑心对军团的掌控力 大部分拥兵团都没有忠诚可言 而黑心有上百万同乡的嫡系部队 凝聚力很高 愿意听从黑心的命令统一行事 还不用花钱 这比自由拥兵靠谱多了 不少势力认为 黑心已经有了条件 未来有机会从雇军团 转型成私人性质的武装组织 因为上次的事件 给零号机关增加了不少帮手 黑心军团进入更多 紫禁文明高层的视线 备受重视 阵营关系 只差几百点 就能达到尊敬了 这次的情况 也得到了紫禁文明的关注 黑心召集八成以上的 黑心军团佣兵 聚集在无人星球互相战斗 他这是在做什么 零号机关的办事处 众多外务师讨论这件事 来福敲着桌子 自信一笑 只有一个解释 练兵 黑心是在练兵 众人闻言 眼神一亮 纷纷点头赞同 来福笑容满面 在他看来 这是黑心军团机极为秘密 战争备战 真是可靠的盟友啊 来福不由凯叹 常规赛精彩分成 战队和选手都打出了风采 龙争虎斗 竞争激烈 韩潇的舰队 逗留在比赛星球 他看论坛的转播当作消遣 其他时间 他则都受各种药剂 或者趁着空闲 打造一些机械 九大赛区 破碎星环赛区最好玩 华夏战队打得十分热闹 黑心军团的多样化机械 提供了各种脑洞大开的战术 例如 使用核动力飞行背包的群体自爆战术 敢使用这个战术 显然已经放弃了治疗 沦为了自知无法出现 于是开始劈起来的咸鱼队伍 相比于其他赛区的比赛 华夏战队之间的比拼 更具悬念 由于韩潇贩卖的基因药剂 这让比赛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已经不知道 上演过多少次逆风 以波翻盘了 常规赛打到尾声 各大赛区的决赛名单基本确定了 让韩潇意外的是 狂刀的江城战队 竟然爬到了分区积分排名第二 仅次于玉神杀神 玉佛杀佛 近乎全胜出现的黄 我想日天就日天 朝战队 狂刀第一次带队 取得这样的成绩很是亮眼 其实正经对战 江城并不算太将 然而在新赛制生存模式里 有如神柱 屡次狗到最后 获取了大量积分 于是在赛城后半段 接连抱了其他强队的菊花 一路捅到第二名 破碎新环分区决赛的八名出现战队 按积分排名排列 名单为 皇朝 江城 长空 神殿 暴雨 鱼香茄子 狂徒 九门 个人赛方面 王侯江相 狂刀 浩天 黎哥等强劲选手 都杀进了16强 风月取得了第38的名次 虽然遗憾出局 他的表现可圈可点 吸引了一波粉丝 虽然没有取得前世第三届联赛的成绩 但却提早了一届打出名气 有不少战队 想要签约他进行视讯 分区常规赛结束 休息一段时间 才会开始打分区决赛 由于赛城比上一届紧密 所以并不会休息太久 而在这期间 九大赛区的战队 与个人积分冠军 将参加国际明星赛 进行表演兴致的比赛 论坛上 华夏玩家纷纷留言 迫不及待想看到皇朝 再度与其他国家的强队交手 上一届世界冠军 法国玉京香俱乐部 也是分赛区的冠军 皇朝作为上届亚军 有机会与上届冠军再次交手 虽然只是表演赛 但无数华夏玩家 依旧希望皇朝能一雪前耻 保持常规赛的威猛 打死他压的 在国际明星赛开始之前 韩潇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玩家联赛的这段时间 新兽组织终于 凑齐了韩潇要求的珍稀生物素材 不远万里送到了韩潇手上 旗舰的大厅 运货的新兽组织成员 呈上一个合金箱子 语气恭敬 黑心阁下 您要的货物已经送达 高比利领袖向您致敬 好 替我谢谢他 以后我们还会 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韩潇点头 送运货人离开 接着他提着箱子 来到修炼室 关上修炼室的房门 韩潇打开箱子 白霜般的冷气流泻而出 遮蔽视线 带气微微散去后 韩潇看见了食管液体 颜色各异 有的五彩斑斓 有的透明无色 有的深蓝闪烁 这些都是用罕见的星际生物身体精华提炼而出的药剂 基本都与虚空物种有着联系 注射生物药剂 有变异的风险 直观的表现就是 会消减属性 气和度越低的生物 越容易引起变异 为了防止风险 韩潇列出的清单中 基本都是含有虚空血脉的珍稀生物 它自身就是虚空物种 气和度高难以引起变异 虚空生物不好找 新兽组织费了 一番功夫才凑齐 韩潇拿出注射枪 一管一管注射进体内 中间会休息一会看看反应 确认无碍后 才会注射下一管 前几管带给它几点新的属性 但效果在慢慢衰减 达到第六管的时候 就已经不加属性了 上次专长升级 也是在不加属性后 继续注射才出现的 韩潇注射完最后一管 面板终于弹出让它 喜出望外的提示 你的专长 终极强韧生命 升级 升级完成 原专长变为 高级强韧生命 高级强韧生命 额外增加耐力转化的生命值 比例为1.60分 抗性正25% 每损失40%的生命值 全属性暂时正10% 这个专长可算升级了 韩潇一脸喜色 升级前 耐力与生命值的比例为1.30分 现在变成了1.60分 不止如此 还多出了一个新效果 没损失40%的血量 属性能提升10% 这个新效果让它灵光一闪 我有血栏转化的两个专长 回血效率极快 如果没损失4成的血 就能触发新效果 意味着战斗时间越长 我就会变得越降 哈蒙就有类似的能力 他亲眼监视过威力 不愧是母版专长 对战斗力的提升力竿见影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的血太厚了 打掉40%血 需要很久 韩潇打开面板 看向自己的血量 生命值 117910 嘿嘿 血量总算破了10万大关 武道家算个积二 就算是战争领域的 先锋官围欧我 我也能累死他们 等秘密战争打起来 我可以找他们 好好浪一浪 韩潇默然一笑 自己都肉成一匹野马了 这还当啥机械师啊 不如叫机械师算了 以探索宇宙的中心 是三大宇宙级文明的大本营星域 互为基角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是星海中最繁华的三片星域 统称为中央星海 强者如云 是宇宙的权力中心 财富中心 群星之渊 是中央星海的三大星域之一 光辉联邦的核心领土 在这片星域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境地 影之祖地 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颗人工改造的行星 在它旁边 是一颗是诡异的漆黑卫星 没有陆地 海水 彭佛是由某种黑色气体组成的气态星球 影之祖地 之所以是群星之渊的境地 是因为这里 是超A极强者 万影的地盘 就像破碎星环一样 作为中央星海其中之一的群星之渊 也有超A极强者盘踞于此 且数量不止四位 而在群星之渊的超A极之中 万影是一名公认的异类 莫人知道它的名字 莫人见过它的真面目 踏足影之祖地的旅行者 从此消失无踪 这让万影带上了一层神秘危险的光环 人们只能从之言片语的传说中了解它 而这些传说 最早能追溯到探索历末年 在上千年前 就有关于万影的记录了 影之祖地有一座城市 建筑林立 分布着大量基地 无数飞船停靠在码头 然而诡异的是 这里几乎毫无人烟 透着死迹 萧条的气息 一名男人 奔跑在毫无人烟的大街上 脚步声语风声 是这座死迹城市 为数不多的声音 城市中央是一座高耸的塔楼式宫殿 它跑进大门敞开的宫殿 跑过死迹的走廊 顺着环绕楼梯 来到宫殿的顶端 这是一个房间 十分宽敞 在房间的镜头墙壁 镶嵌着一个直径五米的圆形黑镜 男人来到镜子前 漆黑光滑的镜面 发射出男人的脸平平无奇 双眼唇白 犹如两块白水晶 男人盯着镜子 低声呢喃 万影阁下 我无意打扰您的沉眠 一些事情发生了 阿尔伯特失守了 破碎星环的小队全军覆没 他们的猎物被救走 我们需要您的指导 说吧 男人耐心等待着回应 过了一会 镜子突然泛起涟漪 响起一个难以形容的诡异声音 空灵又沙哑 彭扶某种高位存在的低语 其他人呢 在别的星域捕捉猎物的小队 没有遇到麻烦 一切正常 新的影子会传达我的意志 下一刻 外层空间的漆黑卫星 突然射出一道细长的黑色射线 直奔影之阻地 精准命中宫殿的顶端 彭扶化作桥梁 链接了两颗星球 哗啦啦 房间里的黑色镜子 发出水波荡漾般的响声 下一刻 十道漆黑的身影 陆续走出黑色镜子 彭扶从镜中的世界走进现实 这些身影通体漆黑 散发着微小的黑色颗粒 在空气中挥发消失 不知道是什么物质 身影的形状 还在逐渐变换 新的肢体不断长出 又接连消失 几个呼吸间 十道身影终于定型 体表的黑色迅速消退 彭扶退去了一层胎衣 变成了十个生物 物种各异 有类人族 也有非人族 长相 体征也都不同 彭扶都是活生生的 独立生命个体 为首者是个裸身的美艳女子 闭着双眼 深吸一口气 这一口氧气 彭扶唤醒了沉睡的身体机能 她这才缓缓睁开眼睛 呆滞的眼神 渐渐产生灵动的神采 伸了个懒腰 舒服地呻吟了一声 我睡了多久 我好像忘了很多事 女人秀眉一条 露出回忆的神色 自言自语 我叫 斯黛芬 一旁的男人对这一幕 早已司空见惯 汉首道 你好 斯黛芬 万颖阁下有什么命令 万颖 斯黛芬对这个名字生出亲切感 许多记忆涌上心头 布甲斯所道 他让我们继续阿尔伯特的任务 继续捕捉名单上的目标 抓回那些逃走的猎物 男人点头 好 你们十个人 就是在破碎星环活动的新小队 跟着我去领取装备 休整一下就出发吧 记住阿尔伯特的教训 你们的行动要更加隐秘 我尽量 斯黛芬不置可否 国际明星赛的赛程火热出炉 开幕赛赫然便是上届冠亚军的交锋 法国玉京香对阵华夏皇朝 赛事主办方显然是看中这个噱头 能为明星赛吸引更多关注 喊出了亚军挑战冠军的口号 在各种职业赛事中 邀请上赛季冠亚军进行开幕赛 基本是一个特定的传统了 效果确实很好 这场开幕赛万众瞩目 盛况空前 特别是华夏观众最为重视 亚军是一份荣誉 却也代表着一份遗憾 他们希望看到 皇朝赢下郁京香 给这个赛季起一个好头 不只是观众 所有有志于打进国际联赛的战队 全都在关注这场开幕赛 准备从中研究出皇朝和郁京香的特点 正是对战的时候进行针对 知己之比方能百战百胜 韩潇也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毕竟皇朝的工会 在他这里 批量买了几百瓶能力药剂 他得观察效果 看看要不要进行售后服务 明星赛依旧使用上赛季国际赛的做法 在商城刷出特定的集合水晶 类似副本水晶一样的道具 将参赛玩家拉到同一片虚拟场景比赛 官方和新海时报全程转播 有解说来逼逼刀 在比赛开始前几天 新海时报分别采访了郁京香战队与皇朝战队 询问他们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郁京香的队长 大神级选手迷路的天使自信洋溢 表示必定拿下这场比赛 捍卫上借冠军的荣誉云云 携带着冠军光环 大部分观众自然更看好郁京香 皇朝这边 王侯江相从来就不知道谦虚是什么意思 直言让郁京香洗干净菊花等着 他们肯定大力夯翻对手 当然 这不是他的原话 但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狭路相逢 华夏观众可不想看到 皇朝谦虚低调 血性才能提振士气 纷纷在论坛上 摇旗呐喊大力支持 毕竟皇朝在分区常归赛 一路高歌猛进 展现出了矮能把天日穿的气势 华夏玩家对皇朝抱有极高的期望 生怕变成上一赛季的神殿 神殿上赛季遭受了不少非议 成了反面例子 典型的内战猛如虎 外战喵喵喵 各路专家进行赛前分析 大部分认为郁京香稍强一线 官方也是如此 将皇朝摆在挑战者的位置 新海时报做出总结性的报道 王侯将湘羽迷路的天使 两名队长隔空放话 默认退让 两只种子强队都有夺冠的潜力 势均力敌 他们将奉献一场高潮迭起的精彩对战 悬念会保持到最后一刻 最终谁能胜出 请拭目以待 万众期待之下 很快来到开幕赛的日子 无数玩家涌入直播频道 除了官方频道 还有新海时报的转播频道 邀请嘉宾一起看比赛 不少观众一看华夏版新海时报的嘉宾名单就笑了 其中赫然有肉包打狗 肉包的视频事业蒸蒸日上 终于把自己从一个人名变成了个名人 有着一批铁干拥躬与黑粉 混在各路职业选手组成的嘉宾阵容中 倒是颇有重烂于冲树般的喜闻乐见 两支战队早早用集合水晶进入比赛现场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王侯江相和迷路的天使带队走隔了过场 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对话 接着各自去进行准备 在等待的时候 解说和嘉宾分析了一通 然后开始扯起了闲话 华夏板块的新海时报女姐说 问几位嘉宾 比赛就快开始了 各位不如预测一下结果 说说自己看好哪支队伍 要说理由哦 嘉宾的回答都差不多 说玉京香很强 但是我看好皇朝 巴拉巴拉扯一堆理性分析的理由 主要是不敢面对华夏观众说 看好敌人 只有肉包和旁边的妖艳剑货不一样 立场极其坚定 毫不犹豫 我看好玉京香战队 法国必胜 众多家兵为之侧目 解说忍不住问道 你确定 为什么呢 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肉包语气严肃 煞有介事 你听说过反奶吗 解说顿时哭笑不得 他还以为肉包失了痣 原来只是皮了一下 要不是顾及形象 他都想说秀你满呢 肉包解释之后 谭木才从满 屏幕的问号 变成密密麻麻的法国必胜 带了一波群体性反奶的节奏 既然皮了一会 比赛正式开始 轻松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观众精神高度集中 投入比赛 第一场是团战赛 转播视角 全程跟随两支队伍 韩潇主要看黄潮 随机的场地 地形颇为复杂 黄潮一进场 没有急着寻找对手 而是拿出一个又一个机械道具 进行战术布置 解说事实到 黄潮选择了稳扎稳打的战术 使用机械道具 营造有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 黄潮使用的道具 全是黑星系列的机械 黑星军团 有着一整套的机械商品体系 这给破碎星环赛区的战队 提供了制定战术的便利 相比之下 玉金香战队 在这一块不具备优势 肉包点头附和 确实 根据我的调查 其他赛区的玩家 缺少黑星军团 这重轻易或取成套装备的途径 虽然职业选手 依然能凑齐一身强悍的顶级装备 但这会花费他们更多的时间 一提到黑星军团 华夏玩家煞事像打了鸡血一样 檀幕飘过去 密密麻麻的黑星牛逼 团长再爱我一次 以及龙作田友会到此一游云云 私下的时候还好 但在国际赛事的公开场合 提到黑星军团 这让破碎星环的玩家很兴奋 黑星军团是连揭破 碎星环众多玩家的纽带 成了共同语言 韩潇有些意外 突然被提到 他默心里准备 莫名有众哥不在江湖 江湖却有我的传说的古怪感 比赛在继续 两支队伍在地图上移动 终于发现了彼此的行踪 迅速逼近对方 观众一下子紧张起来 秉息等着交战 在他们看来 强队一旦交锋 那必定是天雷勾动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能把脑僵子都打出来 然而 幻想往往与现实差距甚大 真实的情况事与愿违 没有势均力敌的激战 黄朝从头到尾 碾压玉京香战队 一通暴打 催哭拉朽中接对手 解说和嘉宾 激动地语无伦次 华夏观众兴奋难耐 其他国家的观众 却是呆住了 他们没有倾向性 本来期待看到 你来我往的对战 却没想到 上届冠军竟然会被碾压 被亚军轻而易举干翻 接下来的擂台赛 黄朝也以绝对的优势 赢下了比赛 官方解说和裁判都傻眼了 主办方想把开幕赛 做成一场精彩的龙争虎斗 所以才安排上届冠亚军对战 却没想到 玉京香竟然暴冷 被黄朝轻而易举打爆 黄朝赢得毫无悬念 谈目暴走了 论坛上一片狂欢 华夏观众只觉扬眉吐气 恨不得吹爆黄朝 韩潇对这个结果 一点也不意外 前世 法国玉京香 拿下了第一届的冠军 第二赛季 却沦为了一般的强队 最后 甚至差点磨打进国际赛八强 实力缩水严重 而黄朝比上一赛季降了很多 造成这种结果 在他看来很正常 虽然玉京香是上届冠军 但法国选手 缺乏华夏选手特有的优势 那就是 法国喷子太少了 没有鞭策 没有压力 不像华夏选手一样 生存在艰苦的环境里 为了不被喷 所以动力十足 而法国的作风显然和勤奋 沾不上边 拿了个冠军便松懈了 简直是自己秀自己 黄朝上剑拿了亚军 反而更有动力 他记得前世开幕赛 对战双方是 法国玉京香战队 和美国魔戒战队 结果也是被魔戒掉锤了 而如今 黄朝在第一赛季取代魔戒 获得了亚军的席位 于是掉锤玉京香的 就变成了黄朝 开幕赛结束 各路专家风向转变 开始大肆吹捧黄朝 充分贯彻了他们 一直以来的马后炮身份 其他国家的战队 纷纷将黄朝是做最有力的竞争者 专心研究比赛录像 企图找出针对的战术 黄朝的胜利 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 收获了大量关注 风头碾压其他三大豪门 华夏观众为之欢呼 几乎将黄朝当作了他们的主队 兴奋之余 观众也对他们寄予厚望 黄朝战队的大部分选手 或多或少都有些紧张 作为豪门的议员 他们很清楚 眼下的情况是一种双刃剑 要是一路赢到最后 那不用说 他们肯定会被捧上神坛 可一旦输了 每个人的失误 都会被放大 会被喷死 曝光度越高 压力就越大 唯有王侯将向见过大风大浪 对此不在意 开幕赛爆冷之后 国际明星赛正式开始了 强队进行表演心智的比赛 算是国际常规赛的预热 九大赛区的冠军 都展现了自身的水平 秀出了风采 这一赛季赛程紧密 明星赛狂欢结束 休息了几天 分区决赛 无逢衔接 破碎新环赛区 八支强队按照积分排名分成四组 皇朝队九门 江城队狂徒 长空队鱼香茄子 神殿队鲍雨 五局三胜 其中最具看点的 便是长空队鱼香茄子 两家豪门在第一轮便遇上了 因为只有四强 能参加国际常规赛 这代表 有一个豪门将会缺席国际常规赛 上一赛季 鱼香茄子便无缘国际常规赛 这次是卯足了劲 是要击败长空 争取出现 可惜长空还是赢了 鱼香茄子再次出局 躲到墙角化圈圈去了 很快 分区决赛第一轮出了结果 皇朝毫无悬念击败九门 保持了势头 江城队狂徒 双方杀得难减难分 打到2比2赛点 在关键时刻 黄刀雨鞋小剑爆发 最后惊险击败 验然带领的狂徒战队杀进四强 神殿队暴雨 结果竟然暴冷了 江雨落有如神柱 把黎格按在地上摩擦 最后暴雨3比1淘汰神殿 进入四强 神殿跟着鱼香茄子 一起去画圈圈了 四强名单火热出炉 黄朝 长空 江城 暴雨 结果超出了不少观众的预料 竟然有两大豪门 缺席国际常规赛 分区战队四强已经有了出现资格 接下来是分区冠军之争 这也是一份荣誉 第二轮对阵名单 让韩潇怀疑 黄刀也摸过了福丁 两家豪门 黄朝雨长空队上了 江城责队上相对较弱的暴雨 黄刀这一届才开始带队 江城战队原本只是二三线的队伍 竟然得到了国际常规赛资格 一路杀到了分区四强 妥妥的黑马表现 吸引了大量关注 作为泄武者 他的战斗风格花样繁多 成熟稳重 比上一届更加出名 开始巩固自己在职业圈的地位 由于寒潇的原因 黄刀选择的职业与前世不同 但是就目前来说 他的职业道路反而走得更加顺利了 黄刀没在延续之前的好运气 硬实力差距太大 没能率领江城获胜 最终摘下亚军的头衔 黄巢第二次获得分区冠军 王侯将向赛前曾豪言要夺取分区 国际双冠军的大满冠 如今已经完成了其中一个要求 黄巢的关注度持续走高 无数玩家怀有万分的期待 希望黄巢真能完成莫言 对于狂刀来说 第一次带队就拿下了分区亚军的成绩 他已经挺满足了 战队还有磨合进步的空间 江城妥妥是这一届的黑马 同样收获了大量新粉丝 长空最终击败暴雨 得到分区继军 若不是在第二轮 就遇上了黄巢 以浩天的战队实力 本可以拿下分区亚军 九大赛区也纷纷决出了冠军 分区赛事落下帷幕 赛程安排休息十几天 然后再召开国际常规赛 各个分区已经没有比赛了 国际赛事不能现场观战 只能看论坛转播 于是玩家不再逗留比赛星球 纷纷散去 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一边关注论坛 由于分区赛事的缘故 无数玩家这期间没有做任务 耽搁了不少时间 黑心军团只有十万多佣兵 与一小部分玩家在继续营业 不过 业务虽然耽搁了 但含销不紧不亏 玄借着这个机会赚得盆满钵满 仓库里的能力要即卖出去了八九成 贩卖机械 修理装备的业务也进账颇丰 含销赚了大几千万一纳尔 存款近乎翻倍 掏空了不少玩家 藏着捂着的钱包 拿着这笔钱 可以购置更多舰队 招募大量自由佣兵 在版本更新期间 莫了上百万玩家的帮助 就要靠从他们身上赚来的资金 发展自身 十年时间不短 储备资金自然多多益善 玩家走后 韩销回到一号基地 放出消息 向全新团招募人手 开始筹备克伦特与紫金 将要爆发的秘密战争 他目前的重心 放在刷阵营好感或取尖端之时上 在从紫金文明得到尖端之时之前 他不准备亲自做其他的雇佣任务 不过 韩销却接到了一个不好拒绝的雇佣 是天环盟军发来的消息 天环有一支雇佣兵小队 在费文星系执行任务时 遭遇无法解决的危险 原定的任务 是一支普通的星球级叛乱事件 按照雇主的说明 敌人最高只有B级的实力 然而没想到 出现了天灾级的敌人 距离最近的盟友 是黑星军团 于是这支小队 只好向黑星请求紧急支援 黑星早已跻身于顶级佣兵团行列 一直与天环之类的大型佣兵团 保持合作关系 人脉广 人缘好 于情于理 韩潇都会帮这个忙 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这次他不想亲自跑一趟 于是把垃圾叫了过来 自从加入黑星军团后 贤智的魔法研究室 就成了垃圾的地盘 天天宅在家里搞研究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在等自己腐烂老去的时候 做点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让时间过得更快一点 不过垃圾丧归丧 专业能力过硬 拔升了黑星军团魔法能力的水准 至少A级魔法师的附魔增幅的效果 远超B级 韩潇已经让垃圾 重新给他的机甲 武器重新附魔 属性明显增长 还附带了诸多特殊效果 韩潇准备派垃圾做这次任务 好歹是唯一一个天灾级干部 拿了他的钱 总都为他这个团长分忧 有了垃圾 不靠自己 黑星军团也有处理天灾级任务目标的能力了 他不用凡事亲力亲为 西维亚把垃圾带到韩潇的房间 韩潇开门键山道 我有一件任务交给你 我就知道 不幸的预感往往会应验 垃圾叹气 韩潇没理他 解释道 天环的一支小队 向我们球员 敌人是一名天灾级超能者 现在军团之中 除了我以外 只有你能应付天灾级 我作为团长 不适合亲自出马 处理这种低级别的事件 你去支援他们 这是你的第一次任务 我相信你的实力 你可以在船库里 任意选一艘飞船 只要别开我的船就行 目标情报宇座标发给你了 我有个问题 说 我能不能不去 猜 垃圾是探问道 要是我赶到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被杀了 我的任务是不是就不用做了 韩潇虚着眼 你是不是想故意绕路拖延时间 被看穿了 垃圾脸色一苦 这人到底靠不靠谱啊 韩潇脑门弹出清惊 无奈道 你赶快出发吧 我可不想看到 你的第一次 以失败告终 垃圾一脸怅然 长叹一声 四十五度 仰望房间的天花板 唉 恐怕我会被敌人杀死 在我的第一次任务中牺牲 没想到 这就是我人生的终点 我想在出发之前先写好一言 答案 紧 走 垃圾爱声叹气 摇着头离开 西威亚在旁边憋笑 憋得眼泪都出来了 按着嘴鼓着脸 气流几出唇 发出痴痴的压抑笑声 老师 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极品啊 韩潇一瞪眼 人家顶多悲观了一点 至少能派上用场 比你厉害多了 你还有脸笑 我让雷纳德监督你 你有好好请教人家吗 给你布置的作业写完了吗 早写完了 西威亚表情顿时垮了下去 不爽地哼了一声 马尾一甩 留给韩潇一个后脑勺 气鼓鼓跑了 韩潇撇撇嘴 如今黑心军团里干部众多 在韩潇眼中 具备A级潜力的同伴 只有梅洛斯 阿罗西亚 福丁 西威亚 哈蒙 雷纳德 在算上跟随爱莫斯修行的海拉和欧若拉 雷纳德目前最接近A级 而距离A级最遥远的 则是西威亚 西威亚前世能达到A级 是一个潜力股 韩潇对他一直高标准研要求 在休赛期间 各国出现的战队 每天都在发布训练的动向 神殿虽然落选 但黎格很精明 做志愿者 主动做分区四强的陪练 帮助四强寻找状态 刷了一波存在感 风平稍稍回暖 其他落选的强队健壮 也纷纷效仿 正巧 这一情况在观众眼中 形成了华夏战队万众一星 具备集体荣誉感 不计前嫌帮助对手 力求捧回世界冠军奖杯的感觉 让华夏玩家的热情更加高涨 国际赛召开之前 记者采访各国所有出现强队 美国 瑞典 日本 韩国的强队 都喊出了夺冠宣言 由于黄朝在明星赛上的亮眼表现 记者专门提到了黄朝 将其当作冠军的候选人 询问他们 有没有信心对付黄朝 四国都表示 一定会击败黄朝 信心强烈 美国和瑞典还好 华夏观众对日韩战队的反应最为激烈 直接开启群朝模式 输给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输给日韩的战队 休赛的日子很快过去 各国观众撬手以盼的国际常规赛 终于到来了 九大赛区 三十六支战队 全部进入赛场 场地是比上一届更巨大的角斗场 第一天 照就是抽签分组的开幕仪式 依旧是分为A B C三组 组内循环对战 最后按照积分排名 前八进入国际决赛 长空分入A组 黄朝和江城分进B组 暴雨进入C组 三组战队的平均实力差距不大 不像上一届组与组之间实力悬殊 这一次没有弱组 也没有死亡小组 意味着几乎没有运气成分 只能靠实打实的能力 打进决赛圈 前世 华夏在第二赛季 最高只拿到四强 而这一次 黄朝与长空都有夺冠的前置 韩肖颇为好奇 在他的影响下 这一届华夏 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国际常规赛正式打响 各国观众为自家的战队 摇旗呐喊 热情洋溢 盛狂空前 打到赛程中断 局势渐渐明朗化 观众对各个战队赎强赎弱 有了大概的印象 黄朝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势头 稳居第一名 排在第二的是瑞典战俘 还压了美国魔戒一头 长空处于第五 昊天再分区赛不险山露水 彭扶在保存实力 到了国际赛 方山火力全开 成绩持续走高 展现出种子强队般的战斗力 鲍宇和江城都处在前半段排名 都保持着竞争力 华夏战队的平均实力很强 让华夏官重惊喜兴奋 对于华夏玩家来说 国际赛型是一片大好 黄朝和长空都有出现的能力 江城和鲍宇拼一拼 似乎也有机会冲进前八 然而 到了后半段赛程 饱受争议的糟心事出现了 在四支强队混战的生存赛中 黄朝屡次遭遇其他队伍抱团的困境 经常被第一个淘汰 无法从生存赛中得到任何积分 导致原本稳固的第一名位置 渐渐动摇了起来 有被瑞典战俘和美国魔戒反超的趋势 黄朝本来已经所定常规赛第一的战绩 眼下主熟的鸭子似乎就要飞走了 这下华夏观众炸锅了 无数观众自发出战 在论坛各个板块怒斥抱团的战队 让各国玩家充分认识了 世界第一喷子大军的凶残战斗力 喷人是华夏玩家的基础技能 汉语博大精深 有上下五千年的底蕴 每一位玩家都经历过无数场惨烈的撕逼对喷 在环境的熏陶下 不是华夏玩家谦虚 在喷人方面 其他所有国家全都是弟弟 论坛成了另一个战场 其他战队的粉丝想要维护自家战队 据理力争 说既然生存赛事混战 抱团也是合理的策略 然而在华夏玩家面前 讲道理就和放屁一样行不通 更别提他们还是利益受损者 一毒狂喷 杀得敌人溃不成军 丢亏弃甲 节节败退 彭扶各国战队粉丝成了八国联军 全被他们打了回去 喷出了爱国情怀 战友们忍不住惺惺相惜 这一顿闹剧把韩潇给看乐了 他最喜欢看同胞们喷人 简直赏心悦目 总能承包他一整天的欢乐 其实其他战队在生存赛中抱团 倒是无可厚非 他们并非针对黄朝的成绩 而是黄朝的实力太降了 如果不抱团 黄朝八成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黄朝的积分并不担心出现 其他战队却还要争取出现资格 渴求积分 所以先淘汰黄朝 确实是靠谱的战术 这场于论风波影想到了主办方 让黄朝站出来说话 稀释凝人 然而王侯江向的回答 不仅没有熄灭玩家的热情 反而在烈火上又倒了一桶汽油 没事 不遭人度视庸彩 随便他们怎么围攻我 无非是地几名出现的差别 等到了决赛圈 我挨个教他们做人 王侯江向直接群潮 滑下玩家顿时炸了 激动无比 恨不得现在就到决赛圈 看黄朝抽死所有对手 含销含毛直数 这模明显的flag也敢力 黄朝是真不怕死啊 不过 听起来还真有点热血沸腾 前六名的席位基本稳固 黄朝和长空锁定了出现资格 国际常规赛的后半段 虽然黄朝在生存赛遭遇围攻 然而在团战赛和擂台赛中 依旧保持着开无双的气势 坐稳了第一名的位置 莫让下面的战队赶超 七八名竞争最为激烈 第七名到第十三名 积分差距很小 只剩最后几场比赛 七支队伍都有机会出现 江城是其中之一 而鲍宇比较可惜 后半段发挥一般 江宇洛虽然美得冒泡 然而电子竞技不看颜值 他独挑大梁难以为计 遗憾失去出现希望 狂刀羽邪小剑作为正副队长 经过一次次实战的磨合 潜力激发出来 合作越来越默契 粉丝将其视作江城战队的标志 称之为双刃合璧 常规赛只剩最后一场 江城排在第十 与第八位只差几分 最后一场比赛是出现的最后希望 第八位是日本的八旗战队 最后一场的对手赫然是长空 而江城的对手 则是韩国的炮菜战队 黑星一号基地某房间 江城战队的成员都被狂刀叫来开会 分析形势 狂刀敲着桌子 语气严肃 长空排在第四名 炮菜排在第六名 都是强队 没有逃巧的可能 想要弥补我们和八旗的积分差距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在炮菜身上砍下大量积分 然后八旗战队和长空打平 拿不到多少积分 这样我们才有出现的机会 太苛刻了 八旗好歹和长空势均力敌 炮菜也是强队 我们能不能打赢 他们都不一定 邪小剑摇头 除了团战胜利以外 还有一种办法 拿下大量积分 狂刀缓缓到 擂台赛按照双方出场人数算积分 如果我和小剑超水平发挥 沙川对面 我们就能得到大量积分 确实 擂台赛如果打得好 就能拉开巨大的分差 但是棒 炮菜还是很厉害的 就算是皇朝 也不敢说沙川炮菜吧 邪小剑道 这一场比赛 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 拿下更多积分 我把仓库里所有能力药剂都提了出来 还剩下67分 不能打进决赛圈 留着也没时磨用了 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把这些药剂全部用掉 能多拿一分 就多拿一分 不要再省了 众人精神一震 邪小剑眼神一亮 老大 所以 你也要用黑心人物卡吗 没错 只要能打进决赛圈 我们就圆满了 此时不拼更待何时 狂刀点头 那我们说不定真能杀川炮菜 邪小剑一脸喜色 因为库存充足 韩潇没有炸自己的枝 市面上没有他自身的能力药剂 但狂刀在联赛之前 高评价完成了一个任务 随即奖励抽到了一个空白人物卡 他还记得上一届个人赛的时候 自己凭借黑心将领的人物卡碾压了对手 莫怎么犹豫 便用空白人物卡生成了韩潇的人物将领卡 这张人物卡被他当作底牌 从开赛一直留到现在 在这种关键比赛 狂刀决定使用这张人物卡 最后一场比赛 江城得到了华夏观众的重点关注 黄潮与长空已经出现了 如果江城也能出现 纳摩国际决赛八强 其中三个席位将都属于华夏 贼一张脸 江城与炮菜的团战赛 双方拼得你死我活 炮菜使出浑身解数 半点不放水 江城这次毫无顾忌使用能力药剂 最后勉强拼了个惨胜 只拿到微薄的积分 不少华夏观众颇为泄气 只拿到这点积分 基本失去超越八起出现的机会了 没多少人看好江城的擂台赛表现 江城战队 只有狂刀和斜小剑能打 其他队友都是团队型的蓝领 单挑实力一般 而炮菜战队 有两个人打进了国际个人赛 江城也许有机会赢 但是没可能砍下太多积分 然而 到了擂台赛 狂刀却给所有观众一个惊喜 给炮菜战队一个惊吓 狂刀一上台 二话不说 磕了几十瓶能力药剂 属性篮多出了一长串的增益状态 浑身光芒缭绕 妥妥的特效战士 解说精神一震 哦 看来狂刀怒见选手孤注一掷了 现在压力 到了炮菜战队这边 每一支职业战队都有各自的底牌 含销贩卖的能力药剂 是国际赛里每一支华夏战队的标志性底牌 给其他队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他们十分头疼 根本原因在于 能力药剂的随机性 其他战队无法做出针对性措施 不过能力药剂数额有限 比赛场次责很多 华夏战队都在省着用 不然用完了以后就没得用了 毕竟到了决赛圈 每一轮都是五局三胜 而现在 黄刀不再顾及以后的比赛 拼进家底背水一战 黄刀顿时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 一条二打穿了两名对手 炮菜战队知道能力药剂有时效性 上场的两人是普通队员 以拖延为主 与狂刀缠斗磨血 炮菜战队选择了合理的拖延战术 狂刀怒剑选手 虽然击败了两名对手 但他的一部分增益状态 也已经到了时间 让我们看看 下一个出战的选手 哦 炮菜派出了王牌选手 他们要图穷比剑 靠第三个人 终结狂刀的连胜 炮菜队第三个上场的是 队内的王牌 正式打进国际个人赛的选手之一 此时狂刀 还剩一多半的血量 机甲的装甲值 还剩三分之一 局面对狂刀不利 不少华夏观众 手心捏了把汗 紧张了起来 这时 狂刀深吸一口气 激活了唯一一张黑心人物卡 含笑的半透明虚影出现在狂刀背后 一袭黑衣 面无表情 一手按在狂刀头顶 好的 狂刀怒见选手 使用了一个新的能力 这是 等会 我是不是在上一届联赛 见过这个画面 解说猛的瞪大眼睛 一个让解说 嘉宾 所有观众 目瞪口呆的增益状态出现了 高级强刃生命 额外增加耐力转化的生命值 比例为1.60分 抗性正25% 没损失40%的生命值 全属性暂时正10% 持续20分钟 来自人物降临卡 含笑 卧槽 这耍赖啊 解说 忍不住爆粗 无数观众满脸惊愕 额外增加的生命值 比他们本身的血量都多了 有人想起 狂刀上一届 就用过黑星的人物卡 现在又是黑星 既然这个buff来源于人物降临卡 便证明 这是属于黑星的能力 一直以来 黑星的属性 在所有玩家的探测信息中 永远是无数的问号 玩家只知道 黑星这个人物 强得变态 但一直不知道 黑星具体的能力 而此时 狂刀的buff 再次掀开了黑星的冰山一角 直接让无数玩家受惊了 一个机械师 竟然有这种肉盾型的专场 那他本质的机械专场 岂不是更加变态 还是说 咱们机械系 其实都能觉醒肉盾专场 有了强大的续航能力 狂刀继续站了下去 又连续挑翻三名对手 最终才落败下场 斜小剑状态爆发 勉强击败剩下的对手 擂台赛积分 按照双方落败人数的差值来算 江城这边只输了狂刀一人 泡菜全队的人头减一 就是江城获得的积分 大胜一场 狂刀一穿五 一战成名 江城拿到了高额的积分 接下来能不能出现 取决于八旗 能从长空身上得到多少分 长空没有辜负众望 毫无保留 写虐了八旗一读 让八旗战队 只拿到极少的积分 浩天与狂刀熟视 大家又都是华夏战队 他不介意帮狂刀这个小忙 赛后 长空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赞誉 当之无愧的华夏好队友 万众瞩目之下 国际八强的名单出炉了 黄朝第一 长空第四 而江城 成功顶掉了日本八旗战队的名额 惊险出现 只高过八旗两分 狂刀的孤注 一致成功了 四支队伍 三支打入决赛圈 唯有华夏达成了这个成就 华夏玩家只觉得热血澎湃 兴奋至极 出现是一个惊喜 而顶替掉了日本战队的席位 更是喜上加喜 日本这一届 没有任何战队 打进国际八强 论坛上那叫一个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普天同庆 这个成绩 韩潇也颇为意外 他知道华夏战队的平均实力 比前世高了 但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好 国际八强 华夏包办了三个席位 在前世 只有美国达成了这一成就 前世所有赛季中 只出现过一次 如今华夏在第二赛季 便完成了这一壮举 玩家在论坛上狂欢 但许多人还默意识到 这是足以载入 新海连赛历史的里程碑 韩潇知道 即使过去许多年到了未来版本 依旧会不断有人提起 这一赛季华夏的辉煌成就 为之津津乐道 决赛圈桌队厮杀 五局三胜 按照积分排名 第一名的黄巢 将对上第八名的江城 玩家虽然觉得内战很可惜 但赛制如此 没时抹可抱怨的 狂刀的好运气到头了 不过能打进国际八强 已经是傲人的成绩了 对于新人战队来说足够了 韩潇颇为满足 华夏战队表现亮眼 也是变相给 黑星军团刷存在感 排名第四的长空 对上第五的炮菜 华夏玩家不看内战 正好长空的对手是韩国战队 观众便转头 关注长空的比赛 不过韩潇并没有关注决赛圈 他在垃圾身上扔了一个眼 观察垃圾执行任务的情况 垃圾虽然嘴上说着要绕路 实际不算磨蹭 他直奔任务地点 已经抵达了天环拥兵小队球员的地方 废文星系 卡波洛迪星 这颗星球的掌权者 名为文斯塔克文明 是一个星球集政权 隶属黑鸭文明 文斯塔克族 是一种带羽毛的 一人形智慧物种 天生具有飞行能力 卡波洛迪星的建筑 高耸入云 外观形似树木 有支插般的长条形外旋平台 文斯塔克平和蓝散 敢于做黑鸭文明的附庸 因此饱受异见者 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困扰 隔三差五 冒出新的叛乱组织 放在整个宇宙 这种例子多如繁星 十分常见 一支天环盟军的小队 接受雇佣邀请 前来铲除一个名为 靶星的反叛组织 带队的队长是 兵杰秘书师 戈亚 三环级干部 B级超能者 曾经与黑鸭在龙毯并肩奋战过 他一直在废文星系附近活动 文斯塔克的资料显示 把星组织最高 也不过一名B级战力 本来只是一次 常规的作战任务 戈亚却没想到 把星组织 竟然藏着一个A级强者 而且不是无名之辈 而是文斯塔克 多年前驱逐的一名族人 名为葛托洛德 如今他成了天灾级 想要回来推翻文斯塔克的统治 不只是把星组织的真正主人 还是其他多个反叛组织的幕后组织者 乃是卡波洛 敌星叛军势力的大boss 某处荒野 一艘小型飞行器 正高速逃窜 后方有数百艘飞行器 追逐不止 掀起肆虐的狂风 沙尘漫天 把星组织的人 又找到我们了 我们东躲西藏了这抹酒 燃料不多了 队长 我们该怎么办 驾驶舱里 天灾小队幸存的成员手忙脚乱 操纵着飞行器 有人大声贺问 继续逃 我已经申请了黑星军团的支援 黑星的援兵肯定会来 我们要支撑到那个时候 戈亚咬了咬牙 他的魔法跑满是血迹与灰尘 多日来的逃亡生涯 他的状态也是极差 精神极其疲惫 他只和葛托洛德交手了一次 被虐的体无完肤 B级与A级的天灾 他无法逾越 要不是运气好 小队早就全军覆没了 燃料迅速消耗 速度渐渐降了下来 追兵为追堵截 距离不断缩短 所有天还佣兵心悬到了嗓子眼 戈亚忍不住握紧法杖 就在这时 屏幕突然弹出通讯请求 垃圾颓丧的脸出现 喂喂 你们点的援兵到了 还有人活着吗 默认的话我走了 众人大喜过望 戈亚忙不迭回答 我们还活着 现在局势很危险 我们急需帮忙 坐标室 爆出坐标后 垃圾挂断了通讯 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喜笑颜开 黑心的援兵终于来了 太好了 咱们有救了 戈亚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等等 我告诉他们 敌人有天灾极强者 为时魔通话的不是黑心本人 他没有亲自来吗 众人脸色微变 他们都颇为了解黑心军团 知道只有黑心一个人是天灾极强者 似乎没听说过黑心军团有别的A级战力 戈亚忍不住担心起来 他只希望援兵靠谱 突然间 所有人寒毛直竖 只见一道雄浑的离体波动横向射来 斜斜打向他们的飞行器 轰隆 剧烈的震动 猛烈的爆炸 飞行器炸成漫天碎片 一个球形 魔法罩被炸飞出去 在地上弹了好几下才停了下来 魔法罩消失 露出戈亚的身影 他手中的法杖熠熠生辉 在千军一发之际 保护了所有队员 累得气喘吁吁 神色为民 这时 数百艘敌对飞行器追了上来 包围戈亚等人 离体波动射来的方向 一个鸟人高速飞来 悬停在众人上空 阴眼般的眼眸 冷冷俯瞰着众人 宛若刀子一般锋利 此鸟正是叛乱势力的 A级超能者 葛托洛德 哼 天还的人 我最恨的就是雇佣兵 要怪就怪你们插手了 与你们无关的事情 死了活该 葛托洛德扇了下翅膀 手掌凝聚起一团高浓度的白金色舞蹈波动 强烈的危机感 让戈亚等人悚然僵硬 呼 葛托洛德正遇下杀手 这时 天上一艘飞船穿破云层 摇摇飞来 他不由转头挟视了一眼 飞船停在包围圈之外 舱门吃的一声打开 垃圾缓缓缓飘了出来 看现戈亚等人的危急局势 他不由脸色一苦 来早了 葛托洛德皱眉 你是谁 垃圾还莫开口 戈亚就先抢答了 你完蛋了 他是我们的援兵 黑星军团的 呃 你叫什么名字 戈亚这才想起 他还不知道援兵的名字 垃圾叹气 再问我名字 我就走了 黑星的人 葛托洛德 听着两人的交流 瞳孔不经一缩 暗道糟糕 他不怕天还盟军 因为天还的大本营离这里很远 然而加顿星系 就在费文星系的旁边 他只觉得无比棘手 对黑星军团忌惮万分 特别是黑星的大名 葛托洛德也是有所耳闻 黑星在科尔顿星团的地位 不知道比他高到哪里去了 葛托洛德心情凝重 暗暗思索对策 黑星军团已经介入 我的计划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只能干掉这个黑星佣兵 然后离开科尔顿星团避避风头 继续留在这里 黑星军团迟早会派大量军队对付我 幸好 黑星这次只来了一个人 干掉他 再干掉天还的人 可以短时间隐瞒住消息 给我逃走的时间 念及于此 葛托洛德果断做出了决定 大声下令 所有人开火 打死这些天还佣兵 戈亚等人脸色大变 急忙使出各种防御能力 他们状态很差 一旦遭遇急火 下场飞死即伤 所有飞行器的剑炮 亮起光芒 炮火即将出膛 而葛托洛德 则转身冲向垃圾 化作缠绕气焰的流星 一动手就是全力 就在这一瞬间 垃圾叹了口气 手中凭空出现一根古朴的法杖 轻轻点了一下空气 时空系秘术 第七维度 一圈无形的赵子 猛地扩散开来 笼罩了在场所有个体 在这一瞬 赵子里的一切行动都禁止了 彭扶时空凝固 每个人的神色定格 然而 每个人的思维依然存留 能清晰体会到 全身凝固的感觉 然而却无法操控身体 葛托洛德也定在了半空中 动弹不得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正在偷窥的寒大技师 差点把嘴里的零食喷了出来 这尼玛不是杂瓦鲁多吗 时空系秘术 是最难掌握的魔法流派 而且很是凶险 施法者研究学习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会让自己尸骨无存 需要极高的天赋 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阿尔伯特纳群人的猎杀目标 拉基不是什么大势力的成员 他只是一个独行侠 所以 拉基被盯上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实力 在这个时空领域中 只有拉基能够自如行动 连续施法 打爆了所有飞行器 这时 葛托洛德才终于挣脱法术的束缚 二话不说 化作一颗流星 转头就逃 他的信心 直接被拉基一招打崩了 拉基没有追上去 任务是解救天环佣兵 他不想浪费精力 去追杀一个同级对手 飘到戈亚等人面前 探道 上我的船离开这里吧 戈亚急忙点头 保持对强者的敬重 忍不住问道 您是黑心军团的新干部吗 我以前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最好永远也不要听到 拉基表情一垮 其他天环佣兵面面相去 心惊不已 黑心军团终于有了第一位天灾级的干部 而且还这魔强 不再是黑心一个人独挑大梁了 他们总感觉自家的天环盟军 正在被黑心军团迅速超越 戈亚心情复杂 他还记得几年前 黑心还只是一个小型佣兵团 自己身为天环的一个队长 两人实力相差不多 自己有天环的背景 地位比黑心更高 可现在自己依旧是天环的队长 而黑心却已经成为科尔顿星团的大人物了 在整个破碎 星环都有着一席之地 两人的实力 地位 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有黑心这个例子 哥亚只觉得自己这几年都在原地踏步 不由感到泄气 与此同时 观察标记的另一端 韩潇眼神发亮 手指抹撒着胡茶 忍不住露出微妙的笑容 看来我捡到了一个宝啊 几天后 第二赛季的狂欢盛会终于到了尾声 决赛圈的八支队伍 吸引了开赛以来最多的关注 每支战队的支持者热情澎湃 摇起呐喊 第一轮皇朝击败江城 皇朝进入半决赛 江城止步八强 这个结果 基本所有人都预料到了 长空与泡菜熬战 最后三比一击败泡菜 让泡菜出局 长空顺利杀入半决赛 两支华夏战队进入半决赛 华夏观众忍不住心生期待 希望看到华夏战队会失决赛 但可惜 第二轮的抽签 皇朝抽到了长空作为对手 美国魔界则对上了瑞典战俘 华夏玩家大呼可惜 皇朝简直是倒霉透顶 进入决赛圈后 第一轮第二轮 遇到的全都是华夏战队 第二轮打得十分激烈 顶峰就在眼前 皇朝与长空水也不可能让步 打得头破血流 看得无数观众揪心不已 许多人赛前分析皇朝的胜率更高 然而结果却爆冷了 长空在浩天的带领下 展现了惊人的韧性 最终三比二 惊险击败皇朝 顺利进入总决赛 皇朝只不四强 只能争议争计军了 赛后众多记者采访 皇朝战队 王侯江相却没失摸遗憾 我们在之前的赛程 消耗了太多精力 浩天是我的老对手 他这次打得确实出色 我输得福气 希望他们能为华夏捧回来 移做冠军奖杯 兄弟 赢走了我的决赛资格 你可不能不争气啊 喷子们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发挥了 给我往死里喷他们 让他们不敢输 不用给我面子 有个不怀好意的记者 提到了常规赛时 王侯江相发下的好言 想给他难堪 但王侯江相毫不在意 大方自嘲 我本来想教育一下 其他国家的战队 没想到被同胞教育了 也行 反正输给自己人 不算食言 浩天 你可得赢下冠军啊 至少输给冠军这个借口 能让我少挨点喷 在场的记者都笑了 连发问的记者 也忍俊不惊 很快采访到了太二子 太二子的发言 贯彻了一管的风格 大胆咧咧道 输了比赛绝对是队长的锅 这证明 我们该换人当队长了 除了我不用考虑别人 王侯江相该退役了 一个油腻中年人 还打个BB 消音 的游戏 皇朝的采访很欢托 稍微冲淡了 华夏观众的遗憾之情 所有的希望和压力 都到了长空身上 本来皇朝是最有可能 夺冠的队伍 长空击败了他们 如果最后莫拿到冠军 下场可想而知 然而浩天 非但不慌 反而战役高涨 从开赛以来 皇朝就占尽了风头 而他带领长空 默默养金蓄锐 就像是在打磨一柄宝剑 到了最后的决赛 宝剑终于出窍 长空战队所有人 积蓄的热血与气势 全部爆发了出来 有着斩断一切的强烈信心 对手则是美国魔剑 他们击败瑞典战俘 进入了决赛 魔戒是仅次于 皇朝的第二夺冠热门 像是关底的boss 是华夏距离世界冠军的 最后一层阻碍 九大赛区上千万玩家 一起观看最后的决赛 最后的狂欢盛况空前 就连韩潇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与所有玩家 一起全程观看决赛 看着两支战队激烈厮杀 心脏蹦出滚烫的热血 在血管里汹涌流淌 心情随着比赛的局势变化而起伏 由那魔衣瞬间 彭扶回到了曾经那 为了华夏战队私生呐喊 最终失望而归的青涩岁月 最终比分定格在3比2 最后一名魔戒的选手 倒在擂台上 魔戒倒下了 长空依旧毅力 最终的胜利属于长空 属于华夏战队 世界冠军 这一刻 华夏玩家像是疯了一般激动 韩霄即使待在一号基地的房间里 也能听见窗外冲上云霄的呐喊欢呼声 这几天 论坛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华夏玩家发泄着兴奋之情 继长空夺冠之后 皇朝击败了瑞典战俘 赢下了继军的荣誉 国际八强 华夏战队包揽了三席 其中还同时拿下了冠军和继军 这份傲人的战绩 让无数人扬眉吐气 长空收获了最多的赞誉 浩天证明了自己 迎来了一波粉丝暴涨期 同队的明月长中和闪光炒饭 也同样名气大涨 即使是皇朝的粉丝 也由衷感到开心 也有人为皇朝惋惜 如果不是连续碰到江城和长空 说不定能包揽本届的冠亚军 认为皇朝输在了运气 自家的战队争气 无数玩家对本届联赛赞不绝口 纵观整个决赛赛程 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WW下滑线替TKAN下滑线哦 决赛卷面对外敌 华夏战队没有任何败继 于是 有人不满足于常规的赞誉 找到了新的吹法 能击败我们华夏的 只有华夏本身 赛后的颁奖典里 各众节目分析 韩潇没有再去关注 看到长空夺的冠军 他对未来的情况 便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 这一届华夏战队 打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影响是深远的 他了解同胞的心态 无论是什么比赛 只要拿下了冠军 就一定会吸引大量吃瓜群众的好奇 从而会导致下一版本 将多出许多华夏玩家 新人的数量肯定远超前世 而夺冠的破碎新环赛区 又是华夏各大俱乐部所在的大本营 大多数华夏新玩家 也会选择在破碎新环的新手星球出生 这批新人 正是黑星军团下一版本的新鲜血液 现在的玩家人数还远远未到巅峰时期 华夏战队的成绩与他一荣俱荣 好的成绩 能为黑星军团引来大量新人 扩充优质韭菜的规模 在这一届联赛中 华夏战队使用多种多样的黑星系机械设备 已经成了共性 相当于给含销的军团打广告 就像美国战队选择双东星 展现了恶魔族的优势 让许多玩家觉得恶魔厉害 而华夏战队的表现 则让许多人觉得黑星军团厉害 华夏战队使用的机械 让韩潇在联赛中刷了不少存在感 第二届新海联赛落下帷幕 余热经久不衰 不过大部分玩家高兴过了之后 终于把关注点放在了其他问题上 联赛结束 意味着2.0版本即将更新 猜测下一个版本的剧情 在论坛上成了新一轮的热门话题 破碎心环区域 肉包的视频又一次被提了起来 正是韩潇曾经与狂刀等人的对话 透露了下一版本与赤色帝国有关的录像 引起广大玩家的讨论 三大宇宙及文明逼格着魔高 赤色帝国在破碎心环会有什么目的 谁知道呢 总之下个版本 我们肯定会更加深入星海的势力斗争 说不定像2.0开局一样 我们一上线 就要面对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猜赤色帝国就是boss 我倒不关心剧情 我只好记咱们的黑星军团会怎么样 上一次版本更新 黑星成了引导我们进入宇宙的阵营 不知道这次更新之后 黑星军团会发生什么变化 总不可能消失吧 咱们辛辛苦苦激烈了这魔多阵营贡献度 要是黑星军团没了 我们不就白钱了吗 因为有好几次先例 不少玩家好奇 黑星军团会在3.0版本变成什么模样 黑星军团基本被华夏玩家当成了主阵营 又是华夏战队取得优秀战绩的因素之一 所以这个问题得到大量关注 韩潇也关注着论坛的动向 对于这个问题 他也无法给出清晰的回答 版本更新即将到来 这次间隔是十年 韩潇无奈摇头 在赤潮的动荡下 这十年会非常难熬 克伦特的秘密战争 猎物任务的第三环都是危险的来源 前世第三版本开始的时候 克伦特与紫禁的秘密战争正是白热化的阶段 那便是玩家的剧情切入点 意味着 双方的秘密战争可能会贯穿整个版本更新时期 黑星军团这十年都将在战争中度过 危险与机遇并存 十年之后 等到玩家回归 他也不知道黑星军团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下个版本将会出现许多联合阵营 成为争夺玩家的潜在竞争对手 3.0版本黑星军团没了引导阵营的光环 韩潇一直在考虑该怎么利用未来十年的时间 提升黑星军团的阵营吸引力 在这方面 黑星军团已经有先天优势 玩家在黑星军团 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整整一个版本的时间 有了庞大的沉默成本 玩家不会轻易改变阵营 自己只要在版本更新期间 好好运作一番 就能留住老玩家 真正要争夺的目标是3.0版本涌入的新人 除了夺冠的影响 黑星军团在资源方面 必须要跟得上联合阵营 而度过这十年的资本 便是2.0依靠玩家打下的江山 以及收割玩家得来的收益 这是支撑自己熬过十年时间的全部加当 职业联赛 就是2.0最后一次大规模收割韭菜的机会 到了版本末期 如果不是为了比赛 玩家会留着财富 等待下个版本 只要撑到3.0 黑星军团的实力将会出现飞跃式的暴增 毕竟 3.0版本的玩家将产生质变 可以升到B级了 上百万B级 超能者与上百万C级超能者的意义 完全是天壤之别 滴滴 这时 通讯器突然震动起来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翁 韩潇拿出通讯器 上面显示出来附的消息 让他去紫禁文明的母星 0号机关已经确立了所有合作势力 召集每一位阵营领袖 宣布0号机关正式成立 这个组织终于成立了 韩潇眼神一闪 紫禁文明母星 0号机关的总部 弯刀驻军卫星 黑光潜伏者停靠在空港 韩潇踏上月台 跟着前来带路的外务使多特尔一路进入驻军卫星内部 经过弯弯绕绕的通道 来到大厅 此时此刻 200多位在科尔顿星团教得出名号的人物 齐聚于此 韩潇走进来的瞬间 这些人纷纷转头看了过来 露出恍然 诧异 早有预料等不同的表情 在0号机关正式组建以前 场中大部分人 不知道其他成员的身份 黑星几个月前 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 让不少人早就猜到了 黑星早已加入0号机关 此时并没有多少人意外 黑星不错 是一个靠谱的战友 不少人心中 闪过同样的念头 纷纷朝韩潇汉手之意 韩潇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些熟人 曾经并肩作战的凶毛怪杰恩 和滑水南加德利 以及一部分 跟随他去剿灭阿尔伯特等人的势力 其中 麾下势力最庞大的 分别是塞弗利星系的 胡光组织领袖 天行者星系的英雄族首领 瑞恩星系的新费兰一军统帅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好些个势力规模 超过韩潇的组织 他的黑星军团 排在中游片上的梯队 莱福站在众人面前 神色严肃 与其正式 所有人都到齐了 你们都知道 零号机关的建立宗旨 是为了守护克尔顿星团 抵御克伦特帝帮的入侵 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 是霸者麾下的战争领域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和克伦特 都不能动用官方军队 克尔顿星团的安全 就靠诸位了 我们将会给予你们 最大限度的资源支持 在场的人 都是克尔顿星团的强者 与私人势力首领 你们将是彼此的重要盟友 通力合作 并肩作战 统一战线 共同抵御战争领域的入侵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零号机关正式成立 这一刻 韩潇的面板 弹出了新的提示 新阵营 零号机关 激活 好感度 15003000 目前关系 友善 黑星一号基地大厅 众多玩家聚集在此 今天是版本更新的日子 还有一个多小时更新就开始了 诸多玩家在下线之前 聚在了不同的基地 玩家都有了经验 更新前聚众待在据点 是最好的选择 而一号基地的人最多 因为长空 黄潮雨将成三个战队 全都选择在这里下线 大量玩家来兴奋 接触荣誉满身的功勋选手 应付完了热情的粉丝 浩天向王侯 江向和狂刀打了个招呼 我下线了 王侯江向呵呵笑道 小浩子 过几天聚个餐 把鱼香茄子那群人也叫上 成 浩天点点头 一旁的黎歌文言 硬生生挤了过来 喂 那我呢 你不要脸的话 我们欢迎你 不请自来 太二子撇撇嘴 黎歌一正言辞 那就这魔说定了 不见不散 狂刀在一旁瞪眼 他记得黎歌以前很高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长空拿了冠军和四强 皇朝拿了亚军和季军 而神殿连续两个赛季 没出成绩 黎歌没有底气 傲不起来了 他不想神殿打酱油 只好选择拉下脸 和同行打成一片 至少还能蹭蹭冠军的热度 对了 刀刀 你也带着战队过来聚餐吧 我请客 浩天突然想起来 自己的小兄弟 叫了狂刀一声 狂刀一愣 紧接着大喜过望 他一直想成为顶尖的大神选手 此时他 切身感受到自己 已经半只脚 踏入了浩天等人的圈子了 闪光炒饭眼神一亮 道 既然这魔多人来 干脆我们搞个大连一算了 把暴雨啊 狂徒啊 九门啊 那些战队全部请过来 大家一起热闹激天 黎各文言 顿时举双手赞成 所有强队一起聚餐 一定是大新闻 他能好好蹭一波热度了 浩天想了想 行 反正我们夺冠之后 还没有庆祝够 就趁着休假的机会 好好玩一次吧 众人笑着聊了一会 相继下线 周围的玩家也化作白光 一片片消失 很快 基地大厅变得空空荡荡 与此同时 正在赶回来的 韩潇发现面板 弹出了提示 2.0版本更新开启 数据保存中 保存完毕 玩家论坛关闭 更新时间未知 请耐心等待 开始了呀 黑光潜伏者的驾驶舱内 韩潇抿了名嘴 露出一抹惆怅之色 十年啊 一艘飞船 驶离荒芜宇宙带 前方的漫天繁星 映照在弦窗上 四代分望着前方璀璨的星海 嘴角勾出了一抹 玩世不恭的笑意 终于到了 这就是破碎星环吗 上百万玩家消失 黑星军团的规模缩水 需要进行新的规划 黑光潜伏者驾驶舱内 韩潇收拾了一下惆怅的心绪 打起精神 思考起正事 自己的身体年龄 还不到三十岁 等到3.0版本开启 自己就成笨似的人了 韩潇暂时不担心寿命 好歹是A级超能者家虚空物种 而且曾经注射过寿命药剂 活个两三百年 还是很轻松的 十年之后 自己依旧容颜不老 还是这模玉树林峰 潇洒帅气 年轻有为 这十年里 黑星军团该怎么发展 韩潇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划 首先要以积蓄实力为主 没了玩家自带的高速红利7 这十年必要转化玩家在2.0版本 带来的所有利益 含潇思索 2.0 鸡类的资产 有加顿星系的二三十座基地 近两千艘战舰 一亿七千多万一纳的存款 以及玩家做了无数雇佣 为黑星军团带来的巨大声望 这些都是无形资产 NPC佣兵不比玩家 死一个少一个 招揽自由佣兵是一个途径 但更重要是 自身培养新鲜血液 他决定加大对赔训营的投入 这样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 同时还节省成本 除了底层兵源 高层干部也需要培养 以黑星军团现在的级别 B级已经不稀有了 只能算中层战力 缺少的是A级的高层战力 现在只有自己和拉基两人 嗯 不断尝试招募外来的A级 同时培养前利谷 比如梅洛斯 福丁 雷纳德这群人 不知道这十年中 能多出几个A级战力 韩潇摸着下巴沉吟 前世西维亚在3.0版本 已经成了A级超能者 这十年 应该是西维亚的高速城长期 需要多加督促 让他早日从一个不能干的女秘书 变成得力帮手 但是 积蓄实力不代表低调 克伦特挑起的秘密战争 是最大的外部冲突 风险机遇并存 韩潇自然不会置身事外 韩潇为了得到尖端之时 加入零号机关 刷子精的阵营关系 这是最稳妥的途径之一 尖端之时不可或缺 哪怕不是转职要求 韩潇也需要得到它 同时 这也是一石二鸟的做法 只要在秘密战争中 获得巨大的功勋 便有资格成为 星团及文明的长期合作者 就像战争领域一样 从而推动军团转型 这是让黑星军团 在科尔顿星团 更进一步的契机 有2.0累计的资产 再加上紫金对零号机关的 大力扶持 可以招揽更多人手 更好的积蓄实力 而要获得更多资源扶持 就要在零号机关 取得更高的地位 立下更多的功勋 诸如胡光组织 英雄组 新费兰一军这些一线组织 既是可靠的战友 也是竞争对手 他们规模庞大 占据更多份额的资源扶持 韩潇想要得到更多的资源 就需要比他们更好的战绩 现在双方 还莫正式开打 还有战前准备的时间 倒不用太着急 韩潇暗道 除了势力发展以外 我的实力 也需要进一步提升 现在面板累积的经验 足够我轻松升到200级以上 势力是外部助力 而个人实力 才是最核心的一环 拳头大才能镇的助人 十年时间 足够韩潇把面板积累的 所有经验 全部转化为战斗力 至于能不能到超A级 韩潇心里也莫普 他不知道超A具体要多少级 参照B级和A级的等级跨度 以及界位之间逐步递增的能级差距 韩潇估计超A级的门槛 最少也要240级左右 鸡类的经验 不一定能让他达到超A级 但达到A加级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 自己在找一些厉害的技能 专长 配合原有的各种模板专长 打爆绝大多数A级 应该很有希望 现在我170级 转职任务卡着我 想得到尖端之时完成转职 需要从紫金入手 刷到6000毫感度 变成崇敬关系 并下发展规划 韩潇回到基地 便立即发布大量命令 首先是收缩业务范围 少了上百万优质劳动力 韩潇降低了黑心军团接受雇佣的频率 同时 韩潇拿出大量资金采购各种材料雨林部件 让各个基地的军工厂打造小型飞船 雷纳德领导的后勤部 金飞西比 规模扩大了许多倍 已经可以自主制造飞船 不过只能造出小型突击舰之类的型号 但也节省了不少成本 扩充舰队是战前准备之一 另一波资金则用来招募外界战力 如今黑心军团有十多万正式佣兵 韩潇准备让这个数字提升各四五成 钱不是问题 上百万玩家的消失 其他黑心佣兵也都注意到了 颇为困惑 不过韩潇没有向他们解释 他们就算有一千众猜测 也只是猜测 改变不了既定的情况 而一部分知道艺人特殊之处的高层 虽然感到意外 但没有太过震惊 对于玩家的特异之处 特别是不死 一直跟随韩潇的干部 基本都习惯了 只是担忧艺人消失后 黑心军团的处境 韩潇为此召集所有高级干部 房间里 干部们陆续到来 从最先加入的梅洛斯 到最近才加入的垃圾 众人齐聚一堂 韩潇开门见山道 艺人又一次消失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这不是第一次了 而克伦特的入侵 可能近期就会发生 接下来 我们接受紫禁文明的雇佣 作为零号机关的议员参战 你们需要做好准备 众人神色各异 点了点头 垃圾 你是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一个天灾极强者 如果战事吃紧 我们可能要分头带队 韩潇道 哎 又是战争 我有预感 这次我真的会牺牲 垃圾脸色发苦 韩潇嘴角一抽 得 你这波反奶 起码让你的阵亡概率 下降了五十个百分点 这时 雷纳德突然插话了 飞星阁下 他不是唯一一个天灾极 众人闻言 纷纷转头看向雷纳德 韩潇眼神一亮 紧紧盯着他 难道你 雷纳德点头 一丝不苟的脸上 罕见流露出一抹笑容 就在几天前 我成功迈入了天灾级的门槛 我已经是A级超能者了 这都多亏了你的无私教导 韩潇顿时大喜 雷纳德也成了A级战力 加上自己和拉基 飞星军团就有三个天灾战力了 超过很多零号机关的成员了 喜讯啊 雷纳德几年前投入自己麾下 学习了这抹酒 终于成功进阶 韩潇虽然吃惊 但并不意外 他早知道以雷纳德的天赋 成为天灾级 是板上钉钉的事 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在秘密战争即将爆发的节骨炎 自己麾下又多了一员猛将 简直太是时候了 一旁 梅洛斯不由有些失落 他最先追随韩潇 但现在地位却不断被新人超过 然而实力不足他也没办法 想成为A级强者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他现在还没摸到A级的门槛 经过苏尼尔事件 梅洛斯誓死追随韩潇 忠心耿耿 他只懊恼自己 莫能给韩潇帮上更多的忙 众人心情各异 福尔加三兄弟一如既往咸鱼 福丁微笑不语 西维亚握着小拳头 暗暗发奋图强 阿罗西亚则在旁边发呆神游 韩潇的目光落在阿罗西亚身上 他身上的重启任务还在第二环 他通过玩家找到了绝大多数记忆碎片显示的地点 偶尔抽出时间带 阿罗西亚跑了个遍 还差最后一个地点 就能完成第二环任务 只不过最后的地点太偏僻 所以韩潇迟迟没有带他过去 完成第二环 他不急着做这个任务 因为瑞斯达已经透露了消息 重启任务的最终目标 是对付谢国麦尼逊 韩潇自存短期内搞不定 于是对这个任务并不热切 他可不想吃饱了 默示与一个超A级队上 对方还是古老者的成员 不止黑心军团 所有零号机关的成员 都在进行战前准备 大肆招揽人手 十几天后 一则轰动的消息 席卷整个破碎星环 引起全星域的震动 战争领域从荒无宇宙代 入侵科尔顿星团 预示着克伦特与紫荆 酿酿了许久的秘密战争 正式开始了 这彭扶一个导火索 赤潮带来的乱象 终于彻底爆发了 破碎星环七大星团 三级文明之间的摩擦上 升到了动手的程度 整个破碎星环珠多大势力 与隐秘组织 在星域各地撕逼开战 破碎星环混乱无比 人人自危 抱团趋势开始出现 近百年以来 最凶险的时代降临了 所有零号机关成员 都接到了紫荆的调动通知 要求奔赴战场 韩潮接到通知的时候 面板也弹出了提示 你触发S急阵营战争任务 秘密战争 零号机关 任务介绍 克伦特帝邦入侵紫荆文明的领土 你选择站在紫荆文明阵营 任务要求 作为零号机关的一员 听从指令 击退所有侵犯科尔顿星团领土的敌人 任务结束后 将按照任务评价 给予不同奖励 住 本任务为战略任务 有三种方式提高人务评价 一完成单独发布的战术目标任务 二击杀或俘虏对立阵营的部队 三成功完成本任务 这是3.0的主线任务之一 果然啊 我会在版本更新期间触发这个任务 韩潮早有预料 这是一个S级主线任务 玩家可以选择克伦特或者紫金两个阵营 自己已经加入零号机关 默认选了紫金阵营 前世3.0版本开始时 秘密战争处于白热化的关键时期 玩家那时才回归 选择阵营介入战争 这个主线是S级人物 各项介绍都比较简略 无论双方谁赢的战争 失败一方的玩家 依旧能得到任务结算的奖励 区别在于任务评价的高低 经过玩家摸索 有几种调评价的做法 第一是违抗阵营的命令 第二是背叛阵营 第三是输掉战争 在宇宙级文明介入前 莫能成功保护 入侵领土 我在战争初期就触发了这个任务 比玩家提前了十年 含笑眉头一挑 这意味着 这个任务的周期 在他这里会变得很长 秘密战场贯穿 整个版本更新期间 起码要十年以上才能结算 另一方面 也代表自己比玩家 多出很多时间来刷人物评价 恐怕我这十年 都要在战斗中度过了 闲了两三年 我也休息够了 这一次 与那些短期的雇佣行动不同 这是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含笑站起身 披上大衣 推门而出 菲利普 召集人马 随我出征 克伦特掌控的索尔星团 与紫禁的科尔顿星团 隔着一条荒芜宇宙带 自从矛盾爆发 双方的传送星门 已经暂时关闭 只能从荒芜宇宙带偷渡 一支庞大的战争领域舰队 刚刚穿过荒芜宇宙带 进入科尔顿的边境 西风行径 这是一支 以试探为主的先锋军 十五艘远征集主舰 数千艘护卫舰 突击舰 再加上特殊舰重 战舰数量破万 天灾级强者二十六位 其中包括霸者麾下八大先锋官 远程指挥官 是战争领域参谋部的负责人乔德 同样是一名A级强者 也是霸者的老部下 根据情报 紫禁已经调兵遣将 准备来截击先锋军 你们的首要任务 是战局标记好的无人星球 动用赤色帝国提供的战争堡垒拓展包 制造基地 这是一场官方无法介入的秘密战事 西风星系的文明 不会派兵阻止你们 在无人星球建立堡垒 他们既不会也不敢 此时 参谋部正召开远程会议 先锋军各个编制舰队的指挥官 以及七位先锋官 都在听着乔德的指示 其中只有首席先锋官没有到场 众人见怪不怪 在参谋部远程指挥的情况下 先锋官只需要听命战斗 首席先锋官身份特殊 实力让人敬畏 比起开会 他更愿意抛在修行室里 他有这个特权 乔德分析了一回战略 接着说道 克尔顿各个星系的星系及文明 并不全都是紫禁文明的附庸 谁掌控星团 一部分星系文明并不介意 他们将保持中立 不会给我们造成阻碍 如非必要 不要与当地文明爆发冲突 让他们明白克伦特的意思 进行交好 有和平条约的限制 星团及文明都有护身符 克伦特的目标也不是覆灭紫禁 克伦特的野心始终是扩张领域 想要从科尔顿抢夺几个星系的领土 使用战争领域作为替身 便是隔了一层代理人 不挑起文明间的战争 把冲突约束在秘密战争的层面 战争领域只要在几个星系站稳脚跟 背后的克伦特 就能通过战争领域散播影响力 削弱紫禁在地区的掌控力 慢慢蚕食 让紫禁这个名义上的星团掌权者 在这几个区域变得名存实亡 这与星系文明并不冲突 战争领域不会夺取星系文明的管辖权 甚至还会交好 伤害的只是紫禁文明 通俗点来说 这就像两家黑帮为了收保护费而火兵 既然抢下地盘 自然要守住才有未来 战争领域的入侵 不是岸星那样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也代表着战争会十分激烈 并且持续很长时间 脑僵子都打出来 这支先锋军的目标 就是在西风星系建立桥头堡 同时试探紫禁文明的反击力量 众人点点头 他们早就明白战略计划 此时只是听桥的再强调一遍 四席先锋官受任陈英道 零号机关成员不少 天灾级应该有一两百位 这支先锋军只有出二十多人 即使我们先锋官一人顶三个 我能顶五个 首席能打十个 那也差着不少战力 大部队最好快点跟上来 乔得点头 时间仓促 紫禁短时间调遣不了多少人手 而且 敌人和我们一样 第一次交手也是试探 不会派出太多人进攻 从其他星系入境的先锋军 也会为你们牵扯紫禁的兵力 西风星系 只是战争领域的目标之一 战争领域有这个能力多点开花 拉长战线 作为秘密战争的交易条件 克伦特邦战争领域 收拢了星团内大半的武装势力 战争领域的规模 如今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上百位天灾级 完全拿得出来 这时 一个虚拟投影 突然进入远程会议 众人望了过去 七大先锋官 纷纷汗手行礼 首席 此人肤色暗红 面部线条刚硬 眼神凌厉 有种咄咄逼人的霸道气势 眼角 并角 唇边 下颚 长着细碎的龙鳞 似乎是一名混血龙重 外表却看不出 是哪种龙族的血脉 他穿着一身厚重战甲 却遮掩不住魁梧雄壮的身材 比起马扎克斯 还高出一截 弗洛瑟斯 斯洛特 霸者麾下首席先锋官 光听名字 就知道很凶残 绰号战争之龙 霸者的左手 是赫博尔的得力壁主 乔得疑惑道 你有什么意见吗 弗洛瑟斯面无表情 与带煞气 其他人无所谓 黑星必须是我的 他气势霸道 颇有赫博尔的影子 韩霄站在紫禁的阵营 战争领域早就知道 黑星是龙坦的重要干部 因为双方的过节 不少战争领域的人都盼着与他交手 其中 弗洛瑟斯的杀意最为坚定 曾经在霸者的聚会上 韩霄干翻凯洛 大出风头 刮了霸者的面子 赫博尔不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但弗洛瑟斯对霸者的崇拜 几乎是狂热 他不能忍受任何人损害霸者的名誉 赫博尔不追究 弗洛瑟斯却不善罢甘休 黑星早就进了他的必杀名单 这次秘密战争就是好机会 当然 一切以大局为重 弗洛瑟斯不会为了黑星而擅自行动 只要黑星撞到我的手里 我就当场打死他 弗洛瑟斯语气带着钢铁般的铁血 铿锵有力 心意坚决 赶在战争领域的大本营动手 还打赢了他们的干部 找死 咒诗 奥斯汀端漂浮在红袍影修会的宫殿之中 为麾下的一群 进屋 讲解魔法的理解 星域乱象频发 他却是过得十分悠闲 反正他保持中立 莫人会来惹他 讲了一会 奥斯汀突然停住 心有所感 眺望宫殿外的星空 目光彭腐能穿透无穷的星河 就在刚才一瞬间 奥斯汀下意识走神 脑海忽然浮现科尔顿星团 以及黑星的身影 像他这种掌握秘书的大法师 总会浮现说不清到不明的直觉 多半有着寓意 科尔顿 嗯 克伦特和紫金打起来了 与我无关的事 为什么会引起我的直觉 奥斯汀有些疑惑 自言自语 他对两大星团 文明之间的秘密战争不敢冒 在他看来 双方不仅是为了抢地盘 还有削弱境内私人武装势力的深层原因 虽然克伦特与紫金敌对 但在这一点上 应该是心照不宣 所以 奥斯汀一直不愿意 与任何星团文明合作 我的直觉 应该与战争无关 纳摩原因 就在黑星身上 奥斯汀念了几句咒语 施展神秘学的术法 光芒闪烁 他占卜了一会 圆嘟嘟的小脸 突地露出恍然的笑意 原来是这样 他手下有我的进屋 想了想 奥斯汀伸出手指 点了几个在场的进屋 你们把人带回来 如果黑星阻挠 就说是我的意思 他会给我一个面子 被点到的几个 进屋 沉默寡言 微微点了一下头 转身走出宫殿 韩潇点齐了人马 响应零号机关的紧急调动 来到西风星系 找零号机关大部队会合 他带了三百艘改装战舰 带上了垃圾 还有梅洛斯 阿罗西亚等十多位B级干部随行 雷纳德坐镇基地 太弱小的西维亚也莫跟来 参战是为了刷镇贡献度 更好的积蓄实力 韩潇可不会耿直的卖命 拼掉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底 是亏本的买卖 量力而行 其他零号机关成员 也是这样的想法 谁也不会清朝出动 都有着私心 这是联合势力的通病 战争领域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霸者的意志 掌控着所有部队 这就是有超A级强者的好处 韩潇叹气 来到集合地点 这里已经有许多盟友的部队待命 战舰总数近万 湖光组织拿出了800艘战舰 出力最多 韩潇作为黑心军团的首领 也被邀请参与战前会议 指挥官是紫金官方人员 紫金也知道联合势力的弊端 所以派人统一指挥部队 提高效率 会议上 韩潇得知了面临的局势 战争领域的先锋军 已经在西风星系的一颗无人星球 建立了桥头堡 布置了各种防御措施 这次战役的目标 是试探进攻 尝试捣毁先锋军的基地 驱逐敌人 每家势力都接受了各自的职责 韩潇也得到了战术任务 局部战役 牵制侧翼 任务介绍 这是所处阵营 给你的战术指令 完成它 任务要求 牵制或击溃敌方侧翼的舰队 驻 本次战场结束后 根据完成度 给予任务奖励 这是附属于S级主线任务的小目标 在秘密战争的不同战役中 事先会给一个初步的战术目标 例如本次的牵制侧翼 而在战役途中 会根据战场变化 随机更改战术目标 临时得到新的战术任务 战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职责 是最基础的要求 只要严格执行战术 就算输了局部战役 也会得到高完成度的任务奖励 刷阵营贡献度 就要靠这种战术任务 而完成局部战役的战术任务 也会提升S级主线 秘密战争零号机关的任务评价 韩潇带了300艘战舰 不适合正面强攻 于是被派去侧翼掩护 执行这项任务的不止他一家 还有另外几名盟友的任务 也是牵制侧翼 会议结束后 韩潇走出营地 这时后面有人叫了他一声 转头看去 正是湖光组织本次的带队者 塞维特 是孤光组织的高层干部 一名A级强者 黑星 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塞维特快步走上来 露出善意的笑容 语气颇为尊敬 韩潇有龙坦的背景 基本上所有人都对他很客气 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高手 自然不会平白无故骄恶战友 你说 韩潇点点头 我知道你是很厉害的虚拟机械师 在你牵扯侧翼部队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抽出手 用虚拟入侵帮忙对付战争领域的正面部队 减缓我们的压力 塞维特言辞恳切 湖光组织负责正面强攻 塞维特听说过韩潇的能力 于是过来请求帮助 这不是问题 我这边如果压力不大 那就帮帮你 韩潇拍了拍塞维特的肩膀 好 谢谢了 塞维特一喜 两人告别之后 韩潇回到自家的营地 赵检人手嘱咐了一番 大规模的战争极为凶险 谁也不敢保证全身而退 他让众人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 不要想着出风头 一天后 零号机关的联军开拔 直奔战争领域先锋军的星球据点 黑星军团的舰队 混在联军部队之中 浩浩荡荡行径 无数道跃迁流光 画过漆黑宇宙 彷復流星雨一般 正面部队强攻 凿开外层空间的防卫阵型 空袭敌人的地面基地 掩护部队为他们吸引火力 而我们负责侧翼牵制 阻挠对方的辩阵与支援 驾驶舱里 韩潇在通讯频道里 嘱咐麾下的各位舰长 黑星军团的岗位结构 已经稳定 300艘战舰 分为多个编制舰队 让各位干部分管 战术调整能更加灵活 垃圾 冲锋陷阵的任务交给你了 另外几个同样牵制侧翼的盟友 他们也各自派出了天灾极强者 你的工作是尽可能杀伤对方的舰队 当然 前提是保护好自己 韩潇语气陈宁 在星际战争中 天灾极基本以斩首 刺杀为主 但也可以投入正面战场 强大的个体战力 代表着高超的灵活性 如果没有同样的A级对手来牵制 厉害的天灾极 能给舰队造成不俗的杀伤 甚至有机会左右局部战场的走势 例如沙纳那种能力 简直是星际战争中的大杀器 在星际战场 A级超能者 一直是让指挥者头疼的存在 因为不确定性太大 很难处理 有舰队掩护的天灾极 更是危险 不过和舰队硬碰硬 对天灾极来说 还是很危险的 一个不慎被几十上百艘战舰 击火机中 凶多几手 不过韩潇对垃圾比较放心 他这魔耸 自保肯定莫杀问题 唉 垃圾叹了口气 不想说话 咚咚 船舱轻微震动 所在的舰队 退出了跃迁模式 韩潇眉头一紧 打开雷达 前方显示出一片红色区域 到地方了 前面就是战争领域的先锋军据点 韩潇深吸了一口气 时隔两三年 还是与战争领域对上了 通讯频道里 不少人呼吸停顿了一瞬 不怪零号机关的成员紧张 人的名书的影 战争领域声名赫赫 莫人能小看罢者 透过远程视野 韩潇发现 战争领域的舰队 在外层空间集结 组成以各个旗舰为核心的阵型 警报警报 检测到高能反应 请提前躲避翁 就在这时 韩潇接到了菲利普的警报 招呼一声 带着麾下舰队躲避 下一刻 战争领域的舰队 突然亮起无数个光点 紧接着无数道高能粒子炮 瞬息间靠近联军 擦着一艘艘飞船的护盾 消失在远方 少数末来得及躲避的飞船被击中 护盾炸得闪烁不定 真果断 一见面就开火了 韩潇眼神一鸣 定 这时 菲利普发出提声音 战术指令已接受 是否立即执行翁 虚拟屏幕上 双方舰队的阵型已精力体化 局面一目了然 几方舰队的战术动向 都标记了出来 有阳攻 有突进 有诱导 有排查陷阱等等 分工明确 而韩潇所在的部队 也被远程指挥官赋予战术目标 需要牵制的敌方舰队 已经被标记成了红色 这便是任务目标 在屏幕左上方 还列出了各项战术参数 各种及时 后方的指挥官会根据局面 随时调整战术 发出新的指令 这样的指挥方式啊 每支队伍各司其职 不会混乱 韩潇看了一眼战术目标 没有问题 点了点头 立即执行 黑星军团的舰队 立即随着部队行动起来 绕了一个圈 从侧面冲锋 直奔任务目标 与此同时 整个零号机关联军也动了 分散开来 从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席向战争领域的星球据点 因为联合阵营本质是一盘散沙 为了防止成员各自为战 指挥官将联军编制为十多个番号分队 韩潇的舰队属于七队的一员 以牵制侧翼为主 战争轰然爆发 零号机关联军从各个路线逼近堡垒星球 双方光炮对射 一艘艘飞船 穿梭在密密麻麻的粒子炮之中 时不时炸成烟花 随着联军的多战线进攻 战争领域也随之变阵 护住每一个方位 双方一交手便是火力全开 七队顶着炮火冲锋 每进一段距离 压力都会陡增 砰砰砰 战争领域先锋军已经用赤色帝国的基地拓展包改造了堡垒星球 地表已经有了一大片基地 防空炮射出一枚枚实体导弹 打向外层空间 火力凶猛 差点击中韩潇的舰队 大规模的战场 真是危险 韩潇早已换成手动驾驶 精神高度集中 一个惊险的机动飞行 堪堪避开十几发散射而来的炮弹 如此庞大的战场 他也不敢太浪 跟着大部队行动 犹如蝴蝶般上下翻飞 轻盈地躲避着攻击 看了一眼战术屏幕 正面强攻部队已经与战争领域近距离交手 含潇望向窗外 整个外层空间已经化作了激烈的战场 背景是漆黑的宇宙与堡垒星球的边缘弧度 战舰在对轰厮杀 各种武器的光芒耀眼无比 战场太过辽阔 即使眺望远方 也看不到全局 只能从战术屏幕 了解战争的整体局势 目前才刚刚交锋 势军力敌 联军的攻势 牵扯了敌方火力 间接帮助含潇所在的 七队接近敌军 找上牵制目标 迅速缠了上去 含潇所在的位置 顿时变成一个新的局部战场 刚一交手 含潇便遇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支舰队 以一艘远征极主舰为核心 似乎要去支援正面战场 七队牵制骚扰住他们 顿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七队上千艘战舰 其中有含潇的三百艘 伤亡数字迅速上升 不好对付 含潇咬牙 即使紫禁会给予补偿 他也忍不住心疼 一搜搜爆掉的战舰 这都是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存货 含潇展开虚拟入侵 顿时遇到了阻力 战争领域的舰队 同样配置了虚拟机械师 保护着舰队的操控权 同时也入侵联军的飞船 没有别的选择 含潇缠住对方的虚拟机械师 边攻边守 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与此同时 堡垒星球地面基地的指挥室中 两名A及虚拟机械师盾时 在虚拟层面被含潇劫机 神色都是一变 敌人的虚拟机械师也出手了 这家伙的虚拟技术很降 入侵速度太快了 还好能勉强守住内部防火墙 你溯源成功了没有 嗯 已经锁定对方的位置 看到了 咦 原来他是黑星 怪不得能力这魔墙 配合我反击 夺取他的座驾 两人十分默契 锁定了含潇 迅速对黑光潜伏者展开入侵 虚拟层面中 两人操控的数据洪流 找到了黑光潜伏者的智能核心 正要发起进攻 突然一个发光的人影现身 正是瑞斯达 两道数据洪流撞上来 瑞斯达伸手一扯 两人的攻势顿时散乱 数据洪流化作漫天的光线 变成毫无意义的冗余数据 被迅速粉碎 两人健壮 灯石一惊 这个智能的等级好高 莫办法攻破 糟糕 摆脱不了他 双方完成了一次交锋 含潇略占优势 不过他的神色变得凝重 他早就料到 战争领域会派出虚拟机械师 不可能留下这模明显的短板 但对手出了两个A级虚拟机械师 让含潇感到压力 要是自己不在这里 对手就能为所欲为了 此时双方互相牵制 自己虽然无法用虚拟入侵打开场面 但敌人也同样不行 这时 双方终于短兵相接 阶弦战爆发了 七队与敌方舰队使用冲锋舱 让各自超能者登陆敌方飞船 含潇调出监控视频 被登陆的战舰几乎是一面倒的屠杀 战争领域的精锐部队 万寿兵十分强大 我的飞船被登陆了 就在这时 通讯频道里传出梅洛斯焦急的声音 含潇急忙看了过去 只限三个冲锋舱 咬住了梅洛斯的飞船 梅洛斯率着船上的部队 抵挡登陆的万寿兵 僵持不下 就在这时 垃圾的飞船经过 迅速支援 轻松击杀了一群敌人 化解梅洛斯的危急处境 寒消精神一阵 在混乱的战局中找到一个突破口 注意 全体掩护天灾级小队 让他们尝试登陆敌人的主舰 在这个局部战场 敌人的核心就是这一艘主舰 七队与敌方相比 只有天灾级数量具备优势 进行斩首行动的性价比颇高 虽然战术目标是牵制这支舰队 但指挥官只给目标 具体行动可以随机应变 打爆对方的主舰比单纯的牵制更有用 取得额外的战果 战术任务的奖励会更多 七队的天灾级突击小队 包括垃圾在内 一共有四人 寒消不在其中 指令下达 七队立即变阵 开始掩护天灾级突击小队 穿梭在炮火中 迅速接近敌人的主舰 对方也发现了 寒消等人的战术目标 围追阻截 掩护主舰远离 双方距离虽然在缩小 然而速度太慢了 战场反而在移动 渐渐靠向更加激烈的正面战场 寒消一看 这要追到猴年马月 心里一定 喝道 天灾级小队 全部上我的聚兵 我带你们过去 下一刻 寒消弹出飞船 照出斩舰者 坐进驾驶舱 垃圾等人 纷纷进入聚兵体内 坐稳了 寒消操控斩舰者 全部动力涌入推进器 高速冲向敌方主舰 聚兵的机动性与灵活性更强 寒消的驾驶水平极高 辗转腾挪 深入敌阵 吸引了大量火力 然而绝大多数攻击都擦身而过 不仅没有集中他 还差点打中自己的战友 距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 孤军深入本是大忌 然而寒消是天灾级 垃圾四人也是天灾级 反而成了威慑力极强的一把尖刀 敌人不得不转移注意力对付他们 而外围的七队则趁机反扑 完全牵制住这支舰队 斩剑者终于欺净主舰 启动护盾中和器 打开舱门 垃圾四人顺利轰开主舰的外装甲 突入内部 敌人内部只有一名天灾级 被四人迅速围殴致死 寒消也默闲着 操控聚兵一刀刀劈开主舰 周围的护卫舰也被他劈了二十多艘 没多久 主舰便不堪重负 轰然爆炸 垃圾四人早已撤离 城上寒消的聚兵一起突围 在敌阵中杀劲 杀出了一个回合 成功打爆主舰 寒消也不是没有损失 斩剑者差点散架 装甲值几乎触底 要不是七队在接应 恐怕斩剑者会被敌人急火打爆 但是这点损失 逆转了局部战场的劣势 在七队的追击下 这支敌方舰队开始节节败退 寒消正想乘胜追击 然而这时 却突然接到新的战术任务 局部战役撤退 任务要求立即撤离 尽可能保存有声力量 怎么忽然撤退了 寒消一惊 看向战术屏幕 瞳孔顿时一缩 只见所有局部战场 唯有自己这条战线取得优势 正面战场的局势急速恶化 零号机关大部队被战争领域打穿了 两千多艘战舰毁于一旦 大部队的十五名天灾疾 八死七伤 战争领域八大先封关 全部都投入了正面战场 怪不得我一个也没遇到 寒消心里一沉 大部队被灭 他即使在局面战场占据优势 也于事无补 零号机关与战争领域第一次交手 败了 正面战场 燃烧的弧光组织主舰中 满地都是尸体 血流成河 扑哧 兽人拔出自己的战刀 瑟维特的身体重重倒下 躯干有一个巨大的破洞 内脏几乎全部被掏空 鲜血几乎流钱 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 这艘船快爆炸了 我们赶紧撤吧 兽人擦了擦战刀 通过战甲的通讯 朝着舰体破洞旁的弗洛瑟斯说道 弗洛瑟斯正透过破洞 望着远方的战场 恐怖的真空犀利 莫能让他的身体动摇分毫 黑星不在正面战场 算他走运 弗洛瑟斯眼中闪过冷光 伤亡这魔惨重 按照远程指挥的指令撤退 远离战争领域的堡垒星球后 韩潇才得知了正面战场的伤亡数字 战争领域击溃联军的大部队后 便回防桥头堡 向指信追杀了一会溃败的 零号机关正面部队 而韩潇的局部战场战局优势 他带人轻锋撤退 敌人没有追击 韩潇取得小规模的胜利 可惜 这点小优势左右不了战局 虽然战争失利 韩潇的战术人物却是完成了 奖励了上百万的经验 以及零号机关与紫禁文明的 两百多点贡献度 溃败的联军 停在一颗无人星球进行修整 气氛愁云惨雾 各个盟友阴沉着脸 轻点着自己的伤亡 阵亡的A级强者 基本随着战舰一起爆炸了 胡光组织失去了塞维特 幸存的成员神色悲怆 前两天 塞维特微笑着请求他的帮助 而今尸骨无存 念及于此 韩潇不由叹了口气 莫去打扰他们 召集干部轻点自身舰队的损失 很快得出结果 我们只损失了34艘战舰 没有高级战力伤亡 情况还好 韩潇说了一口气 紫禁文明会补偿 各个势力的损失 进行资源扶持 否则没人愿意合作 韩潇损失的战舰 一样能得到补偿 同时还有局部胜利的奖励 梅洛斯心有余悉 道 我刚刚打听了一下 我们是所有零号机关成员中损失最少的势力之一 其他盟友竟然牺牲了几个天灾极强者 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韩潇点点头 他经历的是3.0版本已经成型的局势 而版本更新期间的秘密战争走向 他只是看过剧情背景 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对于战争领域的胜利 韩潇倒不意外 要是紫禁能把战争领域驱逐出去 那就不会一直打到3.0版本了 3.0时期战争领域已经在数个星系建立了许多基地 与零号机关展开拉锯战 所以韩潇猜得到 在版本更新期间 零号机关肯定处于劣势 他诧异的是 双方第一次交手 加起来总共有10名以上A级枪者阵亡 烈度高的不可思议 要是每一场战争都死着魔多人 不需要几个月 零号机关这边的强者 肯定死绝了 战争领域也必然伤亡惨重 两败俱伤 滴滴 韩潇突然接到来福的通讯邀请 语音接通 来福嗓音沙哑 沉声道 黑星 情况到底有多不妙 接到战败的消息后 来福坐如针毡 忍不住联系韩潇 询问这次战斗的细节 非常糟糕 韩潇如实说了一遍 顺便强调了一番 自己的局部战场有优势 文言 来福忧心忡忡 这是我这半个小时 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 但是你一个人 无法决定整个战局 韩潇怂怂间 也不在意 反正战术人物的奖励到手 他不亏 战争领域的目标 就是击杀我们这边的A级超能者 他们是在立威 来福到 韩潇眼神一闪 顿时明白了贺博尔的想法 按道激烈 战争领域抓住了零号机关的弱点 人心不齐 这是联合势力的通病 每一个A级强者 都是不同组织的重要战力 八大先锋官齐出 击杀这些高级战力 就能让所有零号机关成员 投鼠忌器 零号机关的每一个合作者 其实并不在乎 紫金是否守住了领土 不存在紫金那样的领土一时 他们为了利益 才参与秘密战争 供紫金文明驱使 战争失利无关紧要 他们唯一在乎的是 利益能不能弥补损失 如果损失战舰 紫金文明可以补偿 甚至还有奖励 让他们得到新团级文明资源扶持 然而 如果天灾极强者阵亡 这就没办法了 紫金文明 无法补偿零号机关成员的 高级战力损失 这便是一盘散杀的零号机关 与铁板一块的战争领域之间的区别 也是无法改变的弱点 怪不得战争领域打得这么凶 含潇暗暗沉吟 他也不在乎秘密战争是否胜利 前世紫金就败了 等到赤色帝国与光辉联邦 就闪耀世界的问题达成共识 他们才会制止各地的风波 在两家宇宙籍文明完成利益交换之前 莫人会管克伦特和紫金的秘密战争 而赤色帝国是克伦特背后的靠山 只要战争领域莫被赶走 赤色帝国就敢把紫金的一部分领地 画给克伦特 这便是克伦特的战略 也是前世的结果 韩潇深加零号机关 也不是为了帮紫金打赢战争 主要是为了刷贡献换取尖端知识 如果自己损失一直很小 他不介意一直打酱油 按部就班完成战术人物 慢慢刷到崇敬的关系 就算大盘崩了 自己这肢骨逆势上扬 也一样能得到更多的重视 死的人不多 怎么有机会上位 韩潇眼神一闪 可惜要是玩家还在就好了 那就不必在乎伤亡了 收起各众思绪 韩潇开口问道 战争领域正在西风 星系站稳脚跟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暂时休整 等待援兵抵达 然后再进攻一次 来福沉声道 零号机关的合作者 分布在科尔顿星团的各个区域 路程有短有长 韩潇所在的这支联军 只是第一批 算是零号机关的先锋部队 后面还有大部队 他们先锋部队的溃败 不代表零号机关全部溃败 来福担忧的是 战争领域使用的战术 敌人队高级战力下手 这是阳谋 防无可防 他担心零号机关为了减少损失 而对指挥官阳凤 因为出攻不出力 最坏的结果 甚至是组织分崩离析 韩潇沉应了一会 突然开口 我有一个建议 下次进攻 让我参与正面战场 来福一愣 黑心明知凶险 竟然要求加入正面战场 你的意思是 也许我能顶住战争领域的先锋官 韩潇摸了摸下巴 来福大喜过望 简直感动得要落泪 就在刚才 胡光组织等参与正面战场的势力 纷纷要求不再承担强攻人物 全都耸了 不敢对上战争领域的强者 只有黑心迎难而上 主动要求承担这个风险极大的工作 这 这才是靠谱的合作者啊 来福几乎要热泪盈眶 压住兴奋 问道 你能顶住几个先锋官 韩潇眯了眯眼 全部 来福猛地瞪大眼睛 惊恶之色凝固在脸上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会死人的 别那么惊讶 我莫说打赢他们 我说的是拖住他们 韩潇摆了摆手 他刚才估算了一下 对付八个先锋官 自己打赢的几率 还比不过垃圾乐观起来的几率 但是自己凭借肉度 拖住八个A级肌肉棒子 还是有机会的 欧罗拉的人物卡还能用几次 维持一场战斗 基本够了 自己拖住先锋官 便能降低其他盟友 高级战力的风险 而且展现出这样的实力 能刷一波声望 让紫禁对自己更加重视 更主要的原因是 韩潇决定 以此做一个交易 让我承担这摩大的风险 不是免费的 你想要什么 来福连忙问道 韩潇眉头一挑 我要机械系尖端之时 好 来福果断答应下来 这时他也不犹豫了 黑星都愿意承担死亡的风险了 只要能活下来 紫禁绝不会吝啬资源 韩潇面不改色 内心暗暗兴奋起来 虽然自己可以慢慢打降 游刷贡献 但是会消耗不少时间 如果能一步 到位快速获得尖端之时 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越早完成转值任务 他就能越快突破 一百七十级的界限 将囤积的经验 变成实际的战斗力 而且拖住八大先锋关 本身就是狂刷声望的事件 一石二鸟 韩潇忍不住生出 捏而坏的想法 他宁愿紫禁文明 输多胜少 如果局势不危急 那么自己 就没有这种 快速获取资源的机会了 果然啊 乱世才有机遇 古人成不起我 韩潇心里暗笑 一旁的垃圾 见证了两人对话的过程 忍不住插嘴 你需要我帮你收尸吗 韩潇不弃反喜 这下吻了 垃圾的反乃 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继续乃 不要停 怪不得要自杀 原来真疯了 垃圾叹息 又得找个新工作了 与此同时 战争领域先锋军 总结消化这一战的结果 我们击退了第一波进攻 你们干得不错 干掉不少天灾级强者 紫禁的合作势力 必然会有所忌惮 乔德夸奖了一番先锋军的战果 受人点头 敌人也是仓促迎击 没有派出太多高级战力 你猜得不错 先锋军有许多套战术方案 原本的战术 是以防守为主 现零号机关的第一波进攻 并没有压倒性的阵容 乔德便临时改变战术 让八大先锋关一起出动 打爆零号机关的高级战力 达成杀鸡儆猴的效果 我们大概有十天左右的缓冲时间 敌人还会进行下一轮进攻 你们继续对付高级战力 这是联合势力的弱点 乔德信心满满 受人皱眉 有了这次的例子 敌人的高级战力 不会轻敌 甚至可能不与我们交手 我们未必有今天这样的机会 那就创造机会 一旁沉默的弗洛瑟斯开口 缓缓道 敌人如果不派出高级战力应对我们 那就看着我们 拆掉他们的舰队吧 乔德点头 总之 尽量找机会 杀伤敌人的高级战力 杀得敌人害怕 我们扩张的难度便会降低 弗洛瑟斯突然道 黑星应该会继续参与下一次进攻 我有个要求 所有人随时把黑星的位置汇报给我 如果正面战场暂时不需要我 我就赶过去干掉黑星 乔德陈吟 可以 前提是 不要让你的私人恩怨影响到战局 哼 这个不用你交 而且 这不仅仅是私人恩怨 弗洛瑟斯冷冷道 黑星是龙座的干部 干掉他 也许能逼出龙座 那样一来 赫博尔阁下 就能名正言顺出手 介入秘密战争 超A级的存在 是一种威慑 很少随意出手 即使霸者是战争领域的领袖 也依然没有亲自介入秘密战争 可如果埃莫斯首先动手 赫博尔就有了理由 在他们眼里 霸者显然比龙座更强 众人眼神一亮 乔德点头道 有点道理 那就交给你了 放心 无论他躲在哪里 我都能找到他 弗洛瑟斯满意点头 联军在等待援兵的时候 发生了几次骚乱 以湖光组织为首 参与强攻的成员 纷纷以损失惨重为理由 申请更换任务 不愿意再参与正面战场强攻 塞维特的阵亡 让湖光组织上下震惊莫名 组织首领更是追悔莫及 塞维特是他的得力助手 十分信赖 让他带领部队参与战斗 却莫想到 会在第一次交手中阵亡 首领顿时起了退役 其他参与正面强攻的组织 高级战力 也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如此高烈度的战斗 出乎他们的意料 战争领域八大先锋官 杀得他们胆寒 也许联合起来 能打赢先锋官 然而谁也不愿意 失去自家的天灾级强者 于是他们默契必战 这是无解的矛盾 零号机关的远程指挥 只能重新调整进攻战术 更换正面战场的人选 寄希望于援兵 承担起强攻的职责 然而 志愿而来的盟友 也得知了前线的阵亡统计 都不想参与强攻 不愿意让自家的高级战力 也不上后尘 此经文明无奈 私下里不知道 进行了怎样的磋商 才让一些不情愿的势力妥协 战争领域的战术卓有成效 让零号机关的弊端 充分暴露出来 即使成员都是科尔顿星团 有名有姓的武装势力 可组合在一起 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顺风啸嘻嘻 逆风藏机机 不过韩潇并不失望 处于劣势的阵营 才有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 在几乎所有人都在推脱的时候 只有韩潇一个人 主动要求参与强攻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整个营地 掀起轩然大波 韩潇每一天都在遭受 旁人异样的眼神 充满了诧异 不解 惊恶等等情绪 明知强攻有风险 黑心居然抢着干 这是失了志吗 胡光组织 这些已经蒙受损失的战友 纷纷冷眼旁观 黑心的行为让他们产生了误解 在他们看来 黑心这是想要借机行事 踩着他们 表现出更大的作用 得到紫禁的重视 这本身没有问题 让胡光组织等势力诟病的是 黑心想法没错 可是并没有相应的实力 那就纯粹是找死了 连他们的高级战力 都损伤惨重 黑心难道默点避数吗 不少盟友势力纷纷产生了共识 黑心为了提升地位 简直是不要命了 但是 没有势力主动提醒黑心 他们正需要有人顶在前面 既然黑心想要送死 他们也不会拦着 韩潇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 来复对他几乎有求必应 韩潇默让麾下部队一起参与强攻 而是让拉基 梅洛斯等人身与低劣度的战斗 来复同意了 过了几天 第二批援兵终于到齐 零号机关联军再次进攻战争领域 在西风星系的首个据点 韩潇让梅洛斯暂时指挥舰队 而他驾驶黑光潜伏者 独自混在正面部队之中 这次的战术任务 要求是牵制八名先锋官 奖励正式尖端知识 以及大量的经验与阵营贡献度 抵得上十次以上的普通战术任务 由于上一次的失利 零号机关的第二次进攻 得到全星域的关注 破碎星环另外五个星团级文明 以及一些在星域地位尊崇的大型组织 全都把目光投向了 科尔顿的西风星系 双方第二次交手的结果 基本可以代表秘密战争未来的走向 这是第二次交手 战争领域和零号机关都有了准备 不需要前夕 战斗一开始 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朵朵焰火 点亮了漆黑的宇宙 燃烧的战舰 爆裂的弹丸 闪耀的光炮 铺开星际战场的危机四伏 犹如一副色彩浓烈的四亿画卷 正面战场厮杀惨烈 弗洛瑟斯为首的八大先锋关 击破一艘又一艘战舰 势如破竹 如入无人之境 本应由高级战力出手阻拦 然而零号机关的天灾极强者 几乎都选择了避战 做事先锋关捣毁战舰 你们愣着干尸魔 拦住他们啊 远程指挥在怒吼 知道了 等会就动手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他们消耗一些气力再说 A级强者纷纷敷衍堂塞 磨磨蹭蹭 远程指挥怒不可遏 同时又极其无奈 这些高级战力阳凤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连舰队都是这些人的 他们仗着紫禁会在战后补偿 宁愿看着自己的部队被打崩 也不想出手 远程指挥也没脾气了 来福坐不住了 他知道情况不妙 但莫想到局面会这么糟糕 忍不住联系韩潇 黑星 其他人都靠不住 你什么时候动手 再拖下去 我们必败无疑 驾驶舱里 韩潇宁望着战术屏幕上标记出的八大先锋官 眉头微挑 给我一片战场 明白 来福大喜过望 他对黑星能否顶住八名先锋官持怀疑态度 但只能死马当作活马一 现在只有黑星可以以仗了 战场中心 弗洛瑟斯正领着七位先锋官杀的兴起 犹如八颗流星 砸穿一艘又一艘零号机关的战舰 攻势庞扶海啸 直接搅乱了零号机关的阵型 八名先锋官如同豹子 而战舰就像是一头头绵羊 没有了高级战力互相牵制 战舰完全成了猎物 一旦被盯上 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哈哈 敌人的天灾级还不出手 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舰队吗 通讯频道里 马扎克斯猖狂大笑 真是一群怕死的家伙 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少人语气不屑 动 一艘战舰内部 弗洛瑟斯一拳震碎了小半个飞船 在爆炸前登上接应的突击舰 文言 忍不住贺问道 怎么还没有人报告黑星的方位 他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 所有局部战场都没有发现黑星的踪迹 不过倒是发现了黑星军团的部队 只是黑星不在其中 只有一个A级的魔法施压阵 弗洛瑟斯看了一眼战局 冷声道 敌人的高级战力都是一群孬种 正面战场暂时不用我的帮忙 我去找黑星军团 他肯定躲在那片局部战场 行 你去吧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兽人点头回答 弗洛瑟斯正想让作家掉头离开 就在这时 四周的战舰阵列忽然散开 形成拱卫之势 露出一条通道 黑光潜伏者 从阵形深处飞了出来 那是 黑星 弗洛瑟斯猛地停了下来 紧紧盯着黑光潜伏者 就连另外七位先锋官 也不由看了过来 穿着狂元的寒霄 脱离驾驶舱 悬浮在宇宙空间之中 遥遥对着远处的八名先锋官 伸出手 做出了你过来的挑衅姿势 虽然在庞大的星际战场中 一个人太过渺小 然而附近默认忽视寒霄的存在 他放开了气力 身上产生的高能反应 足以让任何战舰的雷达 给他打上危险的标记 距离虽远 但弗洛瑟斯等人 依然能看清楚寒霄的动作 纷纷面露一色 他挑衅我们 受人亚然 无法理解 是谁给黑星的勇气 弗洛瑟斯 也不禁感到意外 他还以为 黑星像其他天灾级一样躲起来了 没想到主动现身 不错 至少比其他人有胆子 省了 我找人的时间 弗洛瑟斯眯了眯眼 让突击剑冲向寒霄 接着跳出飞船 浑身气焰薄发 如同一颗暗红色的流星 直直撞向寒霄 寒霄伸出手臂 机械构建迅速展开 沿着手臂 化作一个百米大小的机械巨拳 卸力闪电跳跃 巨拳迎着流星垂了过去 真空环境作战没有声音 然而双方的碰撞 让许多人下意识挠不出了声音 碰 巨拳瞬间被流星贯穿 露出一个人形破洞 弗洛瑟斯于是不摔 一拳击中 寒霄胸口 寒霄直直后退 接着浑身一震 在半空中稳住身形 甩手扔掉破碎的机械巨手 有什么手段都用出来 让我开心一下 弗洛瑟斯通过战甲的通讯系统 给寒霄发了一条语音 打架竟然发语音 这人是真急而化劳 寒霄忍不住付匪 一挥手 黑光潜伏者的仓库打开 所有机械军团倾巢而出 犹如黄群一般 很快 大军默然出现 数十万台机械战兵 环绕在寒霄身边 顿时吸引了整片战场的注意力 这等规模 不容小觑 因为紫禁文明会 超额补偿损失 所以寒霄这次毫无保留 动用所有机械 全力以赴 八个一起上吧 就凭你想对付我 差远了 寒霄理尚往来 也给弗洛瑟斯发了一条信息 弗洛瑟斯哑然失笑 懒得回答 在他眼里黑心 已经是个死人了 自己一个人就足以干掉他 零号机关B站的天灾极强者 都在滑水围观 默然有帮忙的意思 目前为止 寒霄是零号机关在正面战场 唯一一位出战的天灾极 速战速决 弗洛瑟斯心面一闪 浓郁的气焰喷涌而出 宛如一颗小型恒星 面对漫天的数十万机械战兵 双掌一推 浑厚的离体 波动化作一道暗红色光束射线 席向机械军团拱位的寒霄 外围基层机械战兵被直接轰开 碎片四箭 犹如被浪潮冲开的杀力 炮灰型的机械拦不住A加5到加的波动攻击 四台首饰者身形移动 拦在离体波动前方 齐齐释放护盾 硬生生顶住佛罗瑟斯的波动 让其不得寸净 韩潮眼神电光一闪 泄力席卷而出 在泄力场域的建设下 覆盖了所有机械战兵 下一刻 他大手一挥 数十万机械战兵同时开火 并且组成各种阵型 以不同的战术模式攻向佛罗瑟斯 激战轰然打响 庞大的机械军团淹没佛罗瑟斯 在正面战场的中央 出现了这一片小战场 四周舰队还在互相厮杀 战争领域可不管单挑 舰队时不时开火 想要帮助佛罗瑟斯 打爆黑心的机械军团 然而零号机关这边 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其他天灾集都在看戏 但是指挥舰队为 含潮提供掩护的胆子 他们还是有的 况且 外围的机械都是浮游护盾 时不时有攻击袭来 都被挡了下来 一个全力以赴的天灾集机械尸 一个人就能力敌一支舰队 不过 含潮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佛罗瑟斯身上 上百万道离子炮 纵横交错 犹如密不透风的大网 连绵不断袭向佛罗瑟斯 他时而躲闪 时而硬扛 凭借高浓度武道气焰的推动力 横冲直撞 撕碎一台台机械战兵 大部分常规机械战兵的装甲 在佛罗瑟斯面前 犹如纸糊的一样 在A级战斗中 常规军团的作用 是提供火力与战数千只 不断磨血磨气力 在含潮澎湃的泄力加成下 佛罗瑟斯也不得不闪避 被数十万台机械战兵击火 不是闹着玩的 他虽然对身体强度有自信 但是男人嘛 总得对自己好一点 而作战主力 则是少数的A级精英机械 例如改良了多个版本的手势者 唤醒者等等 单体实力 自然无法超过天灾级本身 但互相配合起来 却能对天灾级造成威胁 哪怕是享誉心誉的霸者 挥下首席先锋官 也无法三拳两脚 就打包一台鞋带护盾 能量充足 装甲厚实的手势者 韩潮游走在机械军团之中 速度极快 不断变换方位 让佛罗瑟斯难以锁定位置 佛罗瑟斯不敢停下 始终保持高速运动 躲避着连环的攻击 心里迅速分析战局 必须寻找突进斩首的机会 否则我会被人海战术堆死 佛罗瑟斯不是没有和军团 刘机械师交手过 他很清楚 一旦陷入机械军团的围攻中 自己迟早会被耗死 数十万台机械战兵的攻击力 他也无法小觑 而军团刘机械师的弱点 是突进斩首 本体便是突破口 黑星有不灭之躯的绰号 不过 他不可能比机械军团 还要难对付 佛罗瑟斯眼神一宁 气焰悍然爆发 用了某种技能 冲锋速度翻了许多倍 化作一道暗红色闪电 撞碎一层层机械战兵的包围圈 迅速接近寒潇身边 蕴含无尽威势的刚猛拳头 豁然砸向寒潇的脖子 就在拳头即将击中的瞬间 寒潇的身影忽然消失 下一瞬 他出现在了机械军团的另一方位 正是高等虚空穿梭 接着 弗洛瑟斯一次次朝着寒潇发起冲锋 全都被寒潇轻而易举摆脱 虚空穿梭 混沌体释放 黄原的短程折月模块等等能力 轮番上阵 弗洛瑟斯一直碰不到他的衣角 远程的离体波动 更是被轻松闪过 弗洛瑟斯脸色越来越难看 根据战争领域的情报 他还以为寒潇仗着强人的身躯会 冲上来与他硬碰硬 自己就能教他做人了 没想到竟然这么滑溜 寒潇的思路颇为清晰 自己毕竟是个机械师 在机械军团打光以前 没必要凭借肉肚冲上去挨打 肉肚是底牌 自然是最后才掀开 自己的任务是牵制八大先锋官 用机械军团缠住弗洛瑟斯 缠得他受不了 就能吸引其他先锋官过来一起 拆他的机械军团 便可以拖住更多先锋官 不然单凭肉肚 弗洛瑟斯虽然打不死自己 但自己也绝对是被压着打 无法还手 那就潇洒不起来了 寒潇还有更长远的考量 只要完成这次战术任务 自己就能得到尖端之时 完成转值 打光机械军团 正好以此为借口 退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战役 回去摸鱼修整 用新提升的能力 制造全新的机械军团 此今文明会超额赔偿损失 他知道战争领域扩张势不可挡 以零号机关现在的表现 初期肯定节节败退 他不想一直打必败之战 还不如急流勇退 回家摸鱼 到时候局势糟糕 此今着急起来 想到他的表现 就会主动求他出战 这才能敲狗大户的竹杠 一直以来 韩肖虽然使用军团流打法 但也喜欢亲自上场肉搏 可此时 他选择了正经的战术 使出让人惊奇的闪避能力 一次次化解弗洛瑟斯的突进 军团流机械师的强悍之处 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机械军团的损失数字 虽然一直在扩大 然而弗洛瑟斯的气力消耗更加剧烈 数十万台机械战兵 量变早已产生质变 如此密集 频繁的攻击频率超A级以下 除非有特殊肉盾能力 否则没人敢站装硬扛 损坏的机械 则被韩肖一次次用 废弃改装和机械续型拉起来 彭扶无穷无尽一般 交战双方都看到 弗洛瑟斯就像是困在网中 左冲右突的虫子 完全落入了黑心的战斗节奏 军团加持着韩肖的 高强度谢力加成 还有超凡之力 170级提供的42%攻击力增幅 弗洛瑟斯的个体实力优势 被抵消了许多 他拖住了首席先锋关 零号机关不少A级强者 纷纷精神一震 黑心能力抵首席先锋关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众人倒没有太惊讶 黑心早已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也有不少事迹流传在星海之间 而且 他本身还是龙座麾下最将的一员 与霸者的首席先锋关 势均力敌 似乎也不是什么惊人的事情 来福反而有些急躁 黑心答应他 牵制八大先锋关 而此时 只有弗洛瑟斯一人被牵制住 其他先锋关 还在破坏舰队 要不是黑心正在激烈战斗 他都想催促了 再度躲开上百道离子炮 弗洛瑟斯望向游走的寒潇 心情极度不爽 黑心的难缠程度 超出了他的预料 弗洛瑟斯依然不觉得 黑心是自己的对手 在他看来 只要让他抓到机会 胜利吃早是他的 但是两人已经拖了很久 与他速战速决的初衷背道而驰 忍不住恼怒起来 他的耐心彻底消耗殆尽了 少任 马扎克斯 过来帮我拆了黑心的机械军团 我看他还能往哪里躲 弗洛瑟斯喝道 正在四周应付舰队的 另外七名先锋关接到指令 颇有些诧异 他们知道弗洛瑟斯说过 黑心犹太一个人对付 现在怎么需要帮忙了 七人自然给首席面子 何况黑心刚才还挑衅了他们 纷纷让座架掉头 杀向黑心与弗洛瑟斯的小战场 化作七颗流星 撞入机械军团 八名先锋关联手 局面瞬间恶化 机械军团遭到大肆破坏 黑心顶不住了 围观的零号机关A级强者 心里咯噔一下 但是面对八个先锋关 他们不想冒风险支援 在机械军团拼光之前 黑心还有撤退的机会 弗洛瑟斯紧紧盯着寒潇 一旦黑心有撤离的倾向 他就会立即冲上去打断 不准备让韩潇逃走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 明明局势轻颓 韩潇却始终在游走缠斗 没有任何逃走的意图 让弗洛瑟斯的警惕 做了无用功 黑心到底在做什么 他怎么还不撤退 他不知道继续打下去 必死无疑吗 围观的天灾集都惊了 满脸愕然不减 黑心疯了 他这是要一个打八个 漫天漂浮着机械碎片 机械军团实不存一 弗洛瑟斯八人终于停手 望着同样停了下来的寒潇 虎视眈眈 蠢蠢欲动 看了一眼所剩无几的机械战兵 韩潇无动于衷 对手好歹是八名先锋官 这个结果在他意料之中 光平级机械军团 难以面对八人围攻 不过有保险理赔 韩潇根本不心疼 反而漠然一笑 给八名先锋官发了条语音 呵呵 最后还不是的八个一起上 弗洛瑟斯四面沉似水 沉声道 快点解决他 看他还笑不笑地出来 这一起上 马扎克斯亚裔 既然开始围攻了 那就一直干到底 弗洛瑟斯冷冷道 另外七人没时磨不情愿 本就是看在弗洛瑟斯的面子上 才做事他们单挑 而现在弗洛瑟斯不完了 主动让他们帮忙 他们也不会半路收手 战争领域不讲究单挑 集中强者速战速绝才是王道 八名先锋官猛然冲上来 韩潇呼出一口气 反向迎了上去 落在围观的天灾极眼中 黑星的背影莫名染上了 誓死如归的气势 所有人动容了 他们不明白 黑星为时魔如此卖命 不惜付出生命 八颗流星一次又一次 集中韩潇的身躯 爆发着气炎的重拳 带出无数残影 轰击着每一寸的身体 黑星中了几千拳 还是几万拳 旁观者根本数不清 众人颇有重吐死胡碑的苍凉感 不忍心再看 黑星的下场绝对 是被八名先锋官撕碎 犹如羊入虎群 可下一刻 他们突然揉了揉眼睛 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遭到狂风咒语 般的重击 韩潇虽然被打得十分狼狈 飞来飞去 连机甲都崩碎了 然而他的身体 却依旧坚挺 硬扛了无数重拳 竟然还这魔生龙火虎 弗洛瑟斯八人猛地停下 惊疑不定 望着中间的韩潇 刚才打出的气力 如果均匀分开 足够毁灭小半颗中型行星的地表 黑星竟然还活着 血栏转换果然靠谱 还有刚刃之躯 抵消了不少真实伤害 不过这几个家伙 伤害真有点恐怖 差点要使用欧罗拉的人物卡了 虽然被压着打 韩潇却一直冷静分析着战局 见八人停了下来 韩潇呼出一口气 揉了揉肩膀脖子 露出一个毫不在乎的笑意 却比任何挑衅都好用 弗洛瑟斯脸色顿时铁青 他只觉得这副笑容 充满了对他的嘲笑与讽刺 彭扶在说怎么不继续了 这一刻 每一个人的表情 彭扶都定格了 来福一脸狂喜 飞星真的能扛住八大先锋官 他是认真的 零号机关的众多A级强者 一脸骇然 那八个敌人 可不是普通的天灾级 而是威名赫赫的战争领域 八大先锋官 名气响彻整个信誉 弗洛瑟斯等人满脸惊慕 他们八人联手 只输给过霸者赫博尔 他们无法相信 韩潇竟然也顶住了他们的攻势 彭扶一往无前的狂涛 拍上了峭壁 炸成碎裂的浪花 黑心的一个名头 浮上众人的脑海 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 这就是传闻中的 不灭之躯 我们下期见 这就是传闻的